在下孙希寂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351集 三处战场 尸横遍野战马乌野 当红镜岩缓缓出现在众人视野 并且与铁浮屠和柔然铁骑所处战场越来越近后 浮水坊七八旗迅速撤出战场急驰而去 然后是临近此人一百余旗铁浮屠几乎同时开始冲锋拦截 袁南亭举目望去 看向为严密守护在自己身边的亲卫统领 情况不对劲 那人应该是要对铁浮屠那边出手 我们得尽力组织 将军 我带击败旗过去 袁南亭正要说话 那名跟随他征战多年的亲卫统领 已经拢起附近一对骑军 亲卫一把丢掉鲜血黏糊的头颅 转头对袁南亭咧嘴一笑 将军 说实话 你真的老啊 就别拖咱们的后腿了 放屁 不等袁南亭阻止 那名亲卫已经领着数百旗白羽青旗一冲而去 袁南亭想要跟上 却被一名留下来的亲卫护从拼死拦住了去 让开 统领给了我眼色不许我让将军涉险 谁的官呐 县官不如县管 都为私下总跟咱们念叨说 在战场上有些时候他的命令比将军还要打 让开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让你卷铺盖滚出白羽围 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 袁南亭气得差点下意识一刀劈下去 自己都吓了一跳赶紧放下那柄战刀 叹息一声 有气无力地骂了一句 狗崽子 看到这名胆大包天的白羽青旗似乎想要转身 赶赴今日那第四座战场 滚回来 就算是我袁南亭的私心吧 少死一人也是好的呀 突然 铁浮屠骑军中有一骑骤然间冲出尚未结束的血腥战场 袁南亭怂然一惊扭头看去 却见那人身材魁梧手持铁枪 打磨黄沙战马漆黑 铁甲染红 齐当国义无反顾地冲向那摇摇一起 他知道那个叫红敬炎的北蒙蛮子是为他而来的 齐当国在三次领头大破敌阵后 身形已是摇摇欲坠 甚至连握有铁枪的手臂都开始剧烈颤倒 汗水血水交织在那张坚毅脸庞上 齐当国只是向前冲锋 战场之外 有个年轻人在清凉山梧桐院得到紧急谍报后 在给淮阳关都护府下达一份措辞近乎苛刻的军令后 他弃马而略孤身一人一路狂奔至关外清源军阵 看到了那份自己陌生的书信 再然后他继续北奔 怀阳关东护府 楚禄山脸色阴沉的看着一份醉心叠崩 袁左宗的脸色也极为沉重 转身大踏步走向大门 不用去了 王爷 小年已经斗山了 老七未必会死 未必 袁左宗 你现在去了龙眼平原有屁用 赶得上 我不去虎德城那边 刘州有寇江怀和歇息吹联手 事情成不成 看他们本事 我去幽州 去葫芦口 既然决定了要先发制人 干脆就来一场大的 去吧去吧 袁左宗停下身形 站在门口外 如果黄阳关有守不住的那一天 记得南边还有座巨北城 不用你多嘴 以前也没觉得你是叙叙叨叨的人呢 虎头城以北 龙眼而平原 战场之上 铁浮屠主将齐当国 倒在地上 身上铁甲尽碎 鲜血不断涌出 七名浮水坊高手死士 都没能拦住那名下马步行的北莽宗士 甚至连百骑铁浮屠和三百骑白羽青骑 也一样没能挡住 就那么被一人撕裂震性 只是递出一枪的齐当国被那人一拳锤在心口 从马背上摔落在地倒滑出去十数丈 而那人飘落在他身边 在你临死之前不妨告诉你 徐凤年正在赶来的途中 其实很近很近了 只可惜有点晚呢 齐当国 你是不是死得很不甘心呢 齐当国胸膛极具起伏 鲜血不断地渗出嘴角 已经说不出一个字 但是他的手肘崩直 食指死死抓住地面 似乎还要挣扎起身 洪敬炎闭上眼睛 这就是天地共鸣的滋味啊 如今方知人间天象境界 为何会被齐玄珍说成是门外光景而已 这门内景象真是秒不可言哪 徐凤年来晚了 我洪敬炎却没有晚啊 对了 再告诉你一个 我也是才知道的坏消息 得知徐凤年亲自赶来之后 原本缓缓南下的拓拔菩萨也开始加快步子了 我只要往北走出两百里 徐凤年和拓拔菩萨就会遇上 洪敬炎望向南边远处 哈哈哈哈 徐凤年 据北城攻破之时 我给你报仇的机会 洪敬炎身形飞快倒掠而去 转瞬即使 几个眨眼功夫过后 一个嘴唇干裂身穿便服的年轻人盘腿坐在齐当国的身边 这个汉子 这个汉子 冰冷甲胀被鲜血浸染而显温热 年轻人弯下腰轻轻摇头 这位西年北凉铁骑的扛道猛将竟然在临死之前凭空横生出一股无法想象的气力 一只手死死钻 一只手死死钻緊了年轻人的手臂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这辈子最后的力气只是想要让那个年轻人不要为了他去北方 死也不愿松手 年轻人反手轻轻握住那个死人的手 安安静静 面无表情 无悲无喜 最后 年轻人将齐当国的手指一根一根的掰开 然后俯身帮他合上眼睛 他当时离开北凉王府的时候根本来不及玄佩良道 他在齐当国身体不远处找到了那根铁枪握在手中 一人一枪北掠而去 早已远遁数十里之外的红静岩耳畔如同响起炸雷 你找死 我就让你死 龙眼而平原由北往南有笔直一线尘土飞扬 在第二场两猛大战即将在秋风中拉开序幕的关键时刻身为北院大王的他悄然动身去了一趟北忙版图最北边的地方 以坐冰山作舟继续渡海北行最终得偿所愿 他本该前往南朝西京庙堂参与军国议事 只是当他随后意识到龙眼而平原上的第二股独特契机后 拓跋菩萨依旧战意昂然之余也有些无奈 原来竟然是红静岩不知为何惹恼了年轻翻网以至于后者不惜孤身奔袭千里赶赴战场 拓跋菩萨倒是不介意被红静岩借刀杀人一回 只不过他很好奇 红静岩这位公认的武道天才为何会突然出现有一举打破天人门槛的迹象 所以拓跋菩萨没有给予出手 跟徐凤年一战 在拓跋菩萨眼中早晚皆可 而红静岩这个一直在草原被誉为拓跋菩萨第二的柔然 铁骑共煮 于公于私都要救啊 但是这并不妨碍拓跋菩萨让这个城府很深的晚辈吃点苦头 拓跋菩萨放慢了脚步 缓缓难下 只是每一步踏出 他的身形体魄就越发高大雄壮 双臂涌现出的金色光芒更是璀璨刺眼 红静岩退出六十里外 不再退去 再退就会遇上拓跋菩萨了 红静岩虽然有意让这位北莽君神让徐凤年知难而退 迫使年轻藩王从此心境蒙尘 但是如果徐凤年当真不忌惮拓跋菩萨 而红静岩却退至拓跋菩萨身边寻求庇护 那就该是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好不容易一步跨入天人门槛 极有可能就此退出那种天人感应的玄妙境界 何况今日敌不过徐凤年 只要稳固住了天人境界 红静岩相信自己迟早有一天也能达到五平四大宗室的高度 到时候先杀徐凤年再杀桃花剑神邓太厄率领麾下铁骑数十万攻破泰安城渡过广陵江 让战马停在那南海之兵 人生快意是莫过于此啊 红静岩停下后静待徐凤年 反而是气势如虹就在红静岩气势攀至巅峰之时 耳畔再度炸起滚雷 这是这次却不是徐凤年 而是原本好像有意旁观片刻的拓拔菩萨 红静岩再退三十 红静岩刹那间心神失守 直觉告诉他拓拔菩萨的劝诫并非恐吓 应当速速退让 但是理智让这位心高气傲至极的武道宗师觉得绝不可退 骤然向南狂奔的拓拔菩萨发出了一声怒吼 蠢酷 心境可失而复返 性命难道有两条 红静岩的视野中一点光芒亮起 但是就在红静岩发现那一粒萤火突然变成耗月光辉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竟是那徐凤年人为之枪先制一枪投掷而出 不打磨黄沙上有白红馆日 这简简单单的一枪来是只迅猛超乎红静岩想象太多了 以至于红静岩脑海急转万般算计到头来悲哀的发现除了硬扛重伤再无其他可能 拓拔菩萨没有直接帮助红静岩打碎那道红光而是略至后者身前偏右的位置 双手握拳勾勾勾勾起重重砸在那杆铁枪的中段 举音声响颤铭如红中大 红静岩正正看到那道红光在拓拔菩萨的一杂之下仍然不曾碎 而是在空中弯曲出一条半湖拓拔菩萨双臂跟半湖铁枪接触的地方有无数绚丽雪白电光轰然绽放拓拔菩萨站在红静岩身前双臂 悠悠电光如千百尾银蛇游走而内根铁枪在拓拔菩萨一拳砸下后依旧没有断裂 仅是被砸向红静岩左边远处 红静岩的眼角余光里那个年轻人一手负后一臂向前轻轻握住铁枪站在三十余帐外 铁枪去世太沉了在年轻人手中是颤抖不止 红静岩心神黯然 他明明能够看清楚所有的细节 甚至能够数清楚那杆铁枪在年轻人接手后颤动多少次幅度 可是他看得见却揭不住第一枪是如此第二枪亦是如此 当今世间传言陆地神仙之下徐凤年决意杀人那就是一招之事 原来是真的 难道你红静岩此生就只能欺负境界比你低的对手 若是如此那就太让我失望了就算你日后跨过天人门槛 别说对上徐凤年只要再有新人跻身陆地神仙 哪怕才一两天也一样吻胜你红静岩 红静岩灵光炸现 是说徐凤年只胜在世子上 此人先后与王先知和我一战 结胜 太安城一战 邓太阿曹长青故意联手 又助其增长义气 正可谓势头一时无了 你刚才输了 无需奇怪 红静岩会心一笑 颓势一扫而空 望向那位年轻范茫 难怪你明明一枪之后占据上风 却没有继续乘胜而战 你错了 他是有意要让你留在龙眼平原 只要我还想着救下你 他就有机会杀死我们两人 不仅是取走一人头颅而已 好 那我就舍了唾手可得的境界 不要便是 如此一来 可就要风水轮流转了 难道你真的愿意一命换一命 我不信 红静岩是说走就走啊 准确来说是放开手脚逃命 只要对手选择追杀他 在拓跋菩萨不用分心救人的前提下 那么就是轮到徐凤年 一心两用了 必然会给全心全意的拓跋菩萨留下破绽 随着洪静岩的果决后退 徐凤年和拓跋菩萨几乎同时开始向北前掠 三人逐渐在龙眼儿平原护城脊脚之势 身形快如三缕 庆风 徐凤年在寻觅机会杀掉洪静岩 而拓跋菩萨双拳在徐凤年手中铁枪刺透洪静岩后心之前 其实就已经吹在了徐凤年的后背 那双拳以开山断疆之势毫无保留的吹在徐凤年的后背之上 这既吹上了徐凤年的五脏六腑也给徐凤年那一铁枪的前冲之势增添了一网无前的壮烈意味 徐凤年手腕一抖抽出那杆透过洪静岩心口的铁枪同时搅烂了洪静岩的胸膛让其绝无半线生计 野心勃勃也雄心壮志的齐剑岳父耕露子洪静岩就这么死了 他至死都想不明白为何徐凤年会当真跟他换命吗 他还有太多谋划没有施展 他还想着与耶律东床那个野心家的约定 想着要在齐剑岳父和北蒙朝廷一起将那个太平令取而代之 如果可以后悔 洪静岩一定不会去杀那个铁浮屠主将 他生前最后一个念头不是恨徐凤年的疯狂 而是恨拓跋菩萨的阴险算计 拓跋菩萨望着那个必须以长枪主地才能站稳的落寞背影 洪静岩也算是死得其所 不过你堂堂北梁王死在这里 是不是有些可惜 你不可惜 我都替你感到可惜啊 我一直觉得你徐凤年应该战死在最后的巨北城沙场 要么死在千军万马中 却要么在那个时候才死在我手上 年轻人的后背衣衫被鲜血浸透 一言不发 徐凤年被拓跋菩萨双拳轰在后背 是千真万确 虽然将那一击计算在内 所以他对洪静岩内枪是有所保留 并未出权力便可杀人 但是不管怎么看 这差别都不大 不过就是早死满死而已 如果是上次在西域跟你交手的我 说不得你还能带着半条命逃回北梁 他低头看着双手 双臂衣衫破碎不堪 显现出一条条金黄色金脉起伏不定 他第一次找到他 洛阳从中作梗 让那柄天地造化的神兵坠入深海不知所踪 但是因祸得福 这一次他得到了更胜一筹的东西 拓跋菩萨抬起头望向天空 臭了臭眉 我有些时候很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愿意低头 你在等人忽掩大观 不对 我来之前感受过他的气息 照理说应该还在敦煌城附近 来不及的 徐衍兵气息不像 我实在想不出 除了这两人之外 北梁还有谁能救你 徐凤年转过身 双手扶住铁枪 蹊跷流血 凄凉不堪 而一个身影出现在他身侧 一袭白袍 一态如折仙人 要配双刀两人的疯子高下立派 那人瞥了他一眼 哼 还敢第一次见面差不多 都像个气感 证据下一次不会了 白狐烈 拓跋菩萨虽然不清楚眼前白袍人的具体跟脚 但是有过一番大致了解 源于此人 先前曾领着个少女剑客游历北莽 偶有出手 从无败计 哪怕遇上数千起 也能安然退身 北莽诸王老祖宗李密碧 对此人是评价极高啊 甚至不惜用未来五道成就 有望直追王徐二人来形容这位 雌雄莫变的俊美年轻人 拓跋菩萨没有急于出手 一来 徐凤年的伤势确凿无误 再者 他不愿因为贸然出手而痛失大好局势 毕竟 到了他们这个级数的五道高手 最忌讳遇上陌生新人给出新手 拓跋菩萨一番审视后 察觉到某些端倪 眼前被徐凤年称呼为白狐脸的家伙 体内契机算不得有多雄厚 只是契机流转之事颇为古怪 一个字 那就是快 徐凤年轻轻叹息 他当然知道白狐脸为何如此毅然居然 那就是要在三十岁之前 积身天下第一人 亲手杀尽仇人 而三十岁之后 生死不及 白狐脸走出几步 站在他身前 虽然我赶到了 但是别想着我们都能活下去 你也知道 就你比杀他难太多 你只管放开手脚 我这趟宰了洪敬炎 如果你再杀掉拓跋菩萨 哪怕我死了 那么这笔买卖就算亏 也没亏到姥姥家 能够接受 白狐脸双手手心抵在腰间长短两柄刀的刀柄上 秀东刀春雷刀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当真为了北梁王死在这里 见他一言不发 拓跋菩萨也不恼火 伸出双掌 瘫放在胸口 低头望去 言语中有些落寞 以后未必有机会 亲手斩杀你们这些中原宗士了 王先知曹长青皆已身死 真是可惜啊 我身前这位 根本听不懂北莽言语 你就别自作多情了 能动手就别叨叨 难道真要等到忽言大官赶到这里吗 他呀 不会来的 虽然不知道你在敦煌城那边搞什么鬼 我在难归途中 霍兮陛下和李密碧亲自前往那边 甚至暂时戒掉了贺连五威和西军 外加北厅王丈两万铁骑 兴师动众 就算是那个号称一人一宗门的忽言大官 无论他企图是什么 想必都很难套到便宜 徐凤年深呼吸一口气 猛然间站直身体 一手握紧那杆铁枪 不但是白狐脸感到出人意料 就连拓拔菩萨都出现刹那间尸神 白狐脸甩先出手了 那柄秀东刀在拓拔菩萨身前 炸开一道璀璨光彩 拓拔菩萨一拳砸烂月花 破开灵力刀钢之后 另一拳直接砸向了白狐脸的眉心 白狐脸另外一柄春雷短刀是姗姗来迟 在千军一发之际 终于是坑然出脚 撩向拓拔菩萨腋下 显然是要跟拓拔菩萨一伤目万上 拓拔菩萨出拳没有丝毫的凝脂 依旧是砸在白狐脸的额头 同时收起收肘 试图夹死那柄短刀 被击中额头的白狐脸身体后仰 一脚踹在拓拔菩萨胸口 借此势头从拓拔菩萨腋下 抽出了那柄春雷 冲斥气机遇险锋芒无比的春雷刀 竟然只是划破了拓拔菩萨的衣衫 双手握刀的白狐脸身形双脚离地倒掠而去 恰好环绕徐凤年一人一枪 然后以更快速度扑向了拓拔菩萨 拓拔菩萨举起双臂交错在头部 白狐脸先后袖动春雷凉刀 撞击在拓拔菩萨手臂上 剧烈的气机波动 在两人之间荡漾出两层帘 拓拔菩萨双脚伸陷杀地 仅是后退术 手臂丝丝与惊弓 如千百揪容盘踞 没有丝毫的衰减 等到白狐脸双脚触及地面 已是一气呵成挥出了二十余道 这劲道是层层叠架 已是全无强弩之末的迹象 反倒是声势节节攀升 拓拔菩萨不断滑腿向后 他本以为再给此人出数十刀又能如何 气机流转刹那八百里甚至是一千里又如何 一口气不管有多有场 终如生灭之时 终有辛劳交替 等到他不知不觉 退出将近百丈距离后 才猛然惊觉 此人的道士不但没有尽头 而且是越来越快 最新长短两刀的出手 比起徐凤年在西域逼他出城那一剑 已经要更快了 快不可怕 怕就怕这种 快仿佛没有尽头步步登天一般 不过天门不停步一般 拓拔菩萨颇为无奈 若说起先 他还有把握强行破开刀是 那么现在他就真的只能防守到底了 拓拔菩萨心中默念数字 从三字起 已经默默数至久 每一次地增 都是此人出刀的些许奇怪停止 在停顿之后就是更为迅猛的出道 徐凤年眯眼望去 距离他越来越远的那处战场 就算他也已经看不清楚白狐脸的身影 只见一团白雪翻滚在拓拔菩萨身前 十二庭之后 拓拔菩萨双臂金光开始出现轻微晃荡 十四庭后 白狐脸的出刀已经裹挟天地自成的风雷之势 在十五庭和十六庭之间 拓拔菩萨期间试图拼着受伤 也要止住对手这股恐怖势头 双手钻进春雷秀冬双道 这是内长短两刀有如神众 在拓拔菩萨足够撕裂任何一位天象镜五人驱赶的双手剑 但是真正让拓拔菩萨感到不安的真相 是也许在十七至多十八亭之后 此人就能真正的稳居上风了 拓拔菩萨不是没有后手啊 而且直觉告诉他胜负一线就在那十八亭左右 但是今日并非他与此人的两人之战 一百五十丈之外 还站着一个肯定藏有后手的年轻芬王 十六庭拓拔菩萨大开中门 任由那柄长刀如滚雷炸在胸膛 任由短刀仅是蜻蜓点水 便如一条蛟龙沉重的悬挂在肩头 身形亮枪的北猛军神双脚第一次离地 第一次不得不需要借势加速后掠出去 只为了拉开他与那两柄刀之间的距离而已 十七亭 就在拓拔菩萨一咬牙准备祭出后手的关键时刻 徐凤年轻轻从黄沙地面拔出了那杆铁枪 秀东一刀灯头披下 拓拔菩萨竟是被劈得双膝触地 一口气倒滑出去三十丈之路 下一瞬 本不该倒退如此之远的拓拔菩萨已经消失不见 白狐脸站在拓拔菩萨身影消失的地方 一手春雷 一手秀东背对徐凤年 看似静止不动 没有追杀拓拔菩萨的欲望 看着北方逐渐远去的那抹契机 犹豫半天都想不出如何形容白狐脸这一刀的惊世骇俗 到头来只好兴兴然套用了一个口头禅 这么技术活儿 早知道就拼着留下不可挽救的后遗症 也该帮你拦下拓拔菩萨 说不定真能杀了他 以我现在的惨淡光景 豁出半条命不要 给他两三招还是能做到的 白狐脸缓缓放刀入鞘 六亭杀二品 九亭杀纸拳 十二亭杀天象 十六亭 佛门大金刚也破开 天人体魄也如白纸 十八亭之后 我身前没有陆地神仙 只要让我成功率先出刀 王先知也好 齐玄珍也罢了 我皆是先手无敌 对不起 也能以命换命 走到跟白狐脸并肩的地方停步 喂 不要用这么轻描淡写的语气 说如此霸气的事情行不行 白狐脸沉默无言 徐凤年没有转头去看白狐脸 赶紧把满脸鲜血擦擦 别光顾着摆高人风范 这里也没外人 白狐脸抬起颤抖不止的手臂擦拭脸颊 我跟韩生轩打 跟王先知打 次次都给打得狼狈不堪 也就上次接下齐家节那一件 好不容易从头到尾装高人装到了最后 嘿 人比人气死人呐 黎一山死前要我救你一次 如今你我两清了 嗯 两清了 你强称什么 两只脚都打摆子了 嘿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其实现在也就只能使出十七亭而已 距离你所谓先手无敌的说法 还差了一点 你这双手附后的姿势 帅气归帅气 其实也挺不容易 有些辛苦的 两人陷入沉默 最后还是徐凤年败下阵来 诶 谁跟谁走 当然 我倒是想背你来着 就怕你不乐意 所以你说了算 于是大漠黄沙出现了那滑稽一幕 一袭白袍的白狐脸 背着一位年轻藩王 盘山而行 而后者手里拖着那杆铁枪 比娘们还不如 你说是啥就是啥呗 对了 白狐脸 你还记得咱俩当年第一次见面吗 嗯 哼 不记得了 我还记得 那时候只觉得 你是真正的江湖高手 潇洒得一塌糊涂 高手的也一塌糊涂啊 一手环住白狐脸脖子 一手脱枪的年轻藩芒 叙叙叨叨 言语越来越低沉含糊 不知何时就那么昏睡过去 白狐脸背着徐凤年 等这个家伙彻底睡死过去后 他自言自语 其实那时候也曾想过 等我哪天报了仇 就带你一起行走江湖 天大地大 江南江北 什么地方都去 睡梦中 徐凤年偶尔会喊上一声白狐脸 后者也会轻轻应下一声 白狐脸没有告诉他 其实自己今天最多可以使出十九亭 足够自己跟那个拓跋菩萨同归于尽啊 不怕死 而是不舍得死 不舍得死的代价 就是这辈子再也无法恢复到十九亭巅峰心境 白狐脸想了想 既然报仇一事 本就是个天大笑话 也就无所谓以后是不是天下第一了 到后来 昏睡中的徐凤年 轻轻念着一个个名字 说着让人听不真切的语语 一心有红薯 有敦煌城 白狐脸只知道 当他说到齐当国这个名字之后 带着他也许唯有在梦中 才敢不加掩饰的哭意 突然 年幼边一直打心底 把自己当作男人的南宫蒲叶 突然愤怒 徐凤年 惊醒过来的徐凤年 顿时打了个机灵 趴在白狐脸后背上的他 满脸惶恐 咋了咋了 我摸你胸脯了不成 别动手 千万别 肯定是误会 管好你的爪子 睡你的春秋大梦 要不然换我背你 闭嘴 实在疲惫不堪的徐凤年 呕了一声 继续睡去 当徐凤年醒过来的时候 睁开眼睛后 扭头望去 发现窗外阳光明亮 光线照耀下 窗户附近的尘埃 显豪壁现 但是屋内却有些昏暗 徐凤年从稍远处收回视线 看到了如同一座小山坐在床边的胖子 北梁都护 楚禄山 背对阳光的楚禄山 嗓音有些沙哑 南宫协议省将王爷 带到还阳关后 便不辞而别 我拦不住 铁枪呢 搁在了棺材里 啊 跟袁三哥说一声 让大雪龙骑军内赶大盗 摘下旗帜 送来此地 至于大雪龙骑军那边 就说 需要更换一面崭新旗帜 如果有人阻挠 也不用强硬行事 到时候我亲自去跟那些骑将解释 骑禀王爷 袁白兄动身去了幽州葫芦口外 至于更换大盗旗帜的事情 王爷不用多理 老旗本就是大雪龙骑军的老人 如今老旗战死的蝶豹 已经传遍边界 相信没有谁会说三道四 徐凤年缓缓起身 双手交错放在腹部 没有看向楚禄山 唉 如果我早一刻赶到龙眼平原战场 就不会死 如果 那么是不是如果都护府不通过 白马游挪手三明校尉的提议 连孙吉卫木生都不用死了 战场上瞬息万变 生生死死怨不得人 没有那么多如果 死了就死了 楚禄山双手握拳放在膝盖上 生离死别 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燕戏 徐凤年 扯了扯嘴角 眼神恍惚 似乎想起了清凉山后面 那三十万碑林 不用安慰我 我知道那些名字被刻在石碑上的人 谁都有亲人 跟祈祷国一样 所以不论谁死了 都会有人伤心 不见的就是我徐凤年最伤心 只不过一想到明年春节 我像往年那样 写了那么多幅对联 和那么多春字福字 可是 那个每年都会跟我讨要的人不在了 我就算想送也送不出去了 心里头就有些空落落的 第二次游历江湖之前 徐凯带我去过一趟厅朝歌地 见到那里摆放有很多灵位 那时候 还不太理解徐凯的心情 现在明白了 其实虎头成刘济奴 楚汉清他们死的时候 就有些明白了 楚露山安安静静 听着年轻繁忙的自言自语 面无表情 徐凤年下了床 身形亮强 楚露山想要搀扶 徐凤年笑着摆了摆手 楚露山也没有坚持 楚露山领着徐凤年 来到不远处一栋幽静院子 跨入内屋 看到那只摆木棺材 楚露山走近几步 花阳关搜落不到上档南木 就只能让老齐将就着睡了 好在 老齐这辈子从来不是个讲究人 还记得当年在西雷碧 这家伙能够把尸体当枕头睡觉 好几次我们去找他 都得从死人堆里找他这个大活人 王妃说过他很多次也不管用 后来到了西北 我们六人的宅子 王妃就只有帮着老齐一个人亲自安排 生怕这家伙 随便弄个麻雀窝大小的屋子 就糊弄过去 后来 连娶媳妇 也是王妃当的媚人 老齐二话不说乐呵呵 答应下来 姑且 成青那天接红盖头 才第一次见到媳妇的面 好在这些年 老齐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当了十多年的折冲都尉 芝麻绿豆大小的四品馆 也从没抱怨什么 换成是我呀 早就去义父王妃那撒破打滚了 楚露山突然重重一拍棺材盖 阿夕 别睡了 王爷来看你了 徐凤年瞪了眼楚露山 后者兴兴然一笑 缩回手 睡吧睡吧 老齐你睡性比天大 打雷也真不想你 只要打仗了 扛大盗这六个字最宽用 徐凤年站在棺材旁边 望向屋外 阳光洒落在院子里的地面上 虎头庄北边和刘庄那边如何了 此次出乎双方意料的龙眼平原战士 北蛮可谓伤亡惨重 丧失了乌鸦篮子和黑胡篮子在内的全部精锐嗤好 导致董卓和慕容宝鼎领先的中路大军变成睁眼虾 八千董家四骑 只跑回去一千多人 投入战场的六千柔然铁骑 也只剩下两千余人 主要是洪敬炎死后 柔然骑军群龙无首 想必很快 就会被北蛮各大势力瓜分殆尽 一只不成剑制的骑军 是谈不上战力的 最重要的是 董家四骑和柔然铁骑覆灭后 很大程度上打击了 北蛮中路大军的灵活性 反观我们北梁 远南亭的白羽清齐战力宝村良好 只可惜 老齐的铁浮屠 铁浮屠副将宁额眉 这次在老齐的命令下 留在了清源军镇一带的驻地 手头兵力不过数百人而已 即便加上龙眼平原剩下的七军 也只不过侃侃两千七 如今大战在即 不适合从何仲乎周康的左右骑军 抽掉兵力 否则 两位早就憋了一肚子 活气的老帅 真的要造反了 如此一来 铁浮屠恐怕就很难在第二场大战中单独出展 这算不得什么好消息 毕竟铁浮屠这种宝贵奇军 在战场上 两千人和四千人 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按照目前的情报 董卓和慕容宝鼎都选择按兵不动 这也在情理之中 北忙老夫人的怒火 就够他们吃上一壶了 而刘州那边 一切都在既定方略中 唯一的变数 就是担任西县副将重谈不知所踪 黄宋铺手上的十七八万南朝各路精锐的南下路线 跟当初柳贵兵临青苍城如出一辙 现在 就看寇江淮的袭扰 有没有本事让黄宋铺失去分寸了 否则让黄宋铺一路顺利推进到青苍城 靠硬碰硬 我们胜算不大 刘州之战 只能占于青苍城之外 我会让八百百马一丛 进入铁浮屠 从我起 让所有四瓶以上武将都抽调出一部分轻卫护旗 我要让铁浮屠在一个月重新恢复到四千人规模 然后跟玉鸾刀的游州骑军一起投入刘州战场 楚禄山愣了一下 双手食指交叉放在腹部 米其眼细细思量其中厉害 徐凤年走到门口 谢西锤在离开梁州之前跟我提了一个建议 但风险太大了 而且对所有梁州边军齐军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伤亡 最关键是这种战损 未必是整个北梁可以承受的 好在谢西锤也说 要等他亲自去刘州边境走一遍 要我等各把月 还说也许到时候 他自己就会把那个建议推翻了 其实当王爷下定决心 把一万幽齐悄悄砸入刘州 就已经认可谢西锤的刘州经略了吧 嗯 我觉得与其在北莽步步推进下 束手待毙 还不如赌一把大的 楚禄山斜靠着屋门 莫名其妙感叹一句 大处双臂寇江淮谢西锤 再加上玉兰道三个外乡年轻人 嗯 是不是太冒失了 班淑 徐凤年没有走出院子 而是就那么坐在门槛上 沉思起来 在下孙希记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三百五十二集 徐凤年坐在门槛上的举动 让楚禄山显得有些难看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毕竟门槛就那么点地方 就他这体型一屁股下去 估计能把年轻藩王挤出去 只好想了个折中办法 跨过门槛后坐在门口台阶上 陆秋儿 如果真如谢熙锤所说行事 你们这帮北凉老人会不会有怨气 记得在李一山策划下 把北凉本地势力发那个抵朝天 以罪名身份迁徙如今的流咒 毫发家族失去久空 咱们徐家军总算在这块陌生土地上扎根 并且站稳脚根 当时清凉山有一场庆功宴 那时候王爷看着满堂武将 喝了个酩酊大醉 不知为何 说了句不应景的话语 大意是说 徐家想要在北凉长治久安 光靠战刀对外是不够的 队内 还需要给侠敬百姓一份安稳生活 徐家军不可能一辈子在马背上晃荡 下马以后除了用力享福 也需要用心致力北凉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很多武人离开军武 像林斗坊胡葵这些人 也有很多文人在官场上风生水起 像李公德 颜杰西 但是义父私底下还是有心忡忡 觉得是他名声太坏的关系 才让北凉拐骗不来外乡读书人 觉得以后王爷你世袭网题后会很吃力 那次 大概是才跟李先生聊过天 王爷破天荒说出流水不服 户书不渡这么个文奏奏的道理 说完之后 故意板着脸看向我们这帮义子 姚姐也惜真这两个老学丘都忍住笑 我呢自然是赶紧留学拍马几句 老齐最确信呀 跟义父询问到底是啥个意思 让义父尤为开心 又把李先生跟他老人家解释过的话语 照搬了一通 把义父啊 给偷偷乐得不行 所以说 一根筋的老齐 才是真正的傻人有傻夫 王妃菩萨心肠 对我们这六个义子都好 对谁都没有偏见 只不过 好法又不太一样 总是劝我多读书 欠姓陈的那个家伙多笑笑 欠姚姐叶西珍多锻炼体魄 可是六人当中 我陆秋儿和其他四个 不一定次次都听却唯独老齐不一样 只要王妃说什么 比圣旨还管有 有些时候犯了错 明知道王妃不会责怪 依旧坠坠不安 就跟被错书的私塾蒙同一般 我们怎么安慰都没有 王妃逝世的时候 我们六个都是台官人 很奇怪 连信尘的家伙和袁白熊都红了眼睛 我更是哭得稀里哗啦 反倒是老七 没啥表情 我问为什么 这个傻子说 义姆这是去天上当神仙了 所以她不是很伤心 她就是有些 有些想念 所以年少的时候 我每次闯祸 都会找齐当国这个义兄 只要让人烧话给他 保管立马带兵前来 那时候呢 也没有深思 只是觉得这个义兄最爽利 帮我解决了麻烦不说 也从不唠叨 从不故意语重心长地跟我讲道理 大大咧咧的 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感觉天塌下来 也有他帮我顶着 记得早年在当时 还叫丰州的灵州的一个偏远郡邪 我和李汉林 颜吃鸡 和孔武吃四个 跟一帮不知道我们身份的将冢子弟闹矛盾 给对方的几十名家族司军 撵得鸡飞狗跳 那会儿啊 齐当国刚好在丰州附近 跟着几位老将军巡视 听到消息以后 立刻带着两百七杀到 把那几家将冢门厅的一门都给拆了 当柴火烧 那场风波闹得很大 因为有担任北梁齐军大统领的钟红武 和一大帮抱团的灵州武将撑腰 害得原本应该累功升任灵州副将的齐当国丢了前程 事后啊 徐霄气得不轻 因为不敢对我这个无法无天灌来的世子殿下发火 就狠狠揍了一顿 我故意不去 就跟严池姬两人偷偷摸摸拎着两滩绿衣酒去赔罪 要知道那时候 我知道齐当国板上钉钉是丢了官的 一来 我根本没底气让徐霄改变主意 再者 那时候在北梁军中谁愿意听我说话 不能凭借自己给齐当国一份差不多的官职 我都做好看到齐当国借酒消愁的心理准备了 不曾想到了他家 跟没事人一样 只要看到我第一个去他家后 那满脸惊喜 我甚至还记得 他大踏步向我走来的模样 笑得合不拢嘴 看到我 就像是看到了徐霄登门拜访 小年 你错了 啊 我大概清楚你所说的那幅场景 老齐当时看到你 不是像看到义府登门 而是像一个自认没什么出息的庄家把士 突然看到了离家多年 却高中状元的亲弟弟回到了家 而且没有瞧不起他这个哥哥 所以他很高兴 而且很自豪 那时候的我 只知道花田九弟 能有什么出息 也许在老齐心里 你一直是有出息的 在这件事情上 别说袁左宗 就算是我路求二也比不上他 诱人当中 只有老齐从始至终觉得你这个世子殿下有出息 从不怀疑你将来能够成为义父那样的男人 用祖籍是冬月人时的老齐口头禅来说 就是这种事情 我的道理好讲 徐凤年坐在门槛上 正正出身 突然徐凤年站起身 楚路山要稍晚一些才察觉到不对劲 没事 不用担心 就算是撕破脸的最坏结果 我目前还应付得过来 一袭曼妙身影骤然略入院落 女子菩萨生青丝正是那烂陀山六珠上师 当年那位牵引相反成十万孤魂出城的女子先世 只不过此时景象有些触目惊心 这位西域宗师的袍子上血迹斑斑 脸色苍白 看到徐凤年和楚路山后 有个叫崇潭的家伙 带着北马皇帝的圣旨登上烂陀山 离应外合之下我能逃出来 还是两位上师拼了性命的结果 相信很快就有一封法旨 下达给刘州那几千僧兵 要他们返回烂陀山 徐凤年 你早点做好准备 就算你们刘州成功强留僧兵 恐怕也只会留下一个隐患 徐凤年和楚路山对视一眼 心情都有些凝重 龙眼儿平原带来的盛世 竟然这么快就在西域烂陀山还回去了 烂陀山总计两万僧兵的势力 虽然并非是两网战士中那种能够称为一锤定音的存在 但是这一来一去几乎就是四万人的差别 原本兵力强盛的北马能够承受烂陀山倒向北梁 更别提凭空多出两万千至林瑶凤翔两阵的人马 更重要的是跟黄宋蒲大军一左一右对刘州足以形成前置之势 对兵力本就绝对劣势的北梁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徐凤年占其身问 大致过程是怎么样的 重谈凭借一封北马圣旨就能说服烂陀山那十数位得到高僧 即便早有内应 烂陀山也应该继续摇摆观望一段时日才对啊 那道圣旨不但点名赤丰数位上师为北马国师 而且承诺北马会将烂陀山传承视为异国根本 帮助烂陀山推扬佛法与道德宗平起平坐 将来共分中原佛道势力 与此同时重谈孤身登上烂陀山 但是要知道山脚却有奔袭而至的一万北莽惊奇 答应下来兵主尽欢 不答应 在重谈那个疯子死后双方玉石俱焚 徐凤年 你说烂陀山答应与否 我原本要杀了重谈以绝后路 不料早就成为北莽内应的两名僧人 拼去性命阻拦下来 现在仍然倾向北凉的烂陀山高僧 就只有我一人了 徐凤年思索片刻 先让这位逃亡千里的六珠菩萨安心休养 灵瑶城墓蔡安山和驻地位于凤翔军镇的刘州副将马六可 都不能放心任用了 两人本就不是小富基安的人物 用六百里加急一起给刘州刺史府邸一封密信 让谢西锤顶替蔡安山担任灵瑶军镇的一把手 马六可虽说已经被架空了 但是在旧部中威望还在 让青苍城派兵将此人护送到我们凉州的清源军镇 同时分别给予谢西锤寇江淮两人 在西域和刘州便宜行事之权 除此之外 仅有玉兰道的一万优奇赶赴刘州已经不够了 即便有宁额没经过补充过的四千铁浮屠也一样 恐怕得让石伏这个新任梁州将军出马才行 如此一来 谢西锤的建议 就要临时变成我们北梁的重大战略了 沙场厮杀不是世子科考 临时抱佛脚往往是大有用处的吗 徐凤年让楚禄山带着六珠菩萨去找僻静处养生 独自留在了小院中 然后门口出现了一席再熟悉不过的白袍 竟是那去而复还的白狐脸 双手按在左右腰间的袖冬春雷之上 脸色虽然淡漠 但是那种如临大敌的无形气态泄露无遗 这位十八亭之后身前无天人的武道宗师 能够让此人如此郑重其事的谨慎对待 自然就是关系还算不错的徐凤年 徐凤年深呼吸一口气 转过身 看到一个修长背影 站在那具棺材旁边 沉默不语 那个与白狐脸一样身穿白衣的男人 看似随意地背着大小两只布囊 一只藏枪杆 一只藏枪筒 白衣人身手附在棺材上 好像在自言自语 齐当国在领兵出征之前 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 说他以后万一战死了 就让我抽空回北梁看看 在信上 他还傻乎乎地希望 我能够为北梁效力 说做兄弟的 没有迈不过去地看 我收到信后就知道 齐当国的万一 十有八九会成真 所以破例回到这里 就是想着能够让他别真死了 没想到你徐凤年 这么多年韬光养晦 好不容易练武 练成了个武平大宗师 还是半点用都没用 在战场上 连一个人都救不下来 白狐脸 双手拇指 分别将袖冬春雷推到出窍村雨 而徐凤年站在两膝白衣之间的门口 与此同时 六珠菩萨也站在院外 整座淮阳关也开始闻风而动 铁甲蒸蒸 响彻大小街道 陈之暴转过身来 谁杀了齐当国 红敬颜 拓拔菩萨有没有对齐当国出手 徐凤年没有继续答话 他与这位归顺黎阳朝廷的白衣兵胜之间其实说不上话 当初白衣送行世子殿下离开梁州是如此 上一次在广陵江上重逢一战也是如此 在黑压压一大片铁甲簇拥下的楚路山单独大步跨入小院 走到徐凤年身边高高的抛出了手中那壶酒 陈之暴抬手接住那壶绿衣酒 在棺材前蹲下身打开酒壶慢慢倒酒在地上 谁都不知道清高自负如陈之暴 这辈子真正视为朋友兄弟之人 只有这个躺在棺材里的齐当国 一个在北梁在黎阳在北莽都名声不鲜的男人 先前在北梁 陈之暴只有那座远在关外黄沙大漠里的偏远宅子 也只有齐当国多次造访 两人也没有相谈甚欢的场景 就只是默默喝酒 齐当国是一壶壶的好饮 而一向不喜欢饮酒的陈之暴便陪着小酌几杯 此时陈之暴倒酒极其缓慢 倒完一壶酒轻轻把酒壶放在脚边 抬头看着那句 装着那位故人的崭新棺材 嘴唇敏起 徐家军在黎阳朝廷名声雀起 却尚未真正成就大事之时 实在是打了太多场的苦仗 每逢败仗需要有人殿后之时 总会有一个不善言辞的憨厚年轻人 率先站出来 我来 谁跟他抢 他就跟谁急 他的理由是我的命不值钱 当年在兵荒麻乱里活下来就已经是赚到了 死了 没得关系 黎阳定顶天下 徐家军将领风风光光地进入太安城 当时是满城风雨啊 都传言他陈之暴要封异姓王九番南疆或是两辽 然后是那个刚刚成为大将军义子的奇姓年轻人拎着酒找到他狠狠砸在桌上撂了句狠话 陈之暴你要是敢离开徐家军以后我就不把你当兄弟了 那时候生是宛如早年白衣僧人李当心身在泰安城的陈之暴 哭笑不得的同时也是有些莫名的心酸 这个其实一眼看去就很色立内忍的家伙 撂出狠话的言下之意 其实是我齐当国 自知配不上你把我当兄弟 但那是你陈之暴的事 我反正还是把你当兄弟的 当时的陈之暴没好气地给了他一句 酒留下人滚蛋 齐当国下意识呕了一声 到门口的时候后知后觉又跑回他跟前打开酒 哦 酒我已经喝了 这兄弟你不当也得当 后来当陈之暴决定离开北梁之前 也拎着一壶酒找到了齐当国 后者似乎有所察觉 笑意苦涩 大概是记起了当年的情景 齐当国问他一句 酒留下 人能不能也不走 陈之暴摇头 齐当国生闷气喝完酒 只要你以后不跟北梁做敌人 那就还是兄弟 但如果你做不到 到时候你用梅子酒杀的第一个北梁人 肯定是我齐当国 这不是酒后胡话 信已收到 不过你在信上说的有些事情 我做不到 陈之暴从怀中掏出了那封信 钻在手心握成一团 松开手后 化为鸡粉蓄乱洒落 随后站起身 没有转头 北梁三十万铁骑死绝 到头来就只是保了 黎阳赵氏一个平安 徐凤年 你当真是了不起 徐凤年欲言又止 但是最后仍是没有反驳什么 陈之暴转过身的同时 摘下了背后那长条行囊 露出了梅子酒枪身的真容 满是寒气 这北梁换成是我的话 终有一天 陈之暴嘴角扶起满是讥讽的笑意 视线略微偏转 望向楚路山 你楚路山不是想做文官领袖 想美视文真吗 我给你 陈之暴的视线 越过楚路山和徐凤年 越过院门 依稀可以看到那里的北梁铁甲 燕文鸾 袁左宗 何仲乎 陈云锤 这些北梁徐家旧人 忍忍凤凰 石浮 胡魁 韩劳山 宁鹅梅 点雄处 唯府城 这些北梁将领 人人恭候 哪怕在天下太平之前就已战死沙场 死后也能人人美事 陈之暴收回视线 终于正视徐凤年 你呢 你带给了北梁铁骑多少东西 就只有三十万块石碑 陈之暴随手一抹 抹掉布囊 手持梅子酒的枪身 随后又拿掉那只小布囊 将那枚枪头撞伤 虽然你杀掉了洪敬严 但是你我心里都清楚 齐当国因你而死 北梁三十万铁骑死多少人我不管 但死了一个齐当国 我得跟你这位名正言顺的北梁王算算账 楚罗山 你带所有人离开怀阳关 带上六珠菩萨 六珠菩萨犹豫片刻 没有坚持留下 站在院门口的白虎脸 皱了皱眉 我留下来但是不掺和 你也走 没得商量 手持梅子酒的鼠王 无动于衷 任由楚禄山脸色铁青地离开院子 然后是六珠菩萨 最后才是深深望了一眼 陈之暴的白虎脸 并没有立即出手的陈之暴 似乎在等待楚禄山 带兵离开怀阳关 大约两刻钟后 你就要死了 有没有一言要说 徐凤年开始闭目扬身 等待最后一名北梁边军离开怀阳关 而陈之暴也不再说话 任由眼前的藩王疏离契机 他眯起眼思绪飘远 年轻梁王还穿着那双鞋底磨损厉害的靴子 而一路风尘仆仆 从广陵道赶到梁州关外的鼠王 也好不到哪儿去 两刻钟后 淮阳关内数千将族 果然全部撤出了淮阳关 足可见北梁边军的井然有序 以及陈之暴对兵士的洞察入位 白虎脸在跟随楚禄山一同 最后出城时突然拨转马头 拔出了腰间玄佩的秀东春雷双刀 却无常人想象中那种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 紫气留意的梅子久在微微侧身的徐凤年胸口一扎而过 陈之暴手腕轻抖 原本绷直的枪身顿时弯曲如弓弹向了徐凤年的胸膛 那正是枪先王秀四字诀里的胡字诀 徐凤年一手轻轻推在枪身湖顶 那梅子久没有被一推而出 而是刹那间爆发出宛如一道天雷落在人间的崩碎劲的 而徐凤年便探长为屈指身形缓缓后退 闲庭信步 指指点点 将那些王秀成名绝学之一的崩枪按劲是一一点化 突然徐凤年身形式如遭重锤 双脚不离地向后倒滑出去 在即将贴靠在小院高墙的前一刻终于停下了脚步 后背一斤 也许距离内度墙面真的就只有一线之隔了 徐凤年咽下一口鲜血 双手轻轻挥秀 强行压抑下体内汹涌起伏如潮水的蓄乱契机 吃了个不大不小的闷馈 徐凤年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看着那位一枪过后并未趁胜追击的白衣鼠王 一招便占据优势的陈之暴淡然开口 这一枪是替北梁三十万铁骑臭你的 那些名字已经刻在石碑上的北梁边军 不该死的这么憋屈 徐凤年没有跟陈之暴做任何的口舌之争 缓缓仰视 而此时秀东春雷长短双刀从淮阳关城外落入城中小院 徐凤年无动于衷任由双刀插在院内地面上 而陈之暴也没有阻止两柄明刀的落下 仅是枪间轻颤 紫气微摇 徐凤年并非不想接下秀东春雷 而是不能 陈之暴再一次出手 略知与站在墙角跟的徐凤年相隔约莫一枪距离的地方 但是下一刻 徐凤年看似是纹丝不动 而陈之暴那迅猛一枪却炸在了徐凤年左侧数部之外 梅子九轻轻抵在墙上点到极致 只见徐凤年胸口一扇 被横抹出一条裂缝 逐渐有血迹渗出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 陈之暴这一枪很快 本是直线炸来 不过还没有快到让徐凤年避无可避的地步 所以徐凤年横跨出了三步 可是瞬间梅子九的枪尖 然而就出现在了心头处 因此当徐凤年返回原地的时候 那衣衫仍是被并不尖锐的枪头擦破了 陈之暴缓缓收回梅子九 小院角落有一株枣树 硕果累累 一颗颗青红相间的枣子挂满枝头 那颗不起眼的枣树上突然有颗枣子悄无声息地离开枝头 与下方枝丫和其他枣子一路磕磕碰碰 然后向地面摔去 徐凤年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 双手插入袖口摆出这幅仿佛束手待臂的姿态后 脸色有些苍白看向陈之暴 比枣树更不起眼的那枣子轻轻落在地面后竟然是怦然炸裂 陈之暴手中内感梅子九如同被太平路无形飞溅撞上 随着第一颗枣子的离枝落地猛然间是落枣如雨 一颗颗急速落地 有些沉闷炸开 有些安静落地 陈之暴四周激荡起了一圈圈涟漪高低不易 如无数小狮子砸在平静湖面 那幅玄妙画面就像是仙人手笔之下 在一张雪白宣纸上凭空开出了多朵莲花 陈之暴闭上眼睛握紧梅子酒 哪怕某次连衣就在他头顶三尺荡漾开来 他仍是没有躲闪 更别说抵触一枪来打破僵局了 一圈连衣在他肩头上方紧寸余处的空中 微微蔓延开来 陈之暴在等 耐心等待徐凤年的杀手锏 等待徐凤年心起杀念的那个瞬间 至于那些看似玄妙无双的涟漪 不过是不痛不痒的障眼法罢了 对于陈之暴如今的梅子酒而言 这世上没有毫无破绽的先手 他的后发之人自信便是面对号称杀伤力天下无双的邓太阿 也能一枪破绝 故而不论是与谁做生死之战 他都算立于不败之地 何况是眼前这个天人体魄已是强弩之末的年轻藩王呢 有些涟漪在陈之暴很远处极为漫不经心的荡气 当满树枣子落尽之时徐凤年袖口微动 一柄柄小巧玲珑的飞剑在身前依次安静悬停 与此同时 那些原本已经在陈之暴四周修饰的涟漪重新浮现 大大小小勾勾滴滴 各自涟漪中又抽发出一朵摇曳生姿的雪白莲花 一座小院如同开满了莲花 隐约有清脆悦耳的叮咚声 这是泰安城守门人柳浩师的雷池 以及武当老长叫王重楼的大黄亭 雷池满莲花与绝境处生机勃勃 好像是感受到小院里的天地异想 陈之暴缓缓睁开眼睛 没有丝毫深陷险境的觉悟 反倒是颇有闲情的细细打量起来 满堂莲花摇曳生姿 这一朵朵莲花应该就是徐凤年心中神异的巨像话了 陈之暴视线越过身前莲花 看到徐凤年身前悬停的那九柄锈针飞剑 估计是生怕这座雷池困不住自己 需要凭借这些同样不用射击气机运转的飞剑来提防他手中梅子酒的暴起杀人 徐凤年的脸色愈发苍白低头凝望着那身前悬停莫家巨子打造的九飞剑 邓太阿自幼生长在吴家剑种那座藏剑无数的阴森剑山拔出第一把古剑及泰阿 只不过泰阿早已腐朽不堪 拔出极端 邓太阿仍是以剑名作为自己的名字 在那以后 又陆续相中与自己生出玄妙感应的十一把剑 因为仇视将自己视为弃儿丢在剑山自生自灭的吴家 邓太阿并未携带任何一把古剑出众 两手空空孤身离开剑种后 只取十二道剑翼 最终铸造出了十二柄飞剑储藏在小夏 分别是玄甲青梅竹马 昭露春水桃花 鹅梅朱雀黄铜皮肤金缕太阿 而徐凤年在青天剑一战后返回北梁 便依照此法铸剑九柄 这一九柄飞剑 不仅是徐凤年赋予了他们神意 他们同时也寄托了徐凤年最内心深处的精气神 陈之宝眯眼看着那九柄神意各异的袖真飞剑 就像看着这个年轻藩王的人生 陈之宝突然出枪如龙 一枪扎向了由满院莲花和九柄飞剑列阵在前的徐凤年 势如广陵江水奔流入海 长枪所过之处 一朵朵凭借徐凤年神意孕育而出的莲花支离破碎 徐凤年身形纹丝不动 只是抬起一只手 食指轻轻旋转 九柄飞剑一闪而逝 在空中划出九条纤细轨迹 飞剑虽小 其力却沉 势大力沉以至于陈之暴的梅子九在临近徐凤年喉咙之前数字偏移直线轨迹 徐凤年在长枪旧药刺在喉咙的千钧一发之际斜了些脑袋 双膝微曲 梅子九的枪尖在脖子左侧擦出了一条血槽 身体微微前倾的徐凤年就像是一肩挑起了梅子九 然后猛然前冲 陈之暴手腕颤抖一杆梅子九顺势向下一压 徐凤年尖头发出怦然俱向 但前仆的势头并没有丝毫凝脂 陈之暴手腕向右晃出了些许幅度 砸在徐凤年尖头的梅子九顿时就呈现出横扫千钧之势 继续扑杀向前的徐凤年整个人向右侧倒却没有到 刚好躲掉了那杆试图扫落头颅的梅子九 徐凤年抬起手肘抵住梅子九防止长枪变招 一掌拍向身前流出大片空当的陈之暴 陈之暴看似就要被徐凤年栖身靠近了 竟是没有收枪撤退或是凭借梅子九变招的意思 直接了当的就跟徐凤年互换了一拳一掌 徐凤年一掌拍在陈之暴额头 陈之暴一拳砸在了徐凤年眉心 两人身体各自一荡 竭力稳住身形皆是绝不愿后退半步 然后一人一脚凶狠踹出 依旧是只求攻势放弃手势的玉石巨坟 这一次两人终于各自后退了数步 然后几乎同时向前踏出数步 又如出一折的台壁肘击而出 各自被砸住脑袋的两人一左一右错开 两人错开拉出一小段距离之后 原本手持梅子九的陈之暴未必就拥有先手优势 长枪向后滑去梅子九在他手中紧握后 就变得好像一把迎敌距离恰到好处的三尺长剑 虽然内感梅子九枪尖反常的毫不丰锐 但是抽在徐凤年心口之后 顿时就让脸色瞬间雪白的徐凤年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一击得手的陈之暴不知为何皱了皱眉头 身形倒滑出去的徐凤年双臂摊开九指张开 仅剩下一根手指弯曲 徐凤年内九指分别牵引再度浮现在空中的酒柄飞剑气机 在酒剑的牵扯下不但后退势头骤然停止 而且紧随其后的前扑势头快若奔雷 徐凤年高高乐器一直压下 小乐里所有微微摇晃的气韵莲花都消散 四面八方的神明居于一指之上 陈之暴高举梅子九横枪在身前 那梅子九被一指弹中 枪声弯曲出一个夸张的弧度 弧顶重重砸在陈之暴的额头 这位蜀王被砸的身体倒退出去 直到后背贴紧了墙壁才好不容易止住一时 徐凤年双脚落在地面 你替北梁三十万铁骑抽我那一击 还给你 陈之暴强行咽下几乎要涌出喉咙的鲜血 加重了握枪的力道 这才使得手中那杆梅子九不再剧烈颤抖 陈之暴扯了扯嘴角 环视四周 屋内棺材 墙角枣树 地上那些零零散散的枣子 以及那两柄始终没有派上用场的秀东春雷 最后望向了那个精子一战雪上加霜的年轻繁忙 陈之暴缓缓摘下枪头 走入屋子将两节梅子酒重新装回布囊背在了身后 静止走向院门 就在要跨出门槛的时候停下来背对徐凤年 哼 连造反都不敢当什么北梁王 知道徐霄为什么不愿意让你当北梁王吗 我们都清楚这件事与你无关 陈之暴一步跨出院子 撂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徐凤年站在原地没有拦阻陈之暴的离去 有些事情不是敢不敢的事情 而在于能不能或者想不想 陈之暴缓缓缓走在空无一人的淮阳关街道上 走出城门后没有去看城外那些眼神复杂的数千精锐边军铁骑 只是对先前一同入城的白狐脸开口 你是随我一起前往广明道还是留在北梁 谢官英虽然死了 不管他初衷如何毕竟帮我捉不过一碗暑焦 我都得念他那份香火情欠他的还给你便是 正好要回乡一趟 与你顺路 两人皆是白衣皆是当事最风流之人 楚露山犹豫了一下 仍是让麾下边骑留给他们两匹北梁战马 陈之暴也没有拒绝 楚露山望着那个翻身上马后的前任北梁都虎 信陈的 你下次再来北梁搅风搅雨 就没这待遇了 背负大小两只布囊的陈之暴没有理睬这个胖子的威胁策马离取 两期欲行欲远陈之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只有杀意却无杀心若非如此我肯定是要阻止你进入淮阳关的陈之暴默不作声白虎脸猛然间拨转马头差点忘了你稍等片刻我去取回双刀陈之暴缓缓前行一段路程后 轻轻拉了下江上回望一眼淮阳关或者说是遥望了一眼荒凉的北梁关外 有些事你徐凤年做不到 但也有些事是我陈之暴做不到的 陈之暴望向天空 嘴角翘起破天荒的会心一向 能够做到心有灵犀且肝胆相照的也许不只有朋友敌人也可以 虽然陈之暴这次见到徐凤年有责问有讥讽 但是归根结底陈之暴之所以暂时没有杀心就在于那个年轻人有着一条陈之暴心知肚明的清晰底线 徐凤年的心声那些从未诉诸于口的言语陈之暴其实并不是不能理解 我何尝不想北梁三十万铁骑北梁参赐数百万户百姓人人不死 我何尝不想北梁文臣五家人人美事 我不想北梁铁骑死得其所 我只想所有人活下去 希望天下太平 希望北梁跟中原一样不见硝烟二十年一百年 我何尝不希望清凉山碑林部刻上一个名字 陈之暴收回思绪替徐凤年感到有些可怜 不愧是他的儿子不愧是李一山相中的弟子 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痛快过 陈之暴没来由地叹了口气 他这趟来北梁本是想救下齐当国 也更想去清凉山某个地方祭奠那个自己一直视为亲生母亲的敬重女子 我不兴许可民知报知恩图报 另一边当白狐脸返回那栋小院的时候 正好看到那个孤孤单单的年轻藩王坐在台阶上 搁着双刀 袍子兜着一捧半青半红的枣子 他吹着悠扬口哨 看到自己后笑着点头 在下孙兮季欢迎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三百五十三集 怀阳关临时召开了一场紧急军事会议 除了帅领青旗游业在葫芦口外的北梁骑军统帅袁左宗 阎门兰何仲乎 陈云垂顾大祖周康 这五位边军中官职最高的步骑大将 连同都护楚禄山在内 再加上梁州关外左右两只骑军的副将 梁州将军石浮和幽州将军皇甫平 还有福岭柳崇种以及清源四座军阵的主将 以及黄来福这样的实权校尉二十余人 三十多位北梁武将联媚出席一事 原本很少直接对边市指手画脚的徐凤年 这次召集众人后开门见山的提出一个大胆战术 不仅仅是幽州步军向西倾斜 灵州骑军向北倾斜这么简单 而是要将刘州当成真正决定第二场梁莽大战胜负的关键战场 其地位甚至隐约还要超过那座尚未建成的巨北城 以及整个梁州关外 你用重兵打我梁州关外 那我就打烂你的北莽南朝 顾大祖作为西年南唐抵住的现任北梁部军副帅 在春秋战事尾声中曾提出 要守江土必须站于国门之外 照理说徐凤年这个方针应该很对老将的胃口猜对 但是顾大祖在权衡利弊之后 忍不住又一次低头望向桌岸上那幅两莽对质形势图 王爷 此举未必妥当啊 且不说刘州那边 我方骑军能否一路推进到南朝腹地 距北城以北 即便柳崖福岭重种一线 有幽州步兵帮助助守城池 可在兵力对比上 我们显然仍是处于绝对劣势 这种劣势不是几座城墙就能弥补的 一旦让玉鸾刀和宁厄美领兵共同袭进 兵力悬殊就会更加夸张 怀扬这些关爱城池不是不能丢 怕就怕到时候丢得太快 导致河州两位将军的骑军丧失依靠 牵迷发而动全身 仓促之下 孤悬关外的巨北城如何挡得住北盟主力大军 没了巨北城 哪怕大半个北盟南朝都给刘州骑军捣碎了 与大局无补啊 燕文鸾一手附后一手指向地图 咱们不妨反着来看待这件事 先假设胡入口无战事 我幽州步军主力干脆全部掉入梁州关外 是全部而不是原先的三万人 那么福林柳崖等军阵组织敌军的效果 就会更大 例如让我留在这花阳关 郭大祖 你领兵去重重军阵协防 陈云垂选择衔接梁州流州的清源军阵 如此一来 距北城以北的整体防线 不敢说如何铜墙铁壁 好歹也能给流州骑军赢得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燕文鸾麾下两位步军副帅还没说话 倒是左骑军主将何仲乎火急火燎 不行绝对不行 在座各位都是自己人 有些话我说不说大家心里都明白 距北城以北地带 淮阳关尚且注定舍不住 更何谈柳崖扶灵树阵 你们三人难不成像白白送给北莽蛮子三次攻凤藩王的机会 说到这里 何仲乎犹豫了一下 望向并肩而立的徐凤年和楚露山 王爷 不是我何仲乎小去了那些流州的年轻武将 事实上号称西楚双臂的寇江淮 谢西锤也好 还是曹维和玉鸾刀也罢 我都很欣赏 假以时日 我说不定给他们提鞋都不配 只是接下来这场大争不容有失 北莽董卓黄颂蒲那帮蛮子可以犯一些错 可惜我们北梁错不得伺候 那些年轻人毕竟太年轻了呀 何况流州本就还有一个老称持重的黄颂蒲坐镇 如今烂陀山倒戈 流州齐军本就不多 而且除了龙象军算是老鹰出身 其余齐军可都成军没多久 相互之间 也无之有经历一场场战役之后才可培养出来的默契 若是某个环境出现纰漏 一招不慎 岂非满盘结束啊 周康皱了皱眉头 有些底气不足的谏言 如果何老将军是担心刘州没有一个主经骨 不然干脆让袁统领亲自去主持大学 不可 梁州关外骑军的战士 袁左宗必不可少 我们需要一名骑将 他必须能够运用骑军达到原水也解得了尽可的境界 这种事情 北梁只有袁左宗做得到 我楚露山也不行 所以刘州那些年轻骑将 多半是要各自为战 从头到尾都是如此 刚刚从两槐道经略使府邸秘密返回北梁的徐碑址 站在角落一言不发 长途跋涉让他有些疲惫不堪 干脆就站在那儿闭目养神 身材矮小瘦弱 气势却吻压堂内猪将的燕文鸾 弯曲双指在桌上嗑了嗑 楚德虎 曹伟当时从边军抽调出去的一万旗 玉鸾刀的一万优旗 寇江淮夹杂有相当数量流州轻壮的旗军 再加上一个临时接手 灵瑶风降两阵 总计不过六千骑军的谢西锤 还有宁额梅那只大伤元气后得到紧急补充的铁浮屠 五名年纪加在一起 也不过是两个燕文鸾的年轻骑将 当真要赌他们的一万狂澜 我们梁州幽州这帮老人 是不是太苛求他们了 楚禄山搓了搓手 黑黑一笑 眼角余光 打亮着年轻藩望 徐凤年政要出生 就在此时 徐北纸终于开口说话 当年大将军带着徐家军南征北战 马踏六国 我记得那会儿蜀王陈之报 楚都护 袁统领 这拨人都极为年轻吧 徐仆无奇等人 岁数其实也不算大 连燕将军当时都算是轻壮领袖 所以那会儿 所以那会儿离阳兵部才会有娃娃校尉 集贯将军的酸溜溜讽刺 无论是寇江淮 谢西锤 还是曹伟玉鸾刀宁额眉 也无非是那种纸上谈兵的大家 除了曹伟尚未立下大的军功 其余人人都战功赫赫 例如原本名声不鲜的谢寇两人 曹长青尚且敢任用他们分别担任西楚东西两条战线的主将 为何我们北梁就不放心了 难道说是咱们刘州骑军战力太不值一提 还比不上七拼八凑出来的西楚骑军 不等谁给出答案 徐卑纸就跨出几步走到桌前 北蒙太平令出此下策 步步为营 无非是想要在梁州关外战场一点点蚕食北梁铁器 其实一样也是逼着我们北梁 陪北蒙一起依循下策行事 说句难听的 北梁铁器只要选择在距北城以北 跟北蒙丸子号到底 那么就算我们不兵行险招 不靠刘州战事来冒险破局 屋内各位也难逃战死的下场 只不过是早晚的事 要我说呀 咱们别总想着怎么输得不那么难看 不能只想着拼光了边军 只为多杀十万 几十万北蒙其军 而是要想着怎么赢 赢得让北蒙和黎阳都心服口服 现在机会来了 就摆在我们眼前 徐北纸伸手指向桌面 突然间收敛了笑意 徐凤年转头看着这个家伙 微微一笑 颜文鸾 何众呼这波春秋老将 可不是血气方刚的愣头青啊 听过徐北纸的言论后 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心神激荡 反而愈发地小心谨慎 紧浙姑周康大概也清楚 今日议事结果也许会决定北梁的存亡 没有顺势火上浇油 反而是自真俱拙 那些年轻人带兵的才华毋庸置疑 现在我想确认一件事 那就是群龙无首的刘州几只骑兵 真能牵着黄颂蒲的鼻子走 这个得问他 今天的争执都是这位折腾出来的 徐北纸突然做出一个让满屋功勋武将哭笑不得的举动 指了指不远处的北梁王 徐凤年哑然失笑 哈哈哈哈 叩江淮谢西锤 两人用兵习惯 相信各位都看过扶水坊谍报和朝廷刺事扶底报 已经大致了解过了 各有其正 广陵道战事的转折点 西楚国事由胜转衰 其实就在寇江淮当初一气之下离开战场 至于此事其中缘由 不在今日讨论范程 也涉及寇江淮的隐私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那场 让朝廷大军焦头烂额的战士 不难发现 这对西楚双臂一左一右 拱卫西楚 对手有严震春 杨慎信 卢生相 吴仲轩 陈之豹等人 无一不是当事兵法大家 虽然后期战士开始倾斜李扬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杀场以外的因素 使得卢生相 陈之豹两人并未亲力出兵 但西楚大体上 依旧能够保持军事 疏为不易 所以说 叩谢两人在刘州再度联手 我很期待 唉 如果说刘州的对手 是擅长骑兵的董卓 而不是用兵持重的黄宋蒲 我会跟很多人一样不放心 事实上啊 刘州方面 我真正当作心腹大患的人物 是那位导致烂陀山 导向北莽的 夏纳波 重谈 所以王爷这次专门给重谈那小子 安排了一顿大餐 留在梁州关外的吴家九十旗 将会在徐衍兵的带领下奔赴西域 配合曹伟一起截杀重谈 徐凤年低头望向北莽南朝疆域地图 北莽军力极为强大 否则也不会让我们北梁如此头疼 但是北莽庙堂那边种种弊端 击中难返 远比我们北梁想象中要更为暗流涌动 之所以这次孤注一掷 要以刘州作为破局所在 真正意义不在梁莽边境战场 而在北莽内部 我要让北莽耶律慕容两心 南朝北亭两座官场的对峙 从幕后走向台前 让那个扬言要将我们头颅按经两脉的老妇人 再也无法用铁蓝弹压局势 这个思路很有意思啊 阎文鸾神情复杂 看着陈云垂何众乎 这些与自己一同戎马生涯的老家伙们 我们老了 虽然还骑得马 挽得攻杀得人 可是比起玉鸾刀那帮年轻人 毕竟还是老了 屋外秋风渐起 池暮之年的老将燕文鸾 不知为何望向屋外 正正出神 老了就老了 那就最后再扶年轻人一把 我相信刘周那些年轻人能够带来惊喜 我也相信屋内诸位能够守住巨北城 徐凤年略坐停顿 伸出手重重按在桌上那幅两莽形式图上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我北梁铁骑 甲天下 议事结束后 徐凤年带着徐北纸专程去一座小院 拜访老将何仲乎 到了以后才发现燕文鸾也在 四人围坐石桌 徐凤年看着南野满脸疲惫的左骑军统帅 有些忧心呢 何仲乎的身子骨在最近一两年里突然糟糕起来 给人一种日薄西山的木器感官 先前徐凤年拿左右骑军开刀 有拆东墙补西墙嫌疑的补充其他骑军实力 例如抽掉兵马给曹伟等人 那也是何仲乎率先响应绝无意义 在这一点上绰号锦浙姑的右骑军主将周康显然就要逊色许多 明里暗里都有颇多怨言 虽然徐凤年私下也笑骂过周康是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但毕竟当年周康是为他送行的数百老族之一 有送行之一 徐凤年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今日徐凤年之所以特地立临此地 就源于一场左骑军内讧风波 徐凤年就是要先来听听何仲乎的想法 不到万不得已 清凉山不会插手左骑军事务 相信阎文鸾这趟火急火燎赶来 也有几分给老友撑腰 给整个北梁边旗瞧一瞧的意思在里头 小院四人不饮酒也不喝茶 何仲乎似乎没想到年轻藩王会大驾光临呢 满脸惊喜 王爷 有件事想必你也听说了 李彦超那小子就是头望恩负义的白眼狼 何仲乎一手把他带到今天的位置 对他比亲儿子还近 无非是没给他一个左骑军主帅 那小子竟敢就要造反 想着跑去给周康当副手 这个小王八蛋带兵打仗的确不差 可品行不断 以后绝对要用而不能大用 撑死给他当官当到一军副将 徐凤年还真没料到极少流露情绪的阉文鸾 会如此的大动弹祸 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应对 事实上 徐凤年对名声在外的李彦超并不陌生 李彦超是北梁四崖之一 与典雄处 唯辅成和宁额梅三人齐名 战功卓著 在边军中 是除去燕文鸾 陈云垂 何仲乎这波春秋老人之外 仅次于刘继奴寥寥几人的肖将 只不过跟龙象军副将李莫帆 和幽州曹晓交相似 性格偏激 士工傲物 都是出了名的刺头人 毁欲参半 何仲乎瞪了一眼 燕文鸾 转头对徐凤年说 王爷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拦是拦不住的 既然周康许诺将来会让李彦超级人右骑军主帅 就由他去吧 燕超这孩子在左骑军里征战多年 立下的军功也足以当起这份前程 人往高处走 没有错 说实话只要李彦超还留在关外 是在左骑军校里还是转去右骑军爬升 对我而言并无区别 再者左右骑军极端排外的传统也确实不利于北梁 毕竟流水不服 护输不渡 就算没有李彦超这件事 我原本也想让左右骑军进行一些武将互换 当初我对北梁境内三周军武大局整合 只设置十四十拳校尉 但是第一场两莽大战在即 我怕动静太大导致边军部门会影响到战局 这才没有驱动关外边军 阎文鸾 眯起那只毒眼 沉默不语 边军改制 阎文鸾并不反对 但是让这位北梁部军主帅感到不太适应的一点 是年轻藩王这么不拖泥带水的当面提出 尤其是此时左骑军内乱横生之际 在何仲乎即将因病退出边军之时 这些话就显得有些肃杀含义了 何仲乎亦是心中感慨万千哪 不知该从何说起 老人满脸的颓丧落寞 眼神恍惚 何仲乎的老太病容是英雄耻慕 而这种无可奈何的英雄耻慕 徐凤年很熟悉 待徐凤年和徐悲止离开院子 徐悲止眉头紧皱 哎 橘子 是不是很奇怪 我为何不帮着何仲乎安抚左骑军 何仲乎也就罢了 你就不怕惹恼了阎文鸾 不怕两位老人觉得你心性良博把你当成一个刻薄寡恩的藩王 徐凤年和徐悲止并肩走在阴暗巷隆中伸出一只手贴在墙壁上轻轻抹过 那你就当我是欺负老好人吧 难道不是 整个北梁边军谁不知道紧这姑的暴脾气 会嚷嚷的孩子有糖吃 所以你这个北梁王才对右骑军事事审让 说到底何种乎沦落到此番地步 你算半个罪魁活手 徐凤年说了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言语 徐小以前很喜欢念叨过一句话 人恶天怕天不怕 人善人欺天不欺 以前我觉得这种大道理都是屁话 后来才发现大道理之所以是大道理 是因为真的很有道理 我就知道 你不会就这么让何种乎窝窝囊囊的离开左骑军 我对玉鸾刀寇江淮 谢西锤这些才华横溢的外乡年轻将领 当然很看重 但对何种乎这些追随徐骁荣辱与共的北梁老人 那种感情 徐凤年没有继续说下去 不过徐北纸感受得到 那种感情大概就像是自己家中的长辈 既然如此 那就去会一会李彦超 千万不要一起用事 李彦超其实意味着很大一波北梁边军将领 野心勃勃 战功显著 一心向上攀爬 李莫帆 曹小娇皆是如此 这些人跟阎安文鸾何众乎相似又不同 徐家的家业是大将军和身边的老人打下的江山 更是年轻一些的不可能奢望人人都像刘继奴那么淡薄名利 而且大战在即有野心不是坏事你要泼些凉水不是不可以但总不能让人觉得自己被剥光了扔到冰天雪地里 以前听说书戏文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叫做含了众将士的心 这道理我懂怎么听着不太对劲呢 哎还是橘子懂我呀 徐凤年嬉皮笑脸的伸手去跟徐北纸勾肩搭背 徐北纸没好气地挣脱开去 一边连回去 就在两人满来拐去来到另外一栋院子的时候 刚好有名轻壮岁数的武将从他们身后一路狂奔屁颠屁颠地往院子里处 也许是情况紧急撞开了徐北纸的肩膀大步踏上台阶后 悠然不罢休大大咧咧地转头瞪了一眼 结果这冷不丁一瞧顿时就浸若寒蝉 当过灵州刺史的徐北纸他不认的 可是堂堂北梁王他岂会认不出啊 不等这位左骑军汉勇校尉请罪徐凤年岛 哼是不是给李彦超通风报信来了 好给他提个醒 本王刚刚去过了何老将军的院子 这位校尉顿时满头冷汗 搭拉着脑袋如丧烤笔 徐凤年一笑置之 走上台阶跟这个校尉擦肩而过率先跨过了院子门槛 院内人声鼎沸聚集了不下十位边军武将 年纪都不大 可是头衔都不小 众星拱月围着一个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将领 正是那左骑军第三副帅李彦超是根正苗红的左骑军出身 声望极高 自然而然被视为未来左骑军掌舵人的不二人选 众位武将看到这位大驾光临的年轻繁忙 震惊之后 所有人都从椅子凳子上不约而同的猛然起身 抱拳陈生 末将参见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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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手脚无措 站在徐凤年和徐北纸身后的那名左骑军校尉 也赶紧小跑着到了同僚队伍中 这才如实重负 一位武将连忙给年轻繁忙腾出两条椅子 徐凤年和徐北纸坐下后抬手向下虚暗两下 诸位都坐下说话 今天不是军务一事 不用讲究繁文入节 所有将领在看到李彦超坦然落座后 这才小心翼翼各自坐回原位 被抢了位置的两位武将就站在不远处 一个个眼神是熠熠生辉 睁大眼睛看着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新凉王 年轻藩王为何会出现在小院 他们心知肚明 肯定是奔着李彦超 夫妻离开左骑军 转头右骑军仪式来了 但是整座北梁道 谁不知道那玉鸾刀是新梁王的心腹爱将 甚至不惜以藩王尊贵身份 还在那只幽齐新营里挂了名 而这次风波的起源正是老将军举荐 玉鸾刀进入左骑军 李彦超神色平静 但是眼神深处透露出浓郁的心有不甘 与李彦超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军校尉们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唯恐年轻藩王肘然翻脸 到时候他们这些家伙该怎么办呢 哎 这里有没有酒啊 有的话 拿出来 王爷 我们这趟随主帅进入淮阳关 不曾带酒 徐凤年转头对徐北纸说了句 劳烦你一趟 徐北纸点了点头 起身离开院子 自然是去跟楚露山打秋风了 徐凤年在徐北纸离去后玩笑的 喝酒之前的 有件事要跟各位说明白 以前本王曾经在虎头城内和刘继弩 楚汉清马吉利这些人喝过一次酒 然后他们就都死了 你们怕不怕呀 李彦超 抿起嘴唇 那张棱角分明的婴翼脸庞 欲发显得深刻 领头阳李彦超不说话 这小院气氛就尤为沉闷凝重 先前撞了一下徐北纸的那个秀位 眼珠子转动 打哈哈出声 能跟王爷喝过酒 足够末将等人回到左旗军后 好好跟下手们吹去他个三五年 随死不怕 在座各位不怕战死沙场 我毫不怀疑 我们北梁边军呀 不怕死不奇怪 如果说有谁怕死 那才奇怪吧 这句话一出来 就连李彦超都扯了扯嘴角 有几分会心笑意 其余武将更是轰然大笑 徐凤年玩笑过后就不再说话 北梁王沉默 李彦超跟着沉默 那么所有人就只能乖乖地眼观鼻鼻观心了 徐北纸从都护府拎了两坛绿衣酒过来 徐凤年拍开一坛酒的泥风 小院里有些悲玩 像徐凤年和李彦超两位 肯定是分道承酒更多的大白碗 其余将领校尉就看着办了 唯独徐北纸没有喝酒的意思 也没谁敢劝这个酒 徐凤年端起酒碗 敬各位 李彦超和众人举其杯碗 敬王爷 徐凤年一饮而尽后 没有继续倒酒 唉 酒喝过了 那本王就随口说几句 这次请你们喝酒 谈不上敬酒罚酒 只不过是借这个机会见见大家 本王不认识各位 但如果说谁自报了姓名 本王也能够说出你们的履历军功 这些东西 浮水坊谍报上早就有 我也一字不差都早早看过 比淮阳关都护府的档案还要详细 徐凤年瞥了眼另外一坛还未开封的绿衣酒 然后望向李彦超 你觉得在左骑军爬升无望 就想去右骑军争取战功当上义军主帅 对于一名武将来说 这没有什么过错 而且我刚刚从何仲乎的院子过来 老将军也没觉得你对不住他 反而还劝本王来着 生怕本王在以后的日子里 给你李彦超穿小鞋呀 李彦超 欲言又止 老将军这十几二十年中待你们如何 你们比我更有体会 不用本王多说什么 北梁边军在徐霄手上 就只看军功不认出身 所以你李彦超在何仲乎的左骑军是杀敌 在周康的右骑军一样是杀敌 也许有了有望机身主帅的盼头 杀敌只会更多 但是老将军到底还是老了 就像我徐凤年 天不怕地不怕 什么都不怕 可还是会怕看到徐霄生前那几年的光景 走到清凉山山顶都要歇息 我爹徐霄也好 把你们当儿子的合众乎也罢 等到他们真正老了的时候 知道什么 才会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扶老吗 那就是觉得自己的儿子出息了 他们才敢承认自己老了 徐凤年站起身 看着李彦超和左骑军众人 今天在那座院子里 我没有看到什么经历过春秋战事的北梁左骑军主帅 就只看到了一个老人 所以我来这里请你们喝一坛酒 也希望剩下一坛酒你们能带去请那位即将离开沙场的老人 请他喝上一碗让老人不要带着遗憾离开边关 寂静无声 李彦超默默起身捧起了那坛绿衣酒走出小院 到头来只留下徐凤年和徐北纸 徐北纸叹息一声 我本以为你想杀人呢 谁说我不想了 说着徐凤年给自己倒了一碗酒 徐北纸一愣笑了起来 来 给我也来一碗 梁州城内又新创白马书院 不同于之前青鹿洞书院皆位于山林圣地 这座书院建于梁州城闹市 刚刚从京城至世还乡的理学宗师姚白峰担任首任院主 不但清凉山王府赐书六千卷 北梁王徐凤年更是亲自赐贬 北梁道经略史李公德新任梁州刺史鹿东江 幽州刺史谎言皆有私人赠书之举 一时间 北梁的达官显贵和豪华士族纷纷跟随 无不以捐赠真本给予白马书院为荣 这让白马书院也完成了一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就是在书院创建首日藏书楼便达到万卷之多 因此书院藏书楼也以万卷命名 除了姚白峰担任院主之外 想遇江南的龙虎山白莲先生白玉 与就任灵州刺史徐北纸同时出任赴院主 青鹿洞书院山主黄商等赶赴北梁扎根的中原大儒也允诺 会按时力临白马书院讲学 甚至传言 那位当年率领数千世子赴梁的王继九也答应会与上阴学宫联系 保证每年都会从号称天下读书种子出处的上阴学宫 引荐一位祭上先生入梁授业 以年为期 年年不同 本就是清流明事的梁州父母官陆东江坑是无比的热络 将扶持白马书院作为上任之后的第一把货 对书院一切事宜大开方便之门呢 一副恨不得把书院讲堂当作刺史府邸的架势 三天两头的就往白马书院跑 更从陆家名下画出了六百亩良田 以梁州官方名义赐予书院 这让原本对陆氏一组颇有怨言的北凉官场顿时刮目相看 就连原本与陆家关系趋于疏离的附近略使宋栋明 也再次私下宴请了这位曾经以书法直达天厅的陆伯科 初秋时分 梁州城内一架马车缓缓驶向闹市 马车很普通 也无护其跟随 马夫倒是个不像马夫的中年男子 车帘子一直掀起一脚 车厢内内人就那么安静地望着街上的画面走马观花一般 路经一间新开业大吉铺子的时候 马车缓缓停下 马夫安静等待主人的吩咐 不敢擅自开口提醒那座书院众人正在耐心等待他的到来 提着帘子一角的年轻人看着那间店面 记得以前每次仙衣怒马返程的时候都会去那里买一大油纸包的酱牛肉 他也正是在那儿认识的呵呵姑娘 当时从未想过那间铺子的旧主人便是黄三甲 那时候呵呵姑娘的那只古怪大猫还活着 记得当年也是在这附近 与东西姑娘久别重逢 也初次见到了那个一心想着要成佛烧出舍利子的南北小和尚 更有个烂坨山僧人非要他去西域 让他与那位日后在香帆城门口惊为天人的白衣菩萨双修 那会儿他还觉得是他老牛吃嫩草来着 他太不要脸 他也太吃亏了 所以没答应 这些动人女子等到真有进水楼台的机会 反而没了那份情爱心思见时仍觉得好看但却不必拥有不见时更不会挂念 年轻人放下帘子马车在白马书院门口停下 宋管事去白马书院 这几年是不是闯入清凉山的刺客不多了 王爷大概是那帮鱼不可及的江湖草莽终于看敲了 今年的清凉山还不曾有过一次自杀 太平的很 府上很多人都有些不习惯了 哼 的确少了很多钓鱼的乐趣 对了 似乎抛头露面的游侠儿也少了很多 如今江湖高手想要在王爷眼前抖落本事 也太为难他们了些啊 白马书院这边并无兴师动众的迎接阵仗 徐凤年站在街边仰头看着白马书院的那块匾额 唉 不曾想咱们梁州也能有书院开张的一天 都是王爷的功劳 天底下总不是人人都瞎了眼或是给猪油闷了心去 公道自在人心呢 嗯 宋渝啊 你这些年拍马屁的功夫一点没落下呀 别人当面说好话总是不如你反驳归真 北梁青梁山王府大管家宋渝不露痕迹的瞥了眼马车附近的情景 其实除了他们这辆还有四五辆马车 一样不显权贵遮瑟人的风貌 宋渝知道今日除了王爷大驾光临 其实还有六七位将军同时立临书院 不是什么巧合 而是白马书院在副院主徐悲指的提议下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邀请武将为读书人来说沙场事 莫说这在别处书院是从无有过的事情 恐怕在那座天下书院的老祖宗上阴学公也从未有过这般多多怪事 据说今日携手造访白马书院的北梁功勋老人 便有前不久重返边军 却暂时没有实际掌权的于铁山刘元济两位老资历富帅 七八位无一不被春秋硝烟熏过的将军 都是白马书院真正的主心骨徐悲指盛情邀请到白马书院的第一波老航武 宋渝稍稍放缓脚步 跟随徐凤年一起走向白马书院 白马书院大门匆匆走出一位年纪轻轻的青山柿子 四处张望 看到徐凤年和宋渝后微微发愣 知觉告诉他眼前男子极有可能就是徐凤年 可是如此的轻车简从 又怎会是那位成功搅动天下大势的北梁铁骑之主啊 徐凤年登上台阶 看到门口摆放有一只简陋木架 横栏上既有一串精致玉钩 用以悬挂刀剑 徐凤年曾经在青鹿洞书院创建初期 跟山主皇商允诺 以后无论是哪一位北梁武夫 无论官闲高低想要进入北梁书院一律要摘下配刀 而此时木架上便挂有七柄北梁刀 木架玉钩玄战刀 徐凤年走到木架之前看着那一柄柄战刀 大多老旧竟然没有一把是最新的徐六刀 其中有一柄刀鞘磨损严重的战刀 甚至是也许能够称为孤品的初代徐家刀 要知道即便是在清凉山 也没有一柄初代徐刀了呀 徐凤年摘下腰间良刀后 轻轻挂在架子上的左侧最边缘的一只玉钩上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如此一来徐家六代战刀都凑齐了 年轻世子有些惶恐 终是反应过来赶紧坐一 封唐骏 戴远杰 参信王爷 冀州封唐骏 焦安先生是你何人 你可是戴家远资辈子孙 戴远杰更是惊讶呀 没料到堂堂藩王会听说过他的爷爷 他们戴家曾是旧北汉世代赞英的豪门 近三百年来家族子孙便以淡泊明智 宁静致远八字排辈 到了戴远杰这一带刚好轮到远子 只不过戴家与许多春秋豪门一样随着城王败寇的那场不易战事落幕 戴家就此沉沦 家族子弟恪守焦安先生定立下来的规矩 学而不是 戴家的藏书楼八百铁剑楼曾是春秋中的六大书楼之一 尤其珍藏有凤板善本百余种 经课本 抄本 教本 更是不计其数 旧北汉被徐霄带兵灭国后 原本一向不介意外人登楼的戴家藏书楼 便不再对外开放 便是家族子弟也不可轻易登楼砍书了 这位家学渊源的年轻世子抬头正色 正是家族 听朝阁的凤板孤本真本 有半数都是早年我们徐家从你们八百铁剑楼勒索来的 你这趟如果来北梁 是讨要那些书籍的 我回头让人整理一番 尽量元树奉还 戴元杰第一次听闻这一桩密闻 爷爷从未对他提及此事 一时间竟比徐凤年还要尴尬 他一接文弱书生 能有几个胆子来北梁跟这位西北藩王秋后算账呢 书摆在听朝阁那里 也是吃灰 还不如还给你们代价 但是事先说好 书可以还 但前提是你们代价书楼不可避肘自贞 需要对别姓子弟和外乡世子开放 这件事情你可以先跟焦安县上商量一下 当然这是个不情之情 焦安县上未必会答应 但不会影响你在白马书院的求学 你带远杰放宽心便是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把那些凤版书籍以你代价的名义赠送给白马书院 你也可以在家书里与焦安县上明言此事 王爷海量 带远杰一番权衡之后 如实重负 再次作医 心悦成福 徐凤年 亚然失笑 有些到嘴边的话还是被他忍住了 其实当年徐肖是靠着刀子才借来的书 如今无非是因为他徐家的数十万顶粮刀还在 还书一世才会显得海量 其实这事归根结底是他徐家不占理 徐凤年跟着年轻世子走入白马书院 年轻世子没来由的回望了一眼那座木匠 春秋之后徐家六刀 列阵于此 在下孙希记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354集 白马书院遵循中开讲堂左右斋设的旧质而建 三百求学誓死就住在那东西六时间斋设之内 常年待在书院授业的先生暂时只有19人 姚白峰徐北纸都在此恋 而复院主白玉仍然要主持清凉山那边的官邸事务 但是书院接下来打算在今年秋冬邀请的临时讲学先生多达20余人 一大串的名字足可谓阵容壮观 徐凤年跟随代远杰缓步其中最终在藏书楼前的空地停步 姚白峰与刘元济玉铁山这些功勋老将围坐在一起晒太阳 而徐北纸则领着一帮书院年轻世子在晒书 从京城国子剑祭酒位置上退下来的姚白峰看上去是精神绝朔 并非像黎阳朝廷传闻那般老朽不堪因病辞观 看到徐凤年的到来 刘元济玉铁山这两位早年的北梁边军副帅 没敢以老卖老立即起身相迎 尤其是家族子弟横行相礼却不自知的刘元济显得有些心虚 徐凤年世袭网替前夕曾经在那场关外演舞的时候 刘元济被旧日同僚临斗坊指着鼻子骂得狗血临头 气得蹊跷生烟的刘元济赶回府邸 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个在自己跟前个个攻紧的不孝子孙 全都喊到了祠堂 以不怕错杀只怕错过的姿态 把家里上上下下二十几个姓刘的后辈 让他们跪在地上亲自用皮鞭一人狠狠抽了一百鞭子 当天府上七名管事被打死了三人 刘氏年轻子弟的半毒全都卷铺盖滚蛋了 从那以后刘府加封为之一速 刘元济更是闭门谢客 直到左旗军统领何仲乎烧画给他 说要他们这帮老头子重回边军效力 刘元济这才扭扭捏捏 露面见人 徐凤年跟众人打过招呼后 看到莲子营老族临斗房恍然大悟 那柄徐家初代战刀肯定是这位独臂老人的珍藏啊 记得早年徐骁心心念念了很多次 说如果当今天下真还存有初代虚刀的话 那多半就是当年亲自赠送给林斗房 当作两家娃娃亲定亲信物的那一把 只不过后来林斗房西夏并无子女 这位莲子营第一位主将在心灰意冷后 也在北梁销声匿迹 那桩亲事也只好作罢 戴远杰给徐凤年和宋宇搬来两条椅子 徐凤年接过椅子后 没有名正言顺的挤占姚白峰那个中间主位 而是随意放在了林斗房旁边落座 至于青凉山大管家宋瑜更是干脆没有接过椅子 笑着摇头拒绝了 摒弃宁神站在了远处 姚白峰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微微一笑 然后脸色转为凝重 王爷 敢问广陵道春雪楼变故 青凉山可有插手啊 在姚白峰抛出这个问题后 即便是林斗房玉铁山这些老将 原本一态闲事的坐姿都瞬间变成正金危足 徐凤年脸色如常 我倒是想有点关系来着可惜没有啊 姚白峰凝视着这位年轻藩王略显狭长的眼眸 久久久无欲似乎没有抓到预料之中的端倪 老人叹息一声 乱世之想啊 才过了短短二十余年太平世道 怎么就沦为这般光景了 姚先生是觉得为何这天下除了两莽边境狼烟四起 怎么就连中原也要兵荒马乱了吗 王爷无需如此挖苦 老夫扪心自问 从未觉得为了中原安稳 北梁将士就应该战死边关 今日中原乱想 朝廷难辞其咎 黎昂薛番和一支地方武将势力两世人 大方将是对的 但是落在实处的具体手腕 太过酷吏了 比如严震春杨慎信这波手握兵权的老人 星象赵氏毋庸置疑 还有那淮南王赵英 其实也根本不用战死沙场 恰恰相反 这些人正是黎昂的元气所在 让其老死病榻虽然拖泥带水 但远比用一场处心积虑的广陵道战事 来干脆利落的死人夺权 也许要好得多 还有 黎昂文武百官谁都不是傻子 如果说给我爹恶事还在承受范围 那么老首府张巨鹿的晚节不保 尤为寒心 当今天子不能说是昏君 原本应该被称作中兴之君才是 种种错取 例如增设馆额 破格美式严震春等等 也算大卫庙堂文武之心 只可惜有些事情吧 身为臣子的张巨鹿做得好 作为君主的赵传未必就能做好 最少他的时间就不够 现在中原乱象乱在何处 乱在人心罢了 淮南王赵英怀孕而死 焦东王赵虽欲遇而退 靖安王赵寻战战兢兢 取魅泰安城 广陵王赵义自无名声 要求侍习网替 那么烟斥王赵炳的起兵北上 也就在情理之中 李昂武将 不说炎阳那些老人 年轻一辈中 卢生像蔡南 唐铁霜等等 相信这些人一样都会有一些 难言隐痛 如果张巨鲁没有死 哪怕已经离开庙堂退居江湖之远 又甚至只要不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今日中原绝乱不起来 不管如何 百姓何其无辜 自大秦立国起 八百年以来 分分合合战火不断 哪个朝代的百姓不是无辜 而且先生不管如何这四个字 太过轻描淡写了 那皇帝赵传哪怕有千百借口理由 但只要他还坐在龙椅上 这场祸事 就得由他来负担 就像我徐凤年挡住了北蒙马蹄 没有任由他们长驱直入中原 朝廷不念好 我根本不在意 如果挡不住 第二场两网大战输了 以后轻使骂名也好 当时的中原百姓戳着我的几两股骂也罢 我一样还是不会在乎 蹲在不远处翻书晒书的徐北纸 转过头来重重咳嗽了一声 这些大话屁话晦气话 少说两句 你北辽王不在乎 我徐北纸还在乎呢 还有啊 姚先生是咱们白马疏远的院主 你给我客气先 徐凤年无言以对 有些吃别 哈哈哈哈 无妨无妨 王爷今日肯说这些不讨喜的言语 我这个脖子都埋在黄土里的老头子 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那是当然 咱们王爷是地地道道的北梁老爷们 是实在人 从来不说黎阳朝廷那边狗屁倒造的官腔 哼哼 王爷祖籍辽东锦州 何况也不是出生在北梁 你刘老三这辈子拍马屁无数 就没一次上得了台面 刘元祭 那是天不怕地不怕 对大将军徐霄也是静而不畏 唯独畏惧临斗房 这个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兄弟 否则当初到头来整个北梁就只有林斗房 赏给了刘元祭几记老权 如果不是玉铁山等人拼命拦着呀 估计刘元祭还要被踹上无数脚 玉铁山欲言又止 徐凤年眼尖呢 玉老将军有话直说 王爷 咱北梁当真要依靠那些年轻人 把三十万铁骑和北梁存亡都交付刘州战士 这一次轮到姚白峰咳嗽一声 偷偷丢给徐北纸一个眼神了 毕竟附近那些晒书的书院世子鱼龙混杂 涉及边关大事 不得不小心行事 谨慎对待 徐凤年摆了摆手 没事 现在在这里说这个已经不会泄露军务了 谢西锤在前往刘州之前曾经私下问过一个问题 是希望北梁三十万铁骑人人轰轰烈烈战死关外 然后问心不愧的带着遗憾等待北梁四周沦陷的结局 还是赌上一把 有可能会背负千秋骂名 被骂作一位不懂军事却贪功冒进的手边藩王 被后世史家认为是纸上谈兵的典型 却为北梁活得一线生机 一干老将都陷入沉思 林斗坊第一个回国神来 王爷这么说 我今天就算没白来一趟 回头喝两斤绿衣酒 原本那一肚子脏话骂话就先放着 要是万一打输了 到时候去清凉山的碑林 指着那块墓碑 捡起来肚子里的东西在吗 林斗坊 这也骂王爷呀 既然当了北梁王 何况手上还有世间战力最强的精兵 那么打大胜仗就是天经敌义的事情 当年大将军连大半座中原都打下来了 现在王爷凭啥挡不住北马蛮子 姚白峰一连匪夷所思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 林老将军这话厚道呀 性情最是平和的玉铁山 芒不迭地打圆场 老林啊 这还没喝酒呢 咋就说起酒话来了 王爷 别跟这头酱牛一般见识 老林这人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咱们这帮老家伙里头 不当着王爷面的时候 就踏醉护着王爷 被揭穿底细的林斗坊横眉瞪眼 徐凤年笑眯其眼满脸真诚笑意 玉老将军 我心里有数 林老将军毕竟差点做了我的老丈人吧 不向着我才怪呢 王爷这么去 再看看林老头这副磕尘模样 就算真有闺女 也绝对配不上王爷呀 林斗坊差点就要一脚踹向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刘老三 只不过年轻藩王和姚白风都在场 这才好不容易忍住 姚老先生 我有个提议 白马书院能否安排一些世子 定期去往梁州城内外的村野私塾 为那些出身贫寒的蒙同讲学 授业内容不用太细致 粗浅即可 一来呀 不用耽搁世子的书院的学业 二来 那些孩子也听不懂高深内容 因为我希望我们梁州未来的读书种子 能够越早了解中原的风土人情 希望他们知道在寒苦的北梁家乡以外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让他们生出读万卷书 更正出神 半赏无言语 藏书楼前的空地上 秋日的阳光里 那些帮忙晒书的年轻世子 也许听不清楚那边的言谈内容 但人人都可看到那一幕 那位逃离遍天下的理学宗师缓缓站起身 对那位年轻藩王毕恭毕敬的作依 低头时热泪盈眶 我摇白风 我白马书院 为北梁所有读书人 拜见北梁王 秋日气爽 一辆马车在梁州城郊外停下 玄刀配玉的年轻公子哥走下马车 手里拎着一壶刚刚买来的绿衣酒 举目望去 三三两两的柿子树错落在平原之上 一簇簇亮黄色坠在枝头 勉强让贫瘠的西北之地 好不容易能与丰收二字沾上点边 年轻人缓缓前行 最终来到一栋并无土墙环绕的茅舍间 那屋后长着几颗奇奇怪怪的 歪脖子苍鱼 屋子已无主人 年轻人走到一块树墩子前 蹲下身 弯腰用袖口抹去尘土 然后坐在上头 他把绿衣酒轻轻搁在袍子上 瞎子老许 给你带酒来了 也许在很多年前 西磊臂战场上有个老字营的年轻士族 腿没有瘸 眼也没有下 却也像这般光景会在太阳底下打盹 只不过那手中拐杖换成了铁毛 也许不远处正有一杆许子大旗在风中烈烈作响 如今已是降服三年入秋了 瞎子老许早就死了 老人没有活到喝年轻人喜酒的那一天 年轻人也曾经答应过老人 老人死后会亲自为老人抬关送葬的 可年轻人没有做到 他没有去瞎子老许的坟头 只是把那壶绿衣酒轻轻倒在了数墩子前的地面上 徐凤年弯腰倒酒 老许啊 酒是卖酒西施那偷偷买来的 如今世道不太平 又要马上打仗了 咱们北梁开始禁止民间私自酿酒 所以这壶酒可不便宜啊 如果不是熟人铺子还未必敢卖给我 老板的女儿呢 如今抽调得水水淋淋的 女大十八遍真是没错 听说那丫头如今 相中了一位年轻的外乡侍子 正在她家附近的私书教书呢 我先前买酒的时候 老板娘还打趣来着 说我去晚了 她姑娘其实等了好几年 你看 我当年果然没跟你吹牛吧 我就说那丫头眼光好 否则也挑不中我 话不成声 只剩乌野 不知过了多久 徐凤年把酒壶留在那树墩子上 起身离开 马车返回清凉山 在徐凤年刚回到清凉山时 一名龙门官员就火急火燎赶来 跟他禀报说是 附近略使大人有要事相伤 当他看到宋冬明亲自站在那片低矮官邸 乌社前等候就知道 消息不管好坏 但肯定都不是小事情 否则以这位西年黎阳处像之一的沉稳 绝不至于这样坐不住 果不其然 宋冬明等到他走近后 一起转身走入居中内建官邸 四个消息凑一起了 分别跟刘州中原京城和北盟有关 都王爷权杭 那就先说刘州那边的消息 最靠近西域的风向军阵那边传来一封紧急谍报 曹卫和谢熙锤擅自更改了都护府既定策略 选择主动出击 想要在密云山口内一鼓作气 吃掉重弹步齐军 应该是蓝陀山僧兵 没有跟随重弹齐军一起动身 即便如此 双方兵力依旧差距不大 这么硬碰硬还命 岂不是违背了刘州用兵的初衷 如果密云山口一役 我们没能全歼重弹步齐军 那这场仗才会没有意义 甚至可以直接说 因为他们的贪功冒进 导致整个刘州陷入极大被动 但是既然连谢熙锤都愿意陪着曹卫射险而斗 嗯 我相信他们的眼光 唉 这两个家伙真是不让人省心 唉 万一打赢了也许会有意外惊喜 倒也是 如果重弹步齐军全军覆没 也许烂头山就要重新点亮点亮了 中原那边有什么消息 是温太医马忠贤两人终于不在曹梁仪式上下半子了 这算不得什么轻要消息 哦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局势变动 宋动明和徐凤年在议事堂分别落座后 那位原本对朝廷中心耿耿的靖安王赵荀刚刚投靠了两位叛变藩王 徐凤年愣在当场 哼 代价而故 这一手真漂亮 我估计这位审师夺师的藩王把自己卖出了一个天家呀 难不成赵炳陈之豹两个 要把赵荀推出来当皇帝 嘿嘿嘿 王爷异于重地 徐凤年陷入沉思 如果加上中原幽履之地的靖安道 再加上早就被陈之豹控制在手上的西蜀南兆 那么现如今整个广陵江以南地带彻底的连织同气 黎阳半壁江山就已经进入三番之手了 这种时候率先起兵且实力最为雄厚的烟齿王赵炳 看似最有资格登基称帝 与黎阳正统化疆而至 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赵炳最不适合早早把满袍换成龙袍 不管宋玉树在那封诏书里把黎阳皇帝说得如何不堪 但是朝野上下 尤其是以江南道为首的天下士卒仍然是心向太安城的 赵炳不适合当出头鸟 名不正言不顺的外星人陈之豹更不适合 那么靖安王赵寻就成了勉为其难的人选了 对于赵寻的一步登天 徐凤年倒没有什么酸意 只是有些忍俊不禁想起那个世袭网替前后两次被自己丢入春神湖的可怜家伙还真给他坐龙椅穿龙袍了 徐凤年收回思绪 中原再乱也就是那样了 对了 太安城那边又有什么动静吗 宋冬明习惯性用拇指和食指摸缩着腰间玄佩的一枚玉佩 应手间几个掌权太监都出动了 正在赶往咱们北梁的异路上领着新鲜出炉的一大堆圣旨告斥 一大堆 哼 要不然哪里需要三四个应手间宦官齐齐出马 其中最主要的是你的大祝国头衔 还要对刘继奴王灵宝等北梁边军将领的追风 比如太安城追封刘继奴唯一等伯爵 此绝名克敬 之外就是给陆尘燕王出动两位未来王府精心准备的告辅身份 应手间那波宦官之所以走得比较慢 大概是想要等着你的轻视 以便求个三喜临门的彩头吧 由此可见 这回太安城的诚意比起前两次实在是云泥之别 徐凤年陷入沉思 宋冬明没有打搅这位年轻藩王的思考 安静望向屋外 亦是思绪翩翩呢 宋冬明总算是明白了 在黎队阳官场私会其实不难 太安城容得下齐阳龙桓温这样德才兼备的读书人 也容得下温守人进兰庭这样孤名钓鱼的读书人 容得下司马普华这些一位宫门修行的读书人 可是容不下那些心底坚持民为贵君为轻的读书人 同样也容不下公无可封之人 黎阳和中原为赵家当官义 为百姓做事则未必容易 所以宋冬明越来越认可北梁了 在这里做事情相对简单 但是与此同时宋冬明也清楚 这种可贵的简单 如果将来北梁徐家不再仅限于是北梁到四周之地 一样会迅速变质 甚至有一天矛盾会出现在徐凤年与众人之间 这一刻宋冬明是白敢交集啊 此时他耳畔响起一个嗓音 宋大人 北莽那边什么事情 呵呵呵呵 那个化名樊白奴的北莽郡主从冀州入关 辗转到了我们幽州 向黄府拼自报名号 最后在同关齐军的护送下 大概在两天后就要到达清凉山 他来做什么 我也猜不出 不过他身边带了几名护送 解释北庭王帐的窃学位 哼 梁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闹了 宋冬明神采奕奕 锋芒毕露 摊开手掌 然后钻紧 天下归属 尽在我北凉一念之间 这种话 徐露 徐露 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听了 呵呵呵 难道王爷不喜欢 呵呵 天底下哪有不喜欢被拍马屁的人 说完这句话后 徐凤年神色有些落寞 徐霄在功成名就之时 在他渐渐衰老之后 也许那位老人此生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听到自己儿子说过他的一句好话吧 一只五百人的同关旌旗 护送一架马车来到了梁州城外 亲自领军的校尉 新印马 并没有与当地驻军碰头 而是梁州城浮水房的两名头目过来接手 然后带领那辆马车悄然入城 直奔那座由春秋老将杨慎兴坐镇的富杰度使府邸 从那马车上走下一名头戴密离帽的婀娜女子 身边跟随三名健壮护送气态沉稳 故盼自雄如虎狼 发是古怪不似北梁人士 距离女子最近的一名中年壮汉 在打量了府邸样式后 与他窃窃私语询问了几句 得到答案后满脸怒意 身份特殊的女子立即小声训斥 那名魁梧汉子显然仍是有些不满 嘀嘀咕咕没一个消停 唯貌之下女子似乎对此颇为神色无奈 谢薛侍卫本就人人皆是草原北亭达官显贵的嫡系子弟出身 身边这位就更是不同寻常了 女子对于那名年轻藩王将见面地点放在这儿 其实也有几分好奇 在西京的珠网谍报上显示 黎阳大将军杨慎性在北梁道的日子并不好受 暂时挂在老将名下的府邸 本不该承接此等军机要务才对 只不过既然清凉山那边已经如此安排 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 他也只能被迫接受 为他们领路之人是一位神态和气的中年男子 衣着得体 不显得豪奢 却是精致欲贴 府邸管事模样的中年人身边 还跟着位正直妙龄的婢女脸庞秀气 连维帽女子都忍不住 多瞧了眼这名府上的丫鬟 就更别提他身边的窃靴侍卫了 毫不遮掩地眼神炙热 他咽了咽口唾沫 突然黑黑一笑加快了几步 伸手就要去触碰那名婢女的心细夭致 眉毛女子来不及阻挡 只不过魁梧窃靴侍卫 也没有得逞 手臂被那位不知何时转身停步的中年管事 轻轻握住 汉子使劲挣扎了一下 竟是动弹不得顿时如临大敌 眼中再无半点轻视 怎奈不管如何加重力道 始终挣脱不开那名更像读书人管事的白皙无止 中年管事宋瑜 根本没有正视那名妾薛卫 而是看着那唯貌女子 这可不是你们北莽 从来没有赠送美妾侍女的风俗 若有能耐让女子一见钟情 那才是真本事 如果没有 这位姑娘 你就老老实实约束好身边的人 否则咱们北梁这二十年来 对北莽是怎么个待客之道 相信你们并不陌生 说完这些话中年人不动声色的松开无止 那名面红耳赤的魁梧汉子措手不及 一个亮枪向后倒去 另一名年轻窃靴为悄然向前踏出了几步 伸手扶了一把这才稳住 丢了脸面的北莽汉子是勃然大怒 伸手握住腰间 那柄唯有王丈宗室方可玄配的金桃皮翘白红刀 就要一怒八道 而中年人对此无动于衷 脸上依旧是那幅云淡风轻的和颜月色 瞥了眼那个看似只长肌肉 不长脑子的北莽壮汉 如果是想要依此试探我们王爷的底线 那我这个做吓人的 就要忍不住奉劝诸位一句了 此举没意义也没意思 魁梧男子顿时收敛了暴躁神色 但仍是握住那柄华美佩刀死死盯住 眼前这个深藏不露的武道高手 与此同时握刀手腕上的淤青 瞬间消失不见了 这位先生应该并非这座富杰度史府邸的管事人吧 我在清凉山等差做点杂物迎来宋王 哼 可是王府梧桐院出身的宋大管事 父子两代人都侍奉北梁徐家的中年人 先是眼神示意那名婢女继续领路前行 然后与认出她身份的围帽女子并肩而行 不曾想郡主也听说过我 围帽女子正是化名樊白奴的北莽青鸾郡主 有着草原马上谷第一手的美誉 而樊白奴当年与前任北梁督户陈之豹的那段故事 英雄美人也曾在北梁广为流传 属王曾经在闲聊时多次提起过宋先生的父亲 清凉山大管家宋鱼皱了皱眉头 没有答话 如今的北梁 甚至大概连许多进入浮水房稍晚些的碟子死士 都不了解当年那个印象中一年到头咳嗽不断的老管事 其实跟听朝阁李一山和当今的楚禄山一样 都是浮水房的创始人 当年的梧桐院管事宋鱼 这个言语何须脾气温纯的不起眼人物 早年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忙着给无良世子殿下喝花酒付钱结账 为那些入了主人法眼的游侠而赠送黄金白银额匾 像是只会为世子殿下做些擦屁股勾当的无害家伙 就是一切的真相 而在白狐脸看遍听朝湖武库秘籍之前 其实还有一人率先完成了这项壮举 此人正是宋鱼 虽然因为年少时曾经身受重创的缘故 烙下了难以根治的病根 导致至今只有二品小宗师的体魄 但是无论眼界之高还是博彩仲家之长后的种种止玄境秘书 宋瑜可谓当之无愧的清凉山徐凤年之后第二人 当樊白奴被宋瑜领到一处湖边亭附近 几乎是第一眼就认出了那名年轻藩王 年轻藩王身边围坐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白衣书生 一位身材高大的威严老人以及与老人有六七分面貌神似的中年人 看到凡白奴一行人后 年轻藩王缓缓起身 走到台阶顶部面带微笑迎接这位悄然潜入梁州的敌国郡主 凡白奴不知为何 看到这一幕后非但没有如释重负 反而对这个姓徐的年轻人更加憎恶 凡白奴迅速压下心头的厌恶情绪 尽量让自己保持心平气和 毕竟在徐凤年这种五平大宗师面前 收收流露出一点一样就会被抓住端倪 虽然四个男人原先都在喝酒 但是亭中摆有一张小巧精致的黄花离击案 整套茶具是一应俱全的 想必这也算是北梁的待客之道了 果不其然 那名身形妖娆的冒美女婢跟随樊白奴一起走上台阶 眉眼低顺脚步清零坐在了机案一侧 动作娴熟的开始主查 徐凤年重新落座 跟摘调为貌的樊白奴相视而作 为他介绍其余几人的身份 分别是龙虎山的白莲先生 现任北梁道副节度使的杨慎姓 暂任冀州副将的杨慎姓之子杨虎臣 最后还添上一句都不是外人 他青鸾郡主尽管畅所欲言 在樊白奴自真巨拙小心思量的时候 徐凤年突然望向了亭子外的三名北莽气血侍卫 收回视线 如果本王没有记错 那种金桃皮翘白红刀 是耶律皇室在三十年前兼制出炉 总计不过十六把 除去王丈库藏的几把 整个北莽也就赐下九把 黄宋蒲柳归还有杨元赞都获得过 最近两把好像是董卓当上南院大王 和重谈升任夏娜波 庭外之人能够腰胯此刀 而且一看就是悬挂多年的旧物 本王相信身份怎么都不会低于郡主 不如一起入庭喝酒 尝一尝咱们北梁的绿椅 凡白奴眼神中闪过了一抹压抑 正要开口说话 结果这位年轻藩王下句话 差点让他愤然起身 之所以知晓此刀来历 与博文强制无关 只不过一来听朝可早就有这款刀的实样 好像正是早年徐霄在草原上 从一位耶律王爷的腰间亲手摘下的 去年杨元赞在葫芦口又留下了一瓶 王爷自然是战功显赫不输父辈 只不过无需用这款战刀来提醒外人 郡主多想啊 本王如果想跟你耀武扬威 就不会在这里接见你们四人了 你们既然从幽州而来 我让你们直奔葫芦口 岂不是更加简单省事 樊白奴猛然起身 徐凤年却是视而不见 伸手去拿起酒杯的时候平淡倒 千里迢迢来到梁州 郡主离席后想再坐下 可就没先前那么容易了 樊白奴微微一笑 转头对那名隐藏身份的跨刀窃窦位 用北莽言语说了一句 而后者大踏步走向梁亭 樊白奴也随之重新坦然落座 本王很好奇 是哪位大人物促成郡主此行南下的 正是太子殿下 哦 那么他到底开出了多大的价格 来买你们北莽皇帝的宝座 王爷这句话就说的偏颇了 将来北莽龙以谁来做 王爷今日做出的决定 确实会有不小影响 但还不至于到达王爷言下之意的那种地步 不至于 那么郡主冒着杀头的风险来北梁做什么 喝西北风 樊白奴语言又止 那位一直眼观鼻鼻关心专心煮茶的婢女 分壶完毕 本该奉茶只是不敢打扰双方 显得有些为难 郡主啊 这是今年的春神湖新茶 你尝一尝 不过梁州不比灵州 井水都不多 更别提去找山林甘泉 所以郡主将就着喝 樊白奴伸出三指接过那七分满的茶杯低头喝了一口 徐凤年在他轻轻放下茶杯后 本王原本以为是椰绿东床的寿意 毕竟此人在返回北莽之前 在邓茂的陪同下专程去武当山跟我见过一面 当时他也开过一个家 当初洪靖炎的柔软铁骑能够保持完整建制的离开葫芦口 一来当然是他失去的避而不占 二来呢 也是那桩买卖里提到了柔软铁骑的事情 加上我们的目标主要是杨元赞的主力大军 也不愿意在柔软铁骑身上浪费兵力 本王如此坦诚相见 而郡主身后又站着一位比椰绿东床更有来头的北莽太子殿下 接下来的报价 本王觉得怎么都不应该低于椰绿东床才对呀 这个消息在北莽郡主耳中堪称石破天惊 耶律东床有野心并不奇怪 但他无法无天的在第一场良莽大战尚未尘埃落定之际 就早早跟北凉王面对面做买卖 这如果被草原王帐那边证实无误 本就貌合神离的两个姓氏之间 必然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兴风血雨 以至于徐凤年接下来那句玩笑话让他没有感觉到半点可笑反而是遍体生寒 比如本王当年还是那个游手好闲的世子殿下遇上那些误以为是江湖高手的游侠很是仰慕 他们若是收银子收的少了本王非但不会高兴还要生气觉得是瞧不起那个世子殿下的身份 所以这次你们太子殿下派郡主来北凉 银子一定要带够啊 樊白奴轻轻吐出一口气第一次凝视着这位年轻饭王 突然 徐凤年抬头望向庭外那两名面无表情的普通窃靴位 有杀气啊 青鸾郡主先是一愣 然后神情巨变立即转头望去 但是在满庭人物的注视下两名窃靴侍卫都是一脸茫然 刹那之间亭内有人拔刀出轿 这一刀之下威势不弱于顾剑堂的方寸雷 在下孙希记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355集 因为徐凤年的视线缘故 湖边亭内外都跟着盯住了那两名窃靴位 以至于亭中玄佩遇此金刀的那名魁梧汉子抱起发难 连坐在此人身后的反白奴都来不及流露出半点惊惧表情 亭内外如有仙人施展了定身术一般 从龙虎山下山在于清凉山上山的白莲先生 依旧习惯性笑眯着眼睛望向庭外 白玉手里还提着一杯喝了小半的绿衣酒 那白瓷碑中连衣清淺身体微微前清的阳慎姓阳虎陈父子也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庭外那对年轻窃靴位身上 而北莽青鸾郡主保持内幼肢挺直 扭头回望 那名烹茶婢女依然在低头留心探火 怕坏了那份火后 事实上 那名行凶的亭中窃靴位 从抽刀出鞘的巧无声息到一刀披下之时仍是不显锋芒 所以这一刀本不该在临近年轻藩房的头颅时瞬间绽放出那样的雄浑气势 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即便是那位身为清凉山看门人的大管师宋渝身负种种玄妙止玄神通的他天然感知敏锐 也是慢了一步才回过神只见他立足之地建起一阵细微尘土 这位也许是世间二品小宗师第一人的舞蹈高手就要略起直扑挺重 但是下一刻不知为何宋渝重新有落地生根身形纹丝不动 也不再理会庭内那边的情况 阴森眼神在两名年轻窃靴位身上缓缓游影 这次私下会晤 照理说是作为地头蛇的北梁方面 给这几位有势相求的北莽人物下马威才对 不料年轻藩王从头到尾都是和和气气 倒是北莽这边率先发难 白莲先生的视线依旧投向亭外 杯中酒涟漪剧烈轻轻叹息一声 等到青鸾郡主再度回头的时候 没有看到人头落地鲜血似箭的场景 他只看到与自己拥有相同姓氏的那位北庭窃 却为副统领保持着举刀劈下的姿势 整个人充斥着力量气息 就像是一头刚刚从云端呼啸而下的雄鹰 双爪猛然勾住了木架子 与之对比是咸淡血义的年轻范王 右手双指持杯缓缓抬起 举起酒杯后向他微微一笑 普普通通就像是两位朋友之间的友善敬酒 但是年轻范王的左手高高举起四指自然弯曲 没有那根食指 恰好抵住了那柄金桃皮刀鞘白红刀的刀锋 这势如破竹的一刀 在触及年轻范王的手指后 便无法继续向前推进哪怕是鲜豪的距离了 徐凤年挡住北莽皇室遇刺宝刀的那根手指 轻轻一晃 这柄出窍的金桃皮窍白红刀脱手而出 这本一生迅猛定入了湖边亭的一根梁柱之上 这名心怀死至却也自认成功机会极大的窃薛卫高手产生道 你不是已经被拖拔菩萨成功肿伤了吗 之后在淮阳关你又跟陈之鲍打了一场 为何此时半点伤势都没有 叶绿沧郎 你疯了 为何要扇子此山北莲王 窃薛卫尸魂落魄 对郡主近乎气急败坏的高声训斥始终置若罔闻 喃喃自语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一遍遍的重复 他这一道自信一步跨过了天象境界的门槛 如果是对上位于武道巅峰时期的徐凤年 当然如同一笑大方的儿戏之举了 可谍报上清清楚楚显示 当下的年轻藩王 惨淡处境别说铸就不败金山的佛门大金刚了 恐怕连寻常机身指悬境界的江湖五人还不如啊 就像那些走了登天捷径的道门真人 看似玄通秘术层出不穷 其实在武道一途步步脚踏实地的纯粹武夫面前 不堪一计 在这位窃薛为副统领行迹败露后 亭子外其中一名年轻窃薛为终于按捺不住那份心中的煎熬了 顿时眼眶通红怒吼一声 随后他明目张胆的拔斗 只是不等年轻北盲死尸向前踏出四五步 就被身形略去的宋鱼从侧面一脚狠狠踹在腰间 当场毕命的尸体横飞出去 接下来在场众人不约而同的望向了那位谨慎的窃薛为 宋鱼眼神阴冷 杨山姓杨虎陈父子眼神灵灵 读书读坏了眼睛的白莲先生仿佛是自知之明 干脆就没有徒劳的望向庭外 而是放下空酒杯 笑望向那位受惊迷露一般的煮茶臂 年轻窃薛为一脸欲哭无泪的可怜模样 而庭内再次一向横生 就在距离年轻藩芒极尽的咫尺之间徐凤年身体后扬看看躲过了一切狠辣至极的神道 那条露出鼠袖袖口一节的胳膊纤细而漂亮 充满象牙色的圆润光泽 只是当他手掌围刀则是杀技重重 那名与人无害的煮茶婢女嘴角琴着淡淡笑意 手腕一拧手斗横抹向年轻藩芒的喉咙 下一刻 徐凤年双手握住两条胳膊同时挡住了两技手刀 一技手刀来自身份神秘的煮茶婢女 而另一条胳膊的主人 恐怕连对清凉山之根之底的颂鱼都没有想到 北蒙郡主瞪大眼睛 不知何时自己身边站着一名少女 她一脚踩在鸡岸上 而她的手刀距离侧身而坐婢女的太阳徐 大概真的就只有一线之格 徐凤年没有去看暗藏杀鸡的煮茶婢女 而是仰起头对那位身材还戴着少女 稚气的小姑娘说哎当着这么多贵客 你来一手写见四方的画面不妥吧 少女皮笑肉不笑地喝了一声收回手身形倒掠 然后跃起一只手抓住湖边亭的屋檐一个轻盈翻身后便消失不见 徐凤年这才转头对那名婢女发问 你跟公主坟那位小念头半面装是什么关系 年轻婢女眼神依旧温温弯弯 她视线偏转 看到年轻藩王握住自己的那只手 五指指尖处渗出一滴滴漆黑如墨的鲜血 她重新仰起尖尖的下巴 又看到年轻藩王眉间 泛起一枚紫金印痕 如仙人开天眼 她用江南道软诺嗓音笑道 哼 王爷好手段 徐凤年一笑置之 她嘴角渗出与徐凤年指尖同样漆黑的血丝 脸庞上戴着如是重负的身材 缓缓闭上眼睛 徐凤年松开她的手臂后 扶住她的肩头 让她侧趴在那张黄花离击案上 徐凤年替这名煮茶婢女给白玉递去一杯香气萦绕的春神湖茶 白莲先生接过茶杯 又是一声叹息 一饮而尽 切穴为副统领冷眼旁观这一切 王爷 我这条命是你亲自拿去还是让人代劳 徐凤年伸手摆出一个请坐的手势 本方这回是真的奇怪了 耶律苍朗所在的家族一向以耶律姓氏正统自居 与耶律洪才耶律东城这对爷孙的家族不是向来互相视为仇寇吗 你们恨那三朝顾命的耶律洪才辜负了先帝 而且你这次既然能够坐在这里分明算是你们北莽太子殿下的心腹 为何这次会帮着他们转头捅太子一刀 王爷为何会认为我与耶律洪才他们结盟 刺杀王爷一事出自北莽太子殿下难道不是更加合情合理 在你今日拔刀出窍前是不是最少有两年时间不曾出刀了 是 而且本王还知道这种重义不重力的偏门炼刀法子肯定是拓拔春笋偷偷告诉你的 耶律苍狼微微张开嘴巴显而易见又被这位能掐会算的年轻藩王说中了 哼 当年本王游历黎阳江湖的时候经常当算命先生可不是次次都坑蒙拐骗 耶律苍狼嘴角抽搐 徐凤年举杯小作了一口绿衣酒 唉 不信 这位在草原上威名赫赫的窃靴为副统领没有说话 将信将疑 徐凤年哈哈大笑伸手指了指自己 哈哈哈哈 其实很简单 你这种刀法的老祖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耶律苍狼哑然失笑 原来如此 他所在家族与君神拓跋菩萨亲近在草原上下是众人皆知 尤其是他跟拓跋春笋更是结为异性兄弟 耶律苍狼重重呼出一口气 哼 王爷还没有告诉我如何知晓我此次南下其实是耶律东床的意思 本王也是现在才知晓 耶律苍狼神情一致憋屈的满腔血气翻涌 耶律苍狼突然笑了笑 拱手抱拳 哼 这次贸然行刺王爷与耶律东床无关 只是在下远在草原便十分仰慕王爷当时第一人的名声 实在忍不住才会斗胆出道 原本那一刀是用于明年初那场窃薛为大统领位置之争 所以还望王爷海寒 相信王爷理解我这种武痴的想法 如果因为这件小事让两位王爷有了误会耽误了两位王爷分尸天下的红头霸业 耶律苍狼万死难辞其咎 徐凤年眼神完卫 就在耶律苍狼又要本能去思索年轻藩王其中深意的时候 这名魁梧汉汉子突然艰难转头 看向那个在他眼中无足轻重的女子 什么烦白奴 什么北蒙马上鼓第一手 原本只要做成了这桩生意 世上就再无情鸾郡主了 他只会成为我床上的一件玩物 难道那个窝囊废的太子殿下有胆子说个步子 真惹恼了我耶律苍狼 等到将来北蒙朝堂翻天覆地之后 连那位在齐剑岳府以寒姑夺魁两字赐牌名的太子妃 也一并收入了囊中 只是这一刻 且学位副统领一律苍狼 分明已是将死之人 一并匕首刺透了他那粗壮的脖子 而那位双手握住匕首的北蒙郡主 一击得手后迅猛拔出动作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夜律苍狼一手使劲捂住鲜血泉涌的脖子 一手颤抖指向这个比自己还要更加心狠手辣的同性女子 樊白奴轻轻放下匕首 根本不去看夜律苍狼 凝视着基岸对面的年轻藩吗 王爷 现在您我可以继续先前的话题了 我依旧为太子殿下与王爷做那笔买卖 而且现在 王爷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徐凤年面无表情 指了指夜律苍狼那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 说句不好听的他能够出现在这里能够为夜律东床说话做事 那么不管夜律东床是不是真的对本王有过杀心 都意味着本王与你们那位成事不足办事有余的太子殿下做生意 一点都不可靠 如果是郡主设神处地 作何感想 凡白奴死死咬着嘴唇 渗出腥红血迹也不自知 在座主人无一人是傻瓜 他不愿也不屑说那些违心言语 哪怕夜律东床确实一开始就存有借刀杀人 一举两得的险恶心思 但是比起连身边心腹都被死敌成功策反的北蒙昏庸太子 前者仍是更加适合的生意伙伴 毕竟这笔生意不是简单的几百几千万两黄金白银 不是几十几百顶的官帽子 甚至不是二三十万人的兵权 而是关系到北梁北蒙和黎阳这一地两国 真正意义上的整个天下 就在此时一个比亭中北蒙郡主更处境尴尬的可怜家伙 有了些动静 宋瑜神出鬼没的出现在这名唯一还能站着的窃靴位身边 后者双手高高举起 尽可能的远离腰间那柄战刀 以此来表露自己的老实本分 当他对上北梁王的视线 年轻窃靴位咽了口唾沫 太子殿下让我说句话给王爷 徐凤年点了点头 然后那个窃靴位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言语 厅中白莲先生听到后歪了歪脑袋 笑望向年轻翻网 至于其他人都是一头雾水 那句话的确很荒诞 也很低分 殿下要问王爷 王爷的那座梧桐院内到底是梧桐树多显 还是紫竹多显 北莲郡主哭笑不得之余 更多的是心灰意冷 他之所以成为此次难行的领头人 除了他对北梁最为熟悉之外 更多是他家族对太子寄予厚望 或者说视为奇祸可居的缘故 壮着胆子说完这句话后 年轻窃靴位就跟上阵厮杀了一天一夜差不多 两腿发软浑身无礼 徐凤年愣了愣 你转告你们太子殿下一句话 就说有机会的话 本王请他亲自来梧桐院数一数 年轻窃靴位觉得自己如果真的还能活着回到北莽的话 一定要告诉所有熟人 那位年纪轻轻的徐家藩王跟他父亲人徒一样 实在太气势惊人了 如果不是担心被当场斩杀 年轻窃靴位都想要向前走上几步了 湖边亭中原本已经死心的北莽郡主眼前一亮 压抑不住言语中的激动 王爷 嗯本王没有答应要与你们太子结盟 只不过我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 前提是他必须拿得出比耶律东床更有诚意的东西 没有问题 至于我手头上的东西 王爷先看几眼 相信王爷一定不会失望 唉本王今天已经很不失望了 郡主你先不用急 让宋管事领着你去杨将军的府邸找一处静雅的院子暂时住下 有些事情嘛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透澄何况本王也需要与人反复权衡 樊白奴收起那柄匮ief 收起那柄匕首 站起身重新戴上那顶帷帽 离开这座说不定以后会在史书上留下一笔浓墨重彩的小亭子 不过是一个时辰不到的功夫 同样是与看似温文尔雅的宋瑜并肩而行 这一次 北蒙青鸾郡主的心态 天壤之别 在为这位郡主领到一处小院后 宋瑜就转身告辞离开 樊白奴轻轻推开屋门 那名妾薛卫则站在台阶下 正要挪步前往侧屋 殿下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只剩下他一人还活着的窃穴位犹豫了一下 大概是打心底将这位郡主当成了患难之交 这才逾越规矩的回答 郡主 属下也不知殿下有何深意 这并非属下托辞 说实话 这趟北梁之行 属下私下揣摩了这句话无数次 都想不透其中的玄机 樊白奴没有再说什么 推开门关上门 他摘下围帽 背靠屋门几乎是瘫倒在地 他到底只是一个远离北蒙朝廷中枢的女子呀 在耶律苍狼出手之后 他整个人就处于心弦无比紧绷的状态 能够不动声色地支撑到这间屋子 实属不已 他急剧呼吸 大口喘气 痛苦地闭上眼睛 不知不觉 他惶惶惶惶响起了湖边亭里的那一张脸庞 他睁开眼睛 如果那一道不是捅在耶律苍狼的骨子上 而是刺入你的眼睛里 才就一个痛快 亭内 一直忐忑不安的复杰度使杨慎兴绕过基岸 瞥了眼那具趴在基岸上的女子死士尸体 保全低头 王爷 我杨慎兴有不可推脱的失察之罪 甘愿胜罚 绝无怨言 不管老将军的事情 归根结底啊 他起初能够进入这座宅子 本就是我们梁州养鹰 扶水防两防的责任 只不过这两位大头目 我二姐嘛 我是不敢叫去 楚庐山那边 估计那家伙皮厚也不怕我骂几句 所以啊 我与老将军其实都是最无辜的 杨慎兴不愿抬头 杨虎臣先是以冀州副将身份 巡视辖境西边地带 然后在北梁养鹰房碟子接应下 秘密进入梁州 此时这位独臂将军开口 哎爹 王爷是怎样的人 我们心知肚明 你老人家就别惺惺作态了 被自己儿子说成是惺惺作态的春秋老将 顿时抬头对杨虎臣吹胡子瞪眼 满脸怒气 杨虎臣自然是碧其锋芒 赶紧举起酒杯与身边的白莲先生的茶杯碰了一下 亭子里和坠入湖里的窃靴位尸体 还有那具公主坟女死士的尸体 很快都被俯上几位手脚伶俐的护院丫鬟处理掉 尤其是其中一名看似身骄体柔的年轻丫鬟 平日里不险山不露水 风一吹就倒的模样 但是抱走主茶婢女尸体的动作 就跟抱走一幅几经重的绸缎 差不多轻松 杨善性做回原位 对此是视而不见 绿衣酒已经没有剩下了 徐凤年就直接做起了主茶小丝的勾当 竟是比起先前那名来历不明的女子死士 毫不逊色 这让杨虎臣看得是嘖嘖称奇呀 徐凤年给杨慎姓分去茶水的时候 老将军有话直说 徐杨两家如今已经是荣辱与共的盟友了 白莲先生算是见证人 那我就直说了 仅就今日情形来看 那个这么多年碌碌无为的北蒙太子殿下 可不像是个扶得起来的家伙 围绕在他身边那些扶龙之臣 像比焦头烂额的日子少不了 唉 我早年还不如这位太子殿下的 那会儿 我这个世子殿下 身边好像连个成心帮衬的扶龙之臣都没有 杨慎姓脸色难免有些尴尬 极少看到父亲在外人面前吃瘪的杨虎臣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 徐凤年悠悠然喝了口春神胡茶 当然 我跟北蒙太子看似处境相似 但其实是大为不同的 我幸运太多太多了 确实如此 杨虎臣也收敛笑意 世人大多只听说 一山先生的独士之称 粗浅视为徐家一介辽木 并不清楚 先生在兵家之事上的卓绝造诣啊 白玉也是轻轻点头 抬起头望向亭外湖水 一山先生 我亦是兴生望之 徐凤年看着微微晃动的炉火 站起身走出几步 从朱七大柱上 拔出那柄金桃皮鞘白红刀 再弯腰从地上捡起刀鞘 缓缓收刀入鞘 师父 你若能在乎十年 该有多好 我一定会为你去争作那张椅子 网袍换龙袍 幽州境内 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 在小然坡驿馆落脚 车队一路西行 在由济州河州 进入北梁道辖境的幽州后 就发现沿途驿馆尤为多如鱼林 经常有与习一骑飞驰而过 小然坡驿馆对于这些大驾光临的天子使节 既不殷勤谄媚 也不至于冷眼相想 印寿剑掌印太监对此事见怪不怪 并未在这种事情上吹毛求刺 一来 黎阳宦官极少出京走动 二来自从黎阳老皇帝收容天下王国宦官后 这些燕人对赵氏感恩戴德 无论是经历过春秋战火的老人 还是他们一手带出的后辈宦官 二十年来 从未传出霍乱内庭的传闻 宦官干政一事 已是绝技 小然坡驿馆不足以容纳宣旨太监 皇宫御前侍卫和荆棘 旗旗在内总计千余人的阵仗 印寿剑这边主动与幽州驿馆商议 如何才能尽量避免打扰到北梁百姓的休养生息 而且车队一路上购置额外物件 一律绝不会向幽州这边开口 三名大红蟒服太监在进入驿馆后 在厅堂案例巨头一事 却没有急于开口 而是喝上了小燃坡一程 让下人准备的一壶茶 耐心地等待一名心腹宦官的消息 很快那名年轻宦官就毕恭毕敬 领着一名年轻世子模样的人物 快步走入厅堂 年轻宦官低眉顺眼地退出厅堂 眼上屋门 守候在门外 当看到这名身穿文式青衫的年轻人后 三位印寿监大佬立即起身相应 见过陈相公 陈少宝陈王 下一任黎阳首府的不二人选 印寿监掌印太监是位慈眉慕善的轻瘦老人 他在陈王坐下后才落座 毫不掩饰自己神色间的忧虑 陈相公当真要往幽州北去 没了陈相公做咱们的主心骨 咱家这心里头慌得很 属于微服私访的陈王 此次出京 京城只有屈指可数的人物 有资格知晓 一双手就数得过来 刘公公不用担心 这回给清凉山送圣旨 出不了纰漏 如果换成别人如此敷衍安慰 印寿监掌印太监养气功夫再好 也要暗暗胜出恼羞成怒 但既然是陈少宝这么说 老宦官还真就安心了几分 这次陈王出现在车队 印寿监掌印太监刘公公 也是在见到这位 左散其尝试本人后才精绝 至于陈少宝为何会秘密加入车队 刘公公已干人等都讳莫如深 甚至不敢妄自揣测 所以当此时此刻 陈王开口提出他要马上离开车队 分道扬镳往北而去 三位莽扶太监面面相聚 陈王的神色露出一抹恍恶 三位公公可能忘记我的老乡在北梁幽州了 遇尽还乡 陈相公需要几千荆棘骑军护送 一骑都不用跟随 我岂敢公器私用 不等刘公公说话 另外一位印寿监老太监 就火急火燎 陈相公 万万不可 陈相公且放心 若是将所有御前侍卫和京畿骑军 都交予相公 砸家三人也没那胆子 毕竟朝廷的体面不容有失 可相公带走一半人马 相信谁也不会多说半句 若是真有谁敢 砸家就拔了他的舌头 陈相公是当今黎阳的中流砥柱 切不可在北梁有半点风险 否则咱家三人也没脸皮 活着回京城了 掌印太监刘公公 也深以为然地使劲点头 三位公公 陛下已经亲自恳请一人 护送我回乡 大半辈子都在太安城皇宫里头 耳濡目染 最是擅长咬纹嚼字的三位老宦官 顿时是悚然以惊啊 恳请 当今天下 谁能够让皇帝陛下 恳请出手护送陈旺还乡啊 陈旺点到极止 与三位印寿金太监 交代了一些送旨相关事物后 就起身离去 三位莽袍太监 在亲自把陈旺送到厅堂外后 看到台阶下 站着一位容颜年轻的陌生宦官 细看之后 仍是记不得 印寿金何时有过这么一位小辈啊 但是陈旺再见到他后 微微点头致意 后者竟是无动于衷 两人转身离去的时候 隐约是年轻宦官的身形 更靠前一些 没过多久 一辆马车悄然离开小燃坡驿馆 往北而去 陈旺登上马车前 向那马夫作依置信 劳烦先生了 只在普通宦官服饰外套了件外山的年轻宦官 脸色冷 马车缓缓 不出半里地 有两棋停在一路旁边 一名背负剑侠气态森严的老者 一名貌美如花的佩刀女子 正是年轻藩王 当年亲自吸纳进入浮水房的 纸旋径高手 迷凤节 还有如今在浮水房如日中天的樊小柴 这两棋充当护从 不远不近 跟随在马车之后 在下一座驿馆 又有个拎了壶绿衣酒的北梁年轻官员登上马车 与陈旺相对而坐 他看着这个北梁人士 是在黎阳朝廷官位最高的陈少保扬起了手中的酒壶 陈大人要不要喝点 不喝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啊 估计咱们王爷这回要吃不了兜着走喽 难怪不敢亲自过来碰壁 倪凤杰 樊小柴 再加上一个徐北纸 这大概就是黎阳陈少保 在年轻藩王心目中的分量 如果不是第二场两莽大战已经拉开序幕 也许最少还要加上一位幽州将军皇甫平 但是很明显 这位门下省左散其尝试并不太领情 一路北行 陈旺与徐北纸并无什么交流 以至于连徐北纸这么一个跟谁都能嬉笑打趣的官场庙人 到头来也不得不跟一座驿馆调用了一匹驿马 干脆和两名浮水房大碟子并驾齐驱 眼不见心不烦 徐北纸临行前徐凤年没有太多嘱托 只是让他陪同陈旺进入幽州家乡 甚至连拉拢的意图都没有流露出丝毫 只给了徐北纸一句话 不管此人在幽州境内做何事 一律不予理会 徐北纸自然清楚陈旺跟北梁的那一种隐蔽关系 对此也无意义 暮色中途经一座名叫如意的小驿馆 陈旺下车后与那名沉默寡言的年轻宦馆一起走入驿馆 徐北纸三人也将坐骑交与一丁送往马厩为养 今夜如果不出意外就要下踏此地 距离陈旺家乡约莫还有两天行程 因为徐北纸不用跟随这位陈绍宝回乡 所以这位被笑称为北梁陈绍宝的昔日灵州刺史 再次拎了壶绿衣酒找上了陈旺 很奇怪 陈旺每次入驻驿馆都选择在一楼内修计 虽能登高望远 却绝对不是什么适宜睡觉的好地方 徐北纸找到陈旺的时候 后者正在窗口眺望远方 等到徐北纸自己找了条简陋凳子坐下 陈旺才回过神 歉意一笑 就直接坐在驿馆临时搭起的木板床边缘 仓促准备的被褥等物倒是崭性干净 徐北纸晃了晃酒壶 不喝 不喝的话就又是我独自畅饮了 京城多宴席 可我极少喝酒 其中原有以先生大致当能理解 可这不是到了家乡了吗 我这种人最怕万一二字 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 先生海寒呢 难怪黎阳只有一个陈少保 北梁陈少保说的又是谁 徐北纸喝了口绿衣酒抹了抹嘴 连臣大人也听说过我徐北纸的名号 嗯 确有耳闻 希望先生不要觉得是辱人的说法 虽然不觉得荣幸至极 倒也不会是觉得侮辱我徐北纸 这酒才喝了一口 所以这不是酒话 是心里话 先生在朝廷吏部和户部那边都有厚重的档案秘录 我曾翻阅多次 既然先生说这里是家乡 那我就破例借先生的酒意 说些我的酒话好了 自降服以后 京城官场那些私底下有个新习俗 就是给北梁道文官排定座位 分别按照学识 才干 声望 家事在内 总计八个门类 来为北梁道文官来一场 其实注定永远轮不到力不插手的地方兵 而先生高决榜首 赴京略使宋栋明 京略使李功德 刘朱别嫁陈亮熙 幽朱刺史宋淫 青鹿洞书院山主皇商 被姚白峰誉为三个刺史之才的王熙化等人紧随其后 当然 如今名列前茅者中 又多了一位横空出世的白莲先生 但依然在先生之后 所以先生之名 在泰安城远比先生自己想象的要更为如雷贯耳 我曾经有过一番计较 养神殿小招会上 陛下亲口提及的北梁文官 先生次数之多 更是远胜他人 更曾经与吏部尚书殷茂春笑言 若是在降服三年 能够将先生招来入金 那么殷茂春在整个降服四年 可以半年时间不用去吏部衙门当职 徐凤年这家伙真不地道啊 这些事情浮水房那边肯定都有记录 却从不对我提起半个字 就不问我为何要与先生说这些 不用问 我知道陈大人不是那种说客 想必陈大人也知道 我徐北指做不来三姓家弄 给清凉山那个姓徐的家伙做事 最好能够有生之年 当上北梁道经略时 就已经是这辈子最后仅剩的一点指望了 先生错了 我沉望于公于私 其实都希望先生能够前往泰安城 徐北指酒壶刚刚提起 重新放下 眼神瞬间阴冷尖锐起来 陈大人如此一心为国 确实出人意料 在我看来 北梁少了先生 最终一样可以打赢北马 但是黎阳朝堂多出一个被视为北梁王臂膀的徐北指 却能够让中云心思大定 太安城那边已经这么乱了 沉望没有说话 脸色沉重 徐北指站起身 把还剩下半壶绿椅的酒壶放在了凳子上 谢过陈大人此番言语 沉望这些话 看似是说徐北指一人 实则是在透露京城或者说整个中原大事 接下来北梁如何取舍 前提就建立在这些说清楚了 黎阳朝廷心中底线的话语之声 沉望没有起身相送 也没有望向徐北指的背影 说了句题外话 帮我捎句话给北梁王 当年他不该冷眼旁观的 此时若是浮水坊为那名女子出手 今天陈大人就没机会坐在这里了 也许陈大人并不知情 黎阳赵构盯着那名女子已经整整十二年了 甚至极有可能那几名幽州权贵子弟 也是被赵构暗中怂恿蛹惑 一旦浮水坊贸然插手 陈大人的身份必然随之泄露 北梁的苦衷 说到这里后 徐北指没有继续说话 再说就是多余了 陈旺站起身 站在窗口 莫不作声 等到徐北指离去多时 陈旺始终凝视远方 看这家乡一眼两眼三眼 白眼千眼万眼 都已看不见他了 如意意馆外的街角 有一口水井 井台上架着巨大的咕噜 需要两个青壮汉子 才能转动起来一桶水 那名担任陈旺马夫的年轻宦官 在独自走出意馆后 看到这口中原不常见的水井后 就没有挪布 很是好奇地盯着大咕噜 好像这样粗陋不堪的土气物件 比起泰安城皇宫内的巍峨大殿 花团紧粗的御花园 比黎阳年龄更大的参天大树 还要吸引人 不久以后一名腰间悬刀的年轻人来到警边 两人在半仗之内 来者命悬一线 哪怕他是徐凤年 年轻宦官依旧目不转睛 盯着那一家水井咕噜 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身边多了一个人 停在街道尽头处的一架马车 走下一名棉衣老人 遥遥望来 然后步子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大 当视线昏溃的年迈老人 能够依稀认清年轻宦官的容颜后 竟是飞奔了起来 年轻古兮的老人显然并不经常奔跑 加上身子骨也衰老不堪 临近这口水井处时 狠狠摔了个狗之时 见起一阵尘土 没法接雪白如霜的老人 没有起身 匍匐在地 抬头确认年轻宦官的身份后 顿时是老泪纵横使劲磕头起来 哽咽抽气 重复着阿爹 而那名年轻宦官 仅是低头瞥了眼老狗一般的可怜老人 皱了皱眉头 似乎在回忆老人到底是谁 记起之后 眉头缓缓舒展 可最终还是没有开口说话 在他皱眉之后 舒展眉头之前 站在井口旁随意而立的年轻宦官带给站在极远处的迷凤杰 樊小柴两人一股心魄不由自主颤抖起来的无形威亚 两人脸色苍白支撑得很是辛苦 随着貌不惊人的年轻宦官眉头舒展后 两人又恰似如沐春风 好似双肩瞬间卸下千斤重担 一直以来都将年轻宦官视为普通宫中高手的两位浮水房宗师 直到这一刻才窥破天际 那位为泰安城陈绍宝充当马夫的年轻宦官 绝对是当事五道超一流的人物 甚至极有可能 击身陆地神仙之灵 否则绝对不至于如此反扑归真 肉身与天地浑然如意 跪在地上的老者正是早年那位押送高树路 前往广陵道对付曹长青的京城大太监赵思苦 赵思苦这辈子认了两位师父 第二位在御马间当差 位置不高 死在了永辉降服之间 由于有赵思苦这么个大出息的徒弟可谓是哀荣至极 但是赵思苦的第一位师父则早就被人遗忘了 而赵思苦本人也绝不向任何人提及一字 这次负责送纸入粮的掌印太监刘公公 如果在宫中遇上辈分极高的赵思苦 那也是需要主动退避至墙根束手而立 但是这一刻赵思苦竟然跪在了地上 给一个看上去年龄给他当孙子的年轻宦官拼命磕头 口口声声喊着阿爹儿子 这次徐凤年之所以会赶来幽州 正是原本在青鹿洞书院悠闲养老的赵思苦突然下山 说有一桩天大密室要告知他这位年轻藩芒 赵思苦在匆匆赶赴清凉山后就跟徐凤年说到了他的阿爹 一位他在入宫之初就莫名其妙磕头认腹的奇怪宦官 那位宦官当时瞧着年岁不长 可是宫内十二间四四八局总计二十四衙门 就没有一处地方是阿爹不能闲逛的地方 赵思苦曾经跟随这位年轻师傅为皇室采办过维平床塔 去太庙洒扫添加灯油 重阳节为北边神武门贴黄 前往上宝金宝库擦拭过一方方将军印信 在五年之后 吞并中原后 黎阳的正统位置开始稳固 赵思苦的师傅就开始淡出事业 就连建居高位的赵思苦也寻觅不到蛛丝马迹 他的师傅在宫中内务府档案上并无只字片语的记载 好像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太安城的皇宫 赵思苦再一次见到阿爹 是离宫前那一夜从封藏高树路身躯的宫中禁地返回住处 月色中瞥见了一个模糊背影一闪而始 但是老雕四无比的肯定 那个背影就是他的第一位师傅 泰安城皇宫的真正领路人 一个他连姓氏都不知道的宦官 徐凤年也不清楚这位宦官的真正来历 但是比起更多是官场思维的老太监赵思苦 徐凤年那个五平大宗师的身份反而容易帮他抓住一些关键 所以他开口询问的第一句话就很语不惊人死不休 当年是不是你说服举世无双的王先知 退回东海一余之地 不可轻易离开五帝城 容貌年轻俊雅如若贯男儿的宦官 置若网门 微微弯下腰却转动那只孤儿 吱吱压压的声响 在万籁寂静偶游远处传来一两声鸡鸣犬废的黄昏街道上是格外明显 我之前就很奇怪 为何明知兔死狗棚的半寸蛇原本西 为何死前不曾疯狂反扑 如果说三过皇宫 如过廊的西楚大官子 当时是因为太安城还有明面上的人猫韩生轩 暗中有柳豪师 加上坐镇兵部的顾剑堂 又有青天剑内供奉那波龙虎山仙人 这才无法击杀先帝赵敦的话 那么为何由如刀转入霸道的曹长青最后一次兵临城下 所面对高手无非是已经落败的柴青山轩辕清风 却仍是没有直接入城斩杀当今天子赵传 我一直想不通 而且我最后一次入京 始终没有感受到你的丝毫气息 倒是闯入过太安城的忽颜大官到北梁后 我跟红喜相说了一句差不多意思的话 提醒我黎阳赵家也许还藏有一手压箱底的后手 所以这次赵司库找到我 跟我提及你 我开始有些明白其中缘由 亲眼见到你之后呢 更加验证了我心中猜想 徐凤年挥了挥手 是以弥凤杰和樊小柴两人退后 越远越好 他看着这名窃和道教经典中 正得真意返老还童之意象的年轻宦官 你知道我看到你是什么感觉吗 如果有一天你在太安城以外的某个小地方 可能忽然看到路边有个欢欢喜喜 啃着唐葫芦的志童 发现那个家伙才是当时武学第一人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有些荒诞 也有些憋屈 年轻宦官直起腰 扯了扯嘴角 似乎觉得年轻藩王这个说法有些意思 不见年轻宦官任何动静 怕在地上的年迈太监 腾云驾雾一般自行起身 然后倒掠出去 直到小街尽头处才停下身行 面对这个人 徐凤年心知肚明 如果自己没有在龙眼儿平原受到拓跋菩萨重创 双方胜负会在五五之间 但是现在两人一旦要分出生死 自己必输无疑且必死无疑 当然对手也会死 因为这里是北梁不是黎阳 泰安城 在下孙希寄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三百五十六集 乌鹰不长 世间唯有龙器之刚之阳 所以你才做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做到了人间正长生 年轻宦官没有开口说话 却有声音从井底传出 既然你已经到破玄机 那么也应该知道 我在岁岸城之内才是长生之人 离开了岁岸城算不得真长生 相信这也是你在看到我后没有立即退去的原因所在 嗯 岁岸城 这可是很久以前的老皇历了 年轻宦官转头望向泰安城方向 这一次声音出自咕噜转动之间 离阳开国之时 我便已经在岁岸城宫中当差 那时候赵家的那座立足之地还没有改名为泰安城 这两百多年看过很多生生死死 做龙椅的和想做龙椅的 读书的 拎刀披甲的都死了 甚至连他们孙子的孙子都死了 我还活着 听闻这般惊世骇俗的传奇 饶是徐凤年也感到匪夷所思 看透徐凤年的心中疑惑 年轻宦官 有闭口说道 我又不是修道之人 对非生一事从来没有念头 生死只是在世间了 那么可是赵氏先祖与你有过誓言 要你守护赵家子孙和黎阳国座 非也 历代赵氏皇帝知晓我的存在 可是未必能够见到我 我需要汲取龙气 酝氧气血晶元 以便长盛不衰 却也不便近距离见到蛟龙真身 何况 何况一个小偷 鬼鬼祟祟摸着些东西往自己怀里揣着也就罢了 如果还光明正大出现在被偷东西的主人面前 也太不要脸皮了 年轻宦官终于第一次流露出笑意 言语中也少了几分肃杀气 徐凤年哑然失笑 年轻宦官坐在井口上 我自入宫以后就再没有离开过岁安城一步 偶尔会露面 与人交手的次数不多 记住的人就更少了 最近几十年里那个叫曹长青的读书人很 年轻宦官突然沉默下来好像是不知如何形容记忆中那个风神玉朗的西楚如生 到最后年轻宦官一带而过抬起头看着徐凤年第一次真正开口发问 你会不会篡位登记做皇帝啊 因为徐霄 我不会做皇帝 但如果徐霄走后 而我师父又能够多活十年 我会为他争一争 嗯 你我皆有诚意 徐凤年 这位北梁王的诚意是直言相告 而这位宦官的诚意则是主动离开京城来到北梁 当时徐凤年在钦天剑内外大杀四方 年轻宦官之所以不曾出手 想来是当时的中原形势 还不至于让北梁一念之间关系到天下姓氏的地步 哼 如果早知如此 我在京城的时候就不会让你离开 哼 那时候你想留下我 也不太容易 当时有红喜像残留魂破在你身侧 又有邓太阿一旁观战 确实不易 年轻宦官伸出一手 徐凤年也顺势坐在井口上 哎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讲道理 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亲眼看过很多人官位越高兵权越重 就越把持不住本心 几乎所有黎阳皇帝更是如此 你说这种话的时候杀气全无杀心却起不太合适吧 我何尝不是在说自己不说武力高低 你我脸皮之后可谓其风敌手 年轻宦官仰起头 暮色中看见乌云低垂好像是要风雨欲来 他转过头看向徐凤年 在太安城就这几十年里看到过年轻时候的徐霄还有张巨露 而他们我都不是很喜欢第一次入宫觐见的徐霄当时还是杂浩将军 浑身上下都是一种欲神杀神欲佛杀佛的锐气 汉林院担任多年黄门郎的张巨露 当他走在退朝队伍里 哪怕他当时品质很低 你一样会从他身上看到那股举世浑浊我独青的傲气 曹长青三次进入皇宫我都知道 但都没有出现 相比之下我倒是看桓温更顺眼一些 顶聪明的一个人却装了一辈子糊涂 处处与人为善 所以我有两次单独在宫中与他碰面 相隔了差不多二三十年吧 第二次他仍是一眼认出了我 却假装没有认出 笑着与我打了个招呼而已 黎阳历代皇帝之中 当今年轻天子赵传 算是最有哑量 当然 这也是与他父辈祖辈相比而言 哦 所以你才有了这趟北梁之行 只要还信赵 是不是赵传根本无所谓 我凑巧你姓徐不姓赵 随着这句话说完 街上正好飘起了萌萌细雨 整条青石板小街的轮廓都好像柔和起来 这口水井位于驿馆门口直接的拐角处 所以陈旺在一楼登高望远 恰好能够堪堪看到那边的景象 虽然夜幕又雨幕 可是陈旺依旧认出那名出现在水井旁边的年轻人身份 陈旺犹豫鱼片刻 还是走下一楼 只是不等他走出驿馆大门就发现 徐北纸已经早早坐在门槛上拦住了去路 徐北纸不知道从哪里 又拎了壶酒好似在自言自语说好了不来 结果又来最后又见不到郑主 看来这位平时瞅着气态平常的马夫了不得啊 徐北纸你最好别烂我 那人的秀为绝对超出你的想象 甚至连你们王爷都无法想象 哦 徐北纸也许徐凤年不用畏惧世间任何人 但是他现在从面对之人是个例外 陈旺语气焦急 显而易见能够让以沉稳著称朝野的陈少宝如此失态 肯定不是小事 哼要不要喝口酒 颜颜精啊 陈旺差一点就要破口大骂了 但是看着那双清澈的眼睛 陈旺重重叹了口气 结果酒壶狠狠灌了一口绿衣酒 徐北纸没有去接陈旺递还给他的酒壶 而是重新往向街道尽头 我跟那个家伙从北莽一路杀回北梁 期间多次九死一生 比如被提冰山第五墨堵住 可我都没有怀疑过能够活着来到北梁 内心深处 总觉得只要跟在那个家伙身边 就算天塌下来 他也会骂骂咧咧第一个顶上去 总之他先死才会死我们 哼 就像这个家伙不会告诉我 黎阳朝廷如何看中我 我也不会跟他说这些 哎呀 他娘呢 在灵州龙京郡跟中红武搬手腕那次 我醉得不省人事 是这家伙背我回去的 哎 可别说酒话都给说出去了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这种事情 这个时候陈旺记起户部档案里有关徐北纸一件很容易忽略不计的鸡毛蒜皮小事 就是在北梁关系默逆的徐凤年和徐北纸其实从不称兄道弟 但徐凤年是柿子徐北纸是橘子 陈旺想起了当今天子会心一笑 他也坐在门槛上自顾似喝起酒来 很陌生的味道 毕竟十多年没有喝过这种家乡酒了 陈旺猛然仰起头一口喝光了湖中的绿衣酒 陈大人 其实啊 说不定将来你有夜落归根的一天 再也不会了 世间遗憾事 往往起始于再见儿子 而世间幸运事又往往在于之后真正再见之时 只可惜遗憾事多 而幸运事上 再也不会了 而不远处 年轻宦官缓缓站起身 一只手按在水井咕噜之上 你爹 张巨鹿 曹长青 还有你 加上那些早被人遗忘的黎阳前朝老人 其实都是一种人 我都不喜欢 但是扪心自问 不喜欢的理由 竟然是羡慕你们 黎阳开国有几年 那座为赵氏弟子传道授业的勤勉房 就存在几年 我很久以前非常仰慕读书人 所以经常去听那里的那些读书声 很多内容我都忘记了 但不知为何 至今还记得一些 风雨漆漆 风雨萧萧 风雨如晦 哎 既见君子 既见君子 年轻宦官回过神后 低头看着这个依旧坐在井口上的年轻繁忙 小街上的雨点越来越大 年轻宦官 笑意也更浓 在我心中 曹长青他们是君子 你也是 所以无论生死 我都很高兴 也许被一个极其无名的宦官视为君子 算不得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是吧 被当作君子 当然值得高兴 只是见到你 我高兴不起来 不高兴的话 就打一架 哈哈 正合我意 能用拳头解决的事情 最好别叨叨 打不过了 咱们再坐下来继续讲道理 怪不得说自己脸皮厚度相当 见识到了 有人教过我 行走江湖 脸皮不厚 不吃香 徐凤年站起身 扬起头 望向灰尘尘的天 就在此时远处 凡小柴似乎受不了自己轮为看坑 缓缓抽出了腰间梁刀开始在雨中狂奔 而弥凤 结根本阻拦不住 若是细看之下就会发现反小柴的衣衫在雨水建设下滴滴答答看似清缓 但是反小柴原本仅是身体前倾的前仆之事在短短十数步之后仿佛头顶有山月压下被迫弯腰前冲 这一条街上已滴雨即一份真意啊 反小柴蹊跷开始流淌出腥红血丝 但是这位执拗女子依旧疯狂潜出 每一次双脚踩踏在地面上的声势都愈发的沉闷凝滞 背对反小柴的徐凤年随手一挥袖 他顿时倒飞出去撞在一架墙壁上 紧贴墙壁的后背血水与雨水一起滑落 泥凤杰回头看了眼去而复还的反小柴眼神无奈且惊许 年轻宦官横笔伸出探开手掌 所有滴落在他手心的雨点都没有化作雨水而是一滴滴弹射而起 也并非是笔直弹起 而是一次次的飞旋画糊 最终聚拢成了一个圆 我其实不太会打架啊 不过没输过 徐凤年这一次直接用左手按住腰间两刀 我年纪没你大 但打架的次数肯定比你多 不过而我没死过一条小街两位陆地神仙一个最年轻一个最年长因为这年龄悬殊了好几百年呢风雨如晖既见君子可还是要打一架老太监忍不住有些跳脚骂娘的冲动 不是说好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吗 年轻宦官手心之上那颗雨水凝聚而成的藏青色水球悬空而停 微微起伏隐约浮现电光闪烁火龙游走一般握住刀柄的徐凤年瞳孔微缩 天来世间人守望天来此时此刻年轻宦官再无先前的温吞气息面对半仗之外按刀而立的徐凤年面容肃穆眼眸漆黑如沐 年轻宦官五指微微收缩掌上天雷瞬间渗入手心消散不见但是整条手臂顿时呈现出火龙萦绕的归绝景象 年轻宦官呼吸绵长隐约间蹊跷间皆有七股纤细的白色气息吐纳出入 白细如羊枝美玉的面庞之上如同倒吹了七条白蛇与此同时徐凤年不但已经拔刀出窍而且身形刹那间旋转向前双脚离底一袖飘摇 简简单单一记滚刀披向那年轻宦官而后者只是抬起了那条吞噬掉一颗天雷的手 双脚夹夹住那柄蕴含徐凤年充沛神医的凉刀双指甲白红指缝间电光火花疯狂剑射映照着年轻宦官的那张脸庞一一声惠悟 雷剑如右开天眼的徐凤年默念了一声 开术士 只向年轻宦官眉心处的刀劲儿猛然间绽放出一条粗如手臂的雄魂刚迹 年轻宦官脑袋倾斜虽然近在咫尺 虽然内抹刚气威势等同于闯奴百丈之内鸡舍而出 但仍是被他轻松躲去 只有鬢角处被凌厉气机割断的几缕发丝缓缓飘落在雨水中 年轻宦官在撇过脑袋的同时 空闲左手快如奔雷的了向徐凤年的胸口 徐凤年被一拳砸中胸口 看似是纹丝不动 可没心处的那枚紫红枣印随之摇晃涟漪 原来这一拳不伤体魄而伤神魄 一拳得逞的年轻宦官轻盛开口 气刀 在这两个字吐露出口的时候 便全北掌一掌又敲在徐凤年的心口上 一掌之下徐凤年整个人的袍子都随之剧烈震荡 腰间玄佩的那枚玉坠子更是突然崩碎 划索激愤 徐凤年仍是双手紧握那柄良刀 亏然不懂 年轻宦官微微皱眉 始终以双指夹住良刀的手臂向外挪开 又向前踏出两步 然后这一掌拍在了徐凤年的额头之身 徐凤年整个人倒划出去 双脚在小街地面上离出了一条青石翻裂的十数杖沟壳 这是距离年轻宦官越远 游身极浅而徐凤年身后的雨水为磅礴气机所挤压 青斜悬挂清晰可见 徐凤年一脚后撤一步一脚前塔一步稳住了身形 双脚轻轻踩在青石街面上就像生出两朵池上莲花 那年轻宦官略微压抑 但是随即是人年轻翻网仍是从自己双指之间拔走了那柄普通材质的良刀 年轻宦官抬起手臂随手一抹 雨点串联呈现 最终凝聚造出一柄三尺一气剑 这一刻徐凤年看到这幕后 如同眼前铺开一幅以前从未见过的陌生画面 徐凤年四周雨水好像出现片刻的停滞 然后身上一上而下 年轻宦官闭上眼睛如听雨声 然后随手向后一箭挥去 三尺雨水在挥溅之后便消逝不见 年轻宦官又从雨中抹出一剑 而这一次挥向了左手侧面 一剑复一剑雨势不减雨水不停 年轻宦官手中三尺剑已经换了六十次了 而徐凤年始终没有现身 如果不是年轻宦官始终不曾停止向四面霸风出剑 可能迷凤杰凡小柴两人都要以为年轻藩王撤出小界了 那年轻宦官神态闲逝 出剑之时仍是有余力开口 在我心目中除去存在本身即象征着 人间巅峰的旅动宣布说 高树鹿 李纯刚 王先知 这三人在各自一起巅峰时才算举世无双 并非他们时时刻刻都堪称人间无双 比如李纯刚重出江湖后 在广陵江畔的时候 还有王先知留在东海武帝城 而不是身在北梁的时候 那时候即便我在泰安城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恐怕只有吕左才能与之匹敌 而且双方必然打得酣畅淋漓 互相且有胜算 至于你徐凤年 终究还是差了些 其实你只要不舍弃前世前身 也能走到那个高度 只是你不愿借人篱下 自行毁去了这份气运 否则天大地大 谁又能拦你徐凤年随心所欲 杀了皇帝赵传 然后逍遥江湖又有很难 北梁挡不挡得住 北蒙百万铁骑 与你一人独享天人忘忧 又有何观 年轻藩王始终没有现身 也没有达话 这位气势雄伟的年轻宦官 也不以为轻轻挥秀 天地为之寂寂 小街上遮天盖地的雨幕 就那么完完全全静止停重 青石板上那些雨水 也不再往低处流了 无所遁形的徐凤年 原来就站在小街尽头的一处屋檐下 就像一个躲雨的路人 年轻宦官伸出手 弯曲十指轻轻弹了一下悬停在头顶的一滴雨水 一向崩碎于是继续倾斜 他望向远处那位神态同样安详的年轻范茫 手中两刀早已支离破碎 仅是凭借一枪一气凝聚不散而已 山浮陆地神仙的通悬修为 加上手握三十万铁骑 为何偏偏心意如此不顺啊 徐凤年收到缓缓入窍 清凉山都知道 如今这位藩王不论何时何地 只要出现在众人视野中几乎都会玄培良道 也许以他今日境界 腰间有刀无刀并无两样 可是徐凤年还是坚持 屋檐下年轻藩王走下台阶 终于开口说话 人活一世 事事只顺本心本意 与向阳生长的无擒草木合一 为你在意之人而不得已 活得没那么痛快 看似憋屈 其实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事 最少 有人值得你为之付出 张巨鹿为苍生百姓 曹长青为他心中那个女子 我师父李仪山为北凉百姓 学校 为子女 你有吗 好像被触及逆临的年轻宦官脸色微变 眼神冰冷 重重剁脚 出龙 水井内一条粗壮如井口大小相当的水龙 疯狂走出 直扑徐凤年 徐凤年低头 瞥了眼腰间那边梁刀 轻轻呼吸了一口气 蹲下身伸出手掌贴在街面上 闭上眼睛 不知为何然后站起身 徐凤年开始向前奔跑 雨水渐起步步生连 徐凤年 你怎敢 徐凤年一望如前 而身后处以骑骑铁甲战马一位位 北凉英烈 虽死魂魄犹在 你想以赵氏气韵削减我北凉气韵 那就来 沙场之上 北凉战死英灵 截面北向南 此刻 面对年轻藩王身后的铁骑 这位与国同龄的古怪燕人 第一次流露出如临大敌的神色 江湖大宗是有意气之争 人间帝王则有气数之争 很凑巧 这条小街上不期而遇的敌我双方 虽然都不是一国君主 但年轻宦官依靠汲取黎阳肇事的气韵 而蕴阳天人境界 徐凤年作为北凉徐家敌长子 与黎阳王朝的兴衰存亡 更是牵连极重 故而双方两者兼备 通向如意驿馆的街道是南北向 此时 弥凤街 樊小柴两位浮水房大碟子 还有老宦官赵思苦 分别位于东西向的街道尽头 年轻宦官站在路口交汇处的水井旁 陈望徐悲止则在驿馆门口一座一站 只能依稀透过阴沉雨幕看到那年轻宦官的模糊身影 暂时无法发现徐凤年的踪迹 他们只看到井口中涌出一条粗如荷豹巨木的水龙 在年轻宦官身边勾勾跃起 然后迅速扑杀而去 龙身极长 仿佛没有尽头 不断地从水井中喷涌而出 青龙出水 这位宦官与人猫韩生轩是什么关系 陈望皱眉深思 并未言语 徐悲止缓缓起身 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 如此反复呢喃 这方天地有些古怪 道教佛门自古既有方正之称 强传在那方正之地 分别成就三清圣地和西天佛国 身在其中各有无上神通 如同大将坐镇沙场 料敌仙迹 早早拥有天时地利 照你这么说的话 姓徐的家伙明明在自家地盘上 反而被那个宦官夺走优势 小杰之上并非便于大队战马驰骋的地方 为何会有如此浓密沉重的马蹄声 徐悲止站起身 举目望去 你别误会啊 姓时的家伙还不至于这么阴险算计于你 更不会兴师动众地调动幽州骑军 何况到了他们这种玄妙境界的武道宗师 还需要世间骑军助阵 根本没有意义 陈旺点了点头 小杰之上 就在徐凤年即将与那条水龙撞在一起的时刻 脸色阴沉的年轻宦官叹息一声 伸出手掌 不知为何重新按住井口的孤独 刹那之间 天地之间再无羽目 原本昏暗天色好似清明了几分 如同光阴倒退 徐悲止发现自己依旧坐在门槛上 陈旺晃了晃手中酒壶 那明明已经喝光的绿衣酒 竟然还剩下小半壶 弥凤杰是满脸茫然 樊小柴低头望去自己衣衫完整 并无半点损毁 而年迈宦官赵思苦更是站在街面干涩的那一处尽头 满头雾水 而徐凤年不知为何重新坐在了井口上 好似从未起身 也从未与年轻宦官在雨中激战 但事实上又绝非如此 例如徐凤年腰间的那柄梁刀 的确已经是支离破碎了 年轻宦官脸色复杂 冷哼一声 哼 就知道你不敢拼命 你何时知晓这一切都是在我神识之中 看着天 下雨之时就有些察觉到不对劲 真正想明白 还是我从街面上抓起一把雨水的时候 你被拓拔菩萨重伤 我与你交手 自然不会占这份便宜 在这场雨幕之后 原本无论战况如何惨烈 到最后你只会损耗神意 而不会真正伤及体魄 徐凤年没有说话 转头看着这位首长缓缓从咕噜上挪开的 黎阳宦官 笑意玩味 年轻皇帝并未受益我与你分出生死 他虽然是一国之君 但仍然没那个资格 我也没这份无聊心思 此时此刻 恐怕就算我把脖子伸到泰安城给赵传随便砍 他也不敢杀 既然如此 你为何依旧要驱测那些北梁战死阴烈的残留魂魄 怎么 向我要无扬威 如果不是如此行事 你扪心自问 将来事态会如何 北梁打输了 自然是万事皆凶 影响赵氏的徐家气数不复存在 那么不管我死不死在关外的两莽战场 你多半就要再次离开泰安城来斩草除根 若是侥幸打赢了 不管黎阳龙椅 还是不是由赵传来做 你都会寝食难安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必然将我徐凤年 除之后快 既然如此 你更不应该将压相敌的本事摆在台面才对 你我现在心知肚明 在泰安城 你赢不了我 所以就杀不掉赵姓皇帝 在北梁 我赢不了你 一旦我主动出城 你胜算更大 为何要让我生出戒心 一旦我死了 在这天下就真没有谁能够成为你的厌圣之人 到时候你岂不是可以随心所欲 真正做到心意顺遂 徐凤年 避凤年见我 避见君子 君子之交 君子之争 都不以朋友或者敌人身份而改变初衷 这即是本性 也是某些人的立身之本 北梁束手西北国门 也能够成为你心目中的君子 能够认同我认同之人 那就是同道中人 在我看来 一个人受限于身世 向世间所有人发现 草木向阳生长 是天道实案 无可厚非 可人立于天地间 自有人间规矩要遵循 儒家提出课里 既是禁锢 也是洁净 归根结底 就是讲道理三个字 儒家圣人曾言 从心所欲 不于举 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顺心意 我曾经在宫中遍览吕祖 首长三教合一的文章 以及历代儒家先贤 用以安身立命的著作 和其余两教圣人的宗旨阐述 如是道三教根底 其实殊途同归 千猜万想 我都没有料到 会与你这位敌对藩王聊 这些空泛道理 如果北梁侥幸打赢了北莽 以后你我之间 恐怕还会有一场见面 唉 希望只是分胜负 而不是分生死吧 其实很羡慕那些 既愿讲道理 又能顺意的人 当真有这样的人物 有啊 有啊 北梁刘济奴 济州 魏敬唐 可惜都死了 天下无不散宴席 北梁这对柿子橘子与陈旺分道扬镳 后者继续前往家乡 年轻宦官自然仍是为这位陈少宝担任车夫 前者转入梁州东门户的险爱同关后略作停顿便继续西行 根据福水坊谍报显示 黎阳朝廷的送纸车队距离年轻藩王不过半天角力的路程 印寿间三位一蟒宦官怎么都想不到 理应留在清凉山街址的北梁王其实就掉在他们的尾巴上 沿着远比中原地带要更为发达的那条主干一路 双方一路西行 徐凤年和徐悲指拒绝了同关惊奇的护送 故而身边仅有弥凤杰樊小柴担任护送 四人四骑倒像是悠游山水的富家子弟 徐悲指已经大致听过徐凤年讲述雨中一战的形势 以他在北梁官场出了名的眉心眉肺 也是有点心有余悸呀 四骑停马在路边茶寺休息的时候 徐凤年喝着一碗完全敌不过秋老虎的寡淡茶汤 稍后喝过了茶 我们跟上一手间 徐悲指不怕冷 却最是怕热 这个时候一边喝茶 一边跟茶死老板要了饼菩萨使劲咬动 怎么要狮子大开口 给那古怪宦官十多一端 就把满肚子火气撒在印寿间那帮阉人身上 徐凤年没理睬这家伙的冷嘲热讽 趁着这个机会 我打算跟朝廷多要一名北梁道节度副使和经略副使 先跟他们打声招呼 省得他们措手不及 这个宝败啊 若是寻常官员告身也就罢了 可是副节度使和副经略使的告身 属于将相告 需要门下省的大佬点头才行 虽说陈旺刚好就是门下省的左散旗 尝试勉强能算是名正言顺 嗯 可他这次出行啊 注定不会携带官员 何况以陈旺的谨小审威 也绝对不会答应你临时起义的做法 三坪以下官员告身 历来闻出吏部 五出兵部 这二十年来 徐霄在世的时候 吏部兵部先后三次丢给北梁 总计七百多份空白告身 任由北梁道 自行选拔才选官员 朝廷无非就是挂个名头 但是例如六部尚书 或是益州刺史将军 这类封将大力的告身 自大凤王朝起 便被誉为将相告 一律由门下省主官书写在金花五色灵纸上 然后递交君主 这纸张品次 由于具体官衔挂钩 北梁道复经略使宋冻明 先前之所以不被中原认可 就在于少了这道不可或缺的流程 哎呀 大不了再让太阳城回头补办就是了 不过是一趟一棋的小事儿 杨慎信会不会有想法啊 我已经跟杨慎信通过气 老人看上去如释重负 哼你也信 也许有一天 杨慎信会由衷感谢北梁 徐卑纸转头跟查死老板又要了碗茶 接过茶碗等到老人走远 你那个让人不省心的老丈人 陆东江 由梁州刺史升任负经律师 如此一来 会不会有名声暗将的嫌疑 徐凤年轻轻放下茶碗 陆东江本就是要名多余要权的人 加上李功德三番五次请辞经略史一职 所以陆东江只会觉得跟北梁道文官第一把交椅 更进一步 说到这里 徐凤年低头望向空落落的茶碗正正出身 哎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出任副节度是 不是梁州刺史 哈哈哈哈 那位置给白玉留着好了 放你个屁 徐卑纸紧紧盯着这位年轻翻榜 徐凤年莫不作声 弥凤杰和樊小柴全然不知为何两人会骤然反目 我徐卑纸需要你来安排退路 需要你徐凤年为我将来在黎阳朝廷加梯子 第二场两莽大战必然要分出一个胜负死活 一旦北梁输了 必然会出现 黎阳朝廷吸纳大量北梁官员的居民 北梁武将一般来说都会战死官外 墙头草 不会没有 但应该不多 而北梁文官在官外那座巨北城沦陷后存在意义已经不大 是死守北梁还是撤离西北 徐凤年都不会强求 那么 徐卑纸作为执掌北梁到关内兵权的富杰度使不出意外 将会是品质最高的武臣 那就会被黎阳王朝视为最值得收入囊中的香窝窝 一个北梁到的从二贫武将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今是举世皆知 那如果北梁侥幸赢了 这个富杰度使得官身自然也算是锦上添花 那时候北梁三十万铁骑能够剩下几人 只有天小的 北梁与中原两处官场的融合极有可能是大势所趋 民生凋敝大伤元气的北梁辖境四周 恐怕也需要有人在朝中围观为北梁百姓出生 仅有一个陈旺远远不够 何况陈旺未来一样不适合为北梁公然表态 徐卑纸毕竟不是刚刚进入北梁的那位橘子了 在官场砥砺多年 很快就想明白了年轻藩王的良苦用心 随即叹息一声 把这个机会啊 留给陈亮西我就算了 嘿 随你 弥凤杰和樊小柴 不约而同的抬头望向天空 一粒黑点出现在视野里 一头神郡猛禽破空而坠 裹挟清风落在四人围坐的小桌上 轻腻地啄着年轻藩王的手背 徐凤年贤熟摘下记挂在这头六年笋脚上的浮水坊秘制炉管 轻轻倒出那份碟爆 摊开一看 嘴角勾起 好像在辛苦压抑着笑意 西域的军情 徐凤年把卷旨交给徐北纸 后者接过一看 这次是真的如实重负了 是关于曹伟谢西锤两人擅自更改都护府既定的刘州方略 临时决定与密云山口截杀重弹部欺君 一起是火速将军情从凤翔 林瑶清仓一路传到了清凉山和淮阳关 轰动了北梁高层呢 一些老城持重的边军将帅 若非是顾忌北梁王的脸面恐怕早就要公开破口大骂了 毕竟曹伟和谢西锤两位年轻骑将都是徐凤年一手扶植起来的新副位 可以说徐凤年力排众议将大量兵力倾斜流众 尤其是让曹伟与鸾刀这些新人 以及谢西锤叩江淮这些同样年轻的外人来担任刘州战役的主将 徐凤年承担了极大的压力 一旦战况不利导致整个刘州战场迷烂不堪 那徐凤年凭借第一场两莽大战积攒起来的巨大军中威望必然是严重受损 而且与刘州同气连支的梁州也注定会陷入危待境地 哎 这两个小子真是亡命之徒啊 竟然在烂陀山僧兵的眼皮底下 一口气吃掉了众坛的骑军 曹伟谢西锤拼了命才捣鼓出这么个好局势 不能浪费了 你撅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事 行嘛 就让我这个临时的北梁道富杰都市跑一趟烂陀山 怎么改变主意了 对我来说其实都一样 徐凤年也不去刨根本顶 转头对弥凤杰反小柴说 你们两个护送富杰都市大人前往烂陀山 顺便让拂水房烧化给曹伟谢西锤 再配合你们三人登山说服烂陀山与北梁结盟后 接下来他们如何用兵 可以不受刘州刺史府 清凉山和都护府三处节制 徐卑职猛然起身 哎 不用这么急吧 徐卑职白了一眼 静止走向那几急 徐凤年只好跟着起身送行 弥凤杰在跟查四老板掏钱结账的时候 多给些铜钱 我再要两万九 记住 不要得意忘形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识过 哪能啊 哼 嘴巴都快里到耳后跟了 徐凤年姓姓然也不还嘴 弥凤杰和樊小柴视线交错 老人眼中满是笑意 显然对这种北梁君臣相宜的画面倍感欣慰 而樊小柴则是有些恼意 似乎对那个徐北纸的态度有些不满 徐凤年对三骑挥手送心 等到三骑身影消失在视野 徐凤年这才反身坐回桌子 桌上已经摆了两大百碗粗烈的绿酒 徐凤年一碗 而那头当年由楚禄山亲手熬出的海东青一碗 徐凤年伸手抚摸着他的羽毛 眼神温柔 老伙计悠着点喝 茶寺老板只是个眼窝子浅的普通百姓 瞧见这幅鸟喝酒的光景后 还真是大开眼界 忍不住凑近了坐下 哎公子 这是傻鸟啊 这瞅着真俊呢 辽东那边的海东青 养得起这么灵气的豪鸟 公子的家世可了不得吧 那可不是 我爹打了一辈子仗 才攒下今天的家业 交到我手上后 好些北梁以外的大人物都眼红惦惦着 这年轻人啊 就跟那些地方上的北梁将中子弟一个样 最喜欢拿父辈的军功余人说事 说大话一点也不怕噎着 谁不知道咱们北梁的有钱人 哪怕是灵州那边的傅家翁 见着了隔壁周军的大祖老爷 也是向来不大值得起腰杆子 从不敢说自己兜里的银子拖呀 徐凤年摘下腰间悬挂的玉佩 老哥 我今天高兴请你喝酒 身上没银子就把东西倒在这里 回头让人用银子赎回去 老汉先瞥了眼那枚不知道真假的玉佩 又瞥了眼桌上那低头啄酒的鸟 犹豫不决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去拎了两坛子卖不出去的上好绿已久 在下孙兮记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三百五十七集 黎阳印寿舰的车队在过铜关进入梁州辖境后 马蹄终于加快 密集踩踏在异路之上 这只兵马 作为名义上的天子使臣 一路往西 真真切切领略到了北梁的贫瘠苦寒 只是贫寒之余 沿途秋日里的庄稼又别有生气 郁郁勃勃 格外乍眼 车队在青马翼下榻 此地距离梁州城不过八十余里 梁州青马翼 由于已经临近周城 设置在一座繁华小镇的闹市 由于此处是进出梁州城的必经之地 不但驿馆规模颇大 还拥有北梁道众多驿馆里唯一游院 义夫多达七十人 附近也常年驻扎有一只青旗为主的驻军 据说年轻繁忙的亲卫护从白马翼从 早年间半数兵员便是来自这支骑军的 战力自然是不容小觑啊 例如如今已是在北梁军中步步登天的疯子洪书文 便是出身这支不险山不漏水的航武 青马翼所在的北安镇 也是异常繁华的八方通渠之地 灵州素来有塞外江南之域 北安镇则有小灵州之城 而作为梁州城镇里少数不设夜进的地方 北安镇更是一处名副其实的修金库 就像毗邻的两座九楼青楼 就连妹打出不登两楼往来北梁 以及天下第一花酒的两块金子招牌 如此一来 北安镇的两楼就愈发名声雀起 响彻北梁道和两淮道 一番洗漱更衣过后 三名大太监身边 仅有那位姓钱的御林军统领跟随 四人一起步入名字就叫九楼的那栋九楼 九楼有三层 虽是深夜 一楼大堂依然是人满为患 二楼座位也所剩不多 擅长察言观色的九楼伙计 就给四人领到了事业最佳的顶楼雅尖 说是雅尖啊 其实就是用绣工精致的大幅落地屏风隔断而已 宋公公落座后 舒舒服服地坍靠在剖开后 木心天然呈现葫芦状的黄昏黎木椅背上 这边的格局倒是跟咱们那边的方式有些相像 欢国衣衫更像一位关外大汉的马公公 欢视四周还算满意 相比底下两层都要安静素牙许多 迷眼点了点头 刘公公跟那位尖头搭有一块棉筋的酒楼年轻伙计和颜悦色开口 这位老爷可真是行家 当的酒仙的称号了 寻常客人到了咱们酒楼 出手阔绰是不假 可多是挑选西蜀供酒 建南春少来喝 在小的看来 那酒好是好 论醇香余味 其实比不得熟化 论入侯烧烈 更是远远不如咱们北梁地道的绿椅 对了四伯爷 小的多嘴一句啊 咱们酒楼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到了这里 只要客官想喝绿椅酒 一律不收银子 想喝多少都行 就算喝十坛八坛的也不要钱 真不怕喝穷了你们酒楼 又如果有人到了你们酒楼只喝绿椅酒 你们这个规矩还做数 做数 怎么不做数啊 来这时刻嘛 咱们掌柜早就发话了 肯喝 以及能喝咱们北梁绿椅酒的好汉 喝垮的这份营盛算不得什么 就当和豪杰们交了回朋友 掌柜的为此还特地立下个规矩 谁要是能一口气喝掉六壶本楼的招牌绿椅酒 别说一桌子酒席的银子都免了 便是啊 想去隔壁那栋楼睡一晚 咱们酒楼也一并帮着掏腰包 这般开门做生意的酒楼还真少见 有点意思 宋公公嘿嘿一笑 双手扶着古色古香入手舒适的椅儿 打量着那个伶牙利齿的年轻伙计 看来你们掌柜的虽然满身铜臭 倒也不算的俗人 今儿咋家 今儿爷心情不错就给你们掌柜一面 让他来给我身边这位刘老爷敬一杯酒 实话告诉你 这份面子错过了可就这辈子都捞不着了 这位爷真是对不住了 咱们大掌柜不是咱们北安镇上的人物 连小的也没见过一眼 不错巧 管事的二掌柜 刚好在隔壁那地儿有桌推不掉的饭局 不过几位爷放宽心 就冲你们点的六壶酒 只要二掌柜回了酒楼 小的立马去他跟前智慧一声 怎么也不会让二掌柜错过了四位老爷 又没能趁心如意的宋公公 已经有几分不悦神色 正要发作 只是眼角余光 瞥见刘公公从钱囊中 掏出一块分量不轻的银子 没有跟一般豪客那般 竟直抛给酒楼伙计 而是搁在桌面上 缓缓向前推去 赏你的 别嫌少 年轻伙计犹豫了一下 就听那名先前一直沉默寡言的魁梧中年人 冷声开口 此人正是在泰安城御林军中 和刑部衙们都声名显著的 钱统领 让你收下就收下 等到那名年轻伙计 小心翼翼收起银子离去 刘公公这才说了句 如何 没有异样 一路看过来 这种酒楼伙计 都是不曾习武的寻常人 只不过这三楼有几桌 很不简单 网罪坏处想 这里离着青马翼不过半驻乡路程 骑军策马而来更是转瞬极致 何况相信暗中盯梢的北梁碟子 也不会是些无用百尚 咱们喝咱们的不用多心 今小慎微的马公公还有些隐忧啊 心比天宽的宋公公已是大呼 喝酒喝酒 前老弟 稍后你可要尝尝咱家乡那边的熟化大酒 那种滋味 我呀 可是惦念了半辈子 想遇朝野的六壶好酒 很快就拿上来 得了赏银的年轻伙计 更是自作主张 跟酒楼多拎了两坛上等绿衣酒 反正是康他人之铠 不肉疼 相比云淡风轻的掌印太监刘公公 和万事不上心的掌司宋公公 江湖沙场都走过的御林军前统领 要有更多的计较 他肩上终究担着三位印寿舰 出现大佬的安慰啊 王晓乐说 任何一位有资格身披莽夫的老宦官出了纰漏 那他在泰安城的官场也就是走到了尽头 那王大了说 真出现弹压不下的风波 他姓前的 加上整个家族 甚至是背后的恩主 那也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所以看似临时起义的一场喝酒 这位腰间玄配有一把皇家御刺错金刀的统领 一直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面 他们这一桌的左右 以及对面三桌客人 藏龙我虎啊 掌印刘公公左手边 隔着鼠袖屏风的那一桌 坐着四人 一位年轻女子姿色出众 尤其是他桌对面那位举杯喝酒时 也一手始终摸住刀饼的中年人 是气态雄魂 哪怕当时自己只是惊鸿一劈而去 这名当时背对他的刀客 也瞬间有了微妙回应 虽未转身或是抽刀 可是桌下那只手 显然由摩梭刀饼变成了五指紧握 所以前统领以防节外生枝 就干脆放弃了其余两位男子的审视打量 而刘公公右手边 那座玉石山海图屏风那桌 六男三女 年龄悬殊极大 兵器各异 都是大大方方搁置在桌面上 或是悬挂在木架上 像是几个江湖盟友门派的结伴出行 真正让他感到棘手的 还得是刘公公对面的那一桌 这也是为何前统领 选择坐在刘公公对面的真正原因 隔着两座屏风 二十步以外 酒桌上坐着一对夫妇模样的中年男女 男子身上有一种前统领 再熟悉不过的沙场气息 而仅是看到一个阴沉侧脸的女子 姿色平平 但是气势极为的冷冽凶狠 久之半憨 又有两拨人几乎同时登楼了 先到一拨 前统领掂量过他们的实力 虽然感到有些古怪 也未深思 至于第二拨 三男两女 为首年轻人 一副恨不得天下人都知晓得江湖少侠做派入不得前统领的眼 但是接下来的四人一味比一味让他感到心惊胆战 那位少侠身边的木盲女子抱擒而行 而他身后背负剑下的木讷中年人 剑气极重 可这还是他已经刻意压抑的前提之下呀 而在他身后 夫妻模样的男女并肩而行 少夫无比扎眼 身段是风鱼妖柔 且身穿五彩绚烂的扎染衣裳 双手双脚都分别记挂有一串小巧玲珑的银制灵的 人为露面 铃声先制 腰间歪歪斜斜的挂有一柄刀鞘雪白的弧形短道 眼界极高的前统领一眼就看出 这分明是西南十万大山里的苗人装束 而他就那么挽住身边无短身材男人的手臂 眉眼之中充满毫不掩饰的得意神色 在他的衬托之下 原本的不起眼的中年汉子也显得是鹤立鸡群起来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前统领已经掉到嗓子眼的那颗心 差点就要当场脱口而出了 没想到才半杯酒的功夫 又有一名众星拱月的年轻女子来到了二楼 他身后跟随四名护从身份的人物 前统领收回视线后脸色铁青 什么身份的女子 顾得起四名最不及也是二品小宗师起步的顶尖高手担任供奉 如此一来小小一座酒楼冷不丁就成了高手多如路边狗的局面了 饶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前统领也开始大汗淋漓了 有麻烦 不一定 但只要起了冲突 就一定是痛破天的大麻烦 也许紧急调动一两千集也是无法摆平的 只要这里是北梁就够了 那一刻 前统领才真正的对这位印寿舰掌印太监刮目相看 而在鱼龙齐聚导致云波鬼爵的酒楼外头 一名配刀牵马的年轻公子哥突然在街上停下了脚步 他这一停步也就让青楼门口拉客的老宝看清了他的模样立即眼前一亮 而他身边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更是恨不得恶虎扑羊 把那位还卷着锈管的落魄俊哥给生吞活泼就地正法了 正正出神的年轻人似乎没有听到浑身脂粉器的老宝在说什么 也任由他拉住自己的胳膊往那座青楼里拽 年轻公子终于回过神来 誓死天下喝花酒能不能不给钱 这位公子真是爱说笑话 就算王爷来了也得给银子呢 已经被拖拽了几步的公子哥停下身形 依旧一手牵马 那我就不进楼了 公子可不老实 敢在这会儿配这种刀走在大街上会没银子呀 嗯 我可以先答应公子 就算身上没带一颗铜板也没事 欠着 就在年轻公子哥仿佛天人交战的关键时刻 一位貌不惊人的男子突兀出现在他们身侧 极力掩饰他言语中的激动 二等房 第四号十六 有钥匙禀报 年轻人点了点头 不露声色 挣脱开三位青楼女子的手臂 对他们歉意一笑 然后千马前行 年轻人转头望向那个眼神炙热的浮水房精锐碟子 有突发状况 刚刚发现有人意图刺杀印寿兼三位宦官 如果不是发现王爷的行踪 属下临时擅自主张 本该已经动用青马一秘密兵符 调动那支驻军入城 说到这里 这名在北梁浮水房已算地位不低的碟子低头道 请王爷恕罪 嗯 不愧是浮水房出来的 跟楚路山一个德行 请什么罪啊 请功还差不多啊 那名专门负责北安镇大小情报的浮水房碟子 明显有些不知所措 略微失神之后 赶忙向这位牵马而行的年轻人有条不紊的详细汇报行事 徐凤年听过之后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接下来就不用你们插手了 本王会自行处理 就在那名碟子准备领命转身离去的时候 徐凤年沉声说了句 辛苦了 浮水房碟子愣了愈言又止 但最终仍是没有说话 咧嘴一笑 然后默默离去 徐凤年牵马 缓缓走向了那栋酒楼 酒楼内一位年轻少侠 他凉凉呛呛地越过屏风 正要扯开嗓子 跟酒楼伙计多要几壶 剑南春梢 突然像是给人用绳子勒紧了脖子 带入目击 死死的望向 那名离他不过七八不远的女子 天下十大帮派之一的帮主 北梁江湖的执牛而者 刘妮荣 他狠狠揉了揉眼睛 然后瞬间仗红着脸 根本不敢向前跨出半步 只是鼓足了勇气 战战兢兢地问 敢问可是刘帮主 刘氏 没事 刘妮荣一笑置之转头离去 满腹懊恼的少侠 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啊 不过到底是酒壮怂人胆 略微提高了嗓音 刘 刘帮主 在下霸凌郡宋官响 师从浩然楼楼主轻浮见客 那位高不可攀的女子已经绕过屏风 进入雅尖 很快消失在男子的视野了 刘妮荣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搭讪 早已麻木 绕过屏风后 看着在座四位远道而来的南疆贵客 仍是没有着急落座 而是抬手抱拳致歉道 路上耽搁了两天 让林公主久等 距离这位鱼龙帮帮主最近的男子 正是那名让玉林军前统领极为忌惮的刀客 虽说在刘妮荣登楼之时就已经察觉到他身后的四股悠长气息 等到刘妮荣此时此刻站在他身边 这名刀客始终置若罔门 继继继继继续喝酒吃不过倒是松开了按在刀柄上的手 想必是以此来表态自己并非是恶客临门 至于他刘妮荣能否领会又是否领情 这位年以古希却是满头黑发的老人 其实根本无所谓 他的确也有资格不在乎 因为他是毛疏了 作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刀法巨匠 同时又是亲身经历过春秋十三甲的那个灿烂时代的老人 他在巅峰时期曾与李春刚并称为北里南矛 只可惜啊 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场大战皆是告负 被刘妮荣称呼为林公主的女子 奄然一笑 刘帮主太客气了 鱼龙帮上上下下可是有好几万人 不像我龙公 撑死了也就三百号人 想找点事情做都难 刘帮主能够从百忙中抽身见我们一趟 林洪源已经是感恩戴德了 继毛疏朗之后 被公认为南疆第一高手的程白霜笑意无奈 显然知道林洪源这个兴高气傲的闺女 始终对鱼龙帮帮主刘妮荣看不上眼 听说上次跟随灰山子夷一起赶赴西域围剿六尊魔头 林洪源就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刘妮荣表露出针锋相对的端倪 至于到底为何如此 这种只可议会不可言传的女子心思 隐约知道些内幕的程白霜当然是不愿意掺和 何况于情于理 他也要护独子 护着几乎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灵洪源呢 倒是作为南疆龙宫首席客卿的姬露安 皱眉沉声 公主不要耽误大事 我们此次北梁之行照理说本该前往灵州 先行见过刘帮主 是公主擅自更改行程 非要亲眼看一看那太安城的阉人 怎可反过来怪罪刘帮主呢 林洪源瞥了眼刘妮荣 姬叔叔 刘帮主岂会跟我一般见识啊 刘妮荣的身后四名这些年陆续进入鱼龙帮担任供奉的高手或多或少都有些怒意 毕竟庙堂之上讲究主辱沉死江湖上也同样讲究打人别打脸呢 林洪源多次免礼藏瞻的挖苦帮主刘妮荣 鱼龙帮的高手早就心怀不满了 再者 鱼龙帮尤其是地位超然的那拨人也都憋着一口恶气 因为江湖上虽然敬畏人多势众的鱼龙帮 却认为鱼龙帮事实上拿不出手一位真正的高手 说来说去 救赎鱼龙帮的软肋最为致命 当初中原江湖正道领袖携手追杀六位胆敢从大雪平偷窃密集的六位邪魔 在那场荡气回肠的正气大潮中也闹出过不少啼笑皆非的笑话 其中就有先前新评为江湖十位俊艳之一的斗长风 在他与鱼龙帮帮众起了冲突后撂下了一句事后传遍中原江湖的名言 你们鱼龙帮人多了不起啊 所以当林洪源当着刘尼荣的面称赞鱼龙帮几万人 虽然刘尼荣神色淡然 但身后已经有一位正直壮年的魁梧克卿大步踏出了 即便刘尼荣已经仕途阻拦 后者仍是不管不顾的走到桌边 一只手按在桌面上 哼 听说龙宫有个叫姬鲁安的剑道宗师 剑术抄群相当了不得呀 连那个被咱们王爷一巴掌拍死的王同山都夸口 说是能算半个高手 在下便是半个高手的姬鲁安 原来就是你呀 来者时刻 那我开杯手赵山洪 就敬你一杯酒 只见他轻轻一按桌面 这桌子纹丝不动 可是记录完身前那只还有半杯绿椅的酒杯却是怦然碎裂 碎片并不向四方建设 只是同时摔落在酒杯原先位置的一寸之内 而那半杯绿椅酒竟还是凝聚不散 灵红圆对此完全视而不见 斜看刘尼荣的眼神中 有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 对于灵红圆剑放插针的无声挑衅 刘尼荣依然面无表情 成白霜看到这一幕后对看似一副尼菩萨没火气皮性的刘尼荣悄悄地高看了一眼 既然是敬酒 那鸡某人推脱不得就喝了这一杯 基鲁安伸出并拢双指在桌檐上轻轻一口 那些碎片竟然是悬空合拢了 重新凝聚成一只完好无损的崭新酒杯 基鲁安轻轻拎起酒杯 微微抬手 然后一饮而尽 随意放下酒杯后 喝过了敬酒 倒是有些想喝罚酒 在进入鱼龙帮成为供奉之前 开杯手赵山洪曾经稳坐冀州黑道第一高手十年之久 如果不是当时担任冀州将军的原亭山那条疯狗把他辛苦积攒下来的家业 连同两百多号人人攻马贤熟不输辽东惊奇的兄弟在一夜之间扫荡而空 做了十多年土皇帝惬意生活的赵山洪 又岂会像条丧家之犬只能逃入北梁呢 哼 敬酒只是意思意思 罚酒嘛 可就没那么容易下嘴了 赵山洪 赵山洪全然不理睬这位名义上的鱼龙帮帮主 只是轻轻拧转手腕盯住了基鲁安 就在这个时候刘尼荣四名护从中最为年轻一人做出了一个鱼龙帮龙公双方都绝对意想不到的举动 站在开背手赵山洪身后的他一拳迅猛击中了前者的后腰眼 巨大的寸劲几乎是刹那间就贯穿了赵山洪的腰部 资质浊然的赵山洪虽说受先于先天耕骨 五道境界止步于二品小宗师 但也可以被视为大半金刚小半纸旋的二品竟怪胎了 战力是极为不俗 所以身后那名年轻供奉毫无征兆的抱起出手赵山洪是凭借本能猛然间绷紧了后背 几乎在那一拳击中他后腰眼的同时 赵山洪就开始向前迅速踩出幅度极小的三小步 但即便如此 竭尽所能卸去那股磅磅劲道 身材魁梧的赵山洪仍是摇晃了几下 他弯腰拉开一把椅子顺势坐下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准确来说是半杯 在低头喝酒的时候 先是吐出了那口淤血 悄然吐入酒杯后 是连鲜血带酒一起咽下了肚子 赵山洪磨嘴转头 双眼赤红 到底还是自家人贴心的 让我喝了一杯好酒 回去再请你喝几杯 管告 鱼龙帮鱼龙帮啊 当真是鱼龙混杂 刘尼荣父亲当年取的这个帮派名字 一语成谶 归根结底 鱼龙帮就如中原所说 缺少一位能够力压群雄的定海深圳 其实鱼龙帮内部不是没有聪明人暗自揣测 为何清凉山不直截了当找个人物来顶替掉修为平平手腕更是不够强硬冷血的刘尼荣 徐凤年在将马匹交给九楼伙计后 没有直奔三楼 而是在二楼挑了个刚刚空出来的临窗位置 点了两份门断膳和将之鲤鱼 听说绿衣酒不要钱后便要了两户 北安镇如此热闹真有些出乎意料啊 不过也算是情理之中 今年秋冬之际会有一场武当论武 这无疑吸引了众多江湖草莽 武林豪杰 明眼人都晓得 显然北梁道是要帮助武当山力压龙虎山一头 比起先前灰山紫衣引来江湖正道浩浩荡荡赶赴西域 这一次武当论武也许是声势浩大 大雪平真正的画室人黄放福 早已对中原江湖放出了风声 届时所有灰山客卿将会一同前往武当 而快雪山庄和幽艳山庄几乎也是同时点头 龙公和加古台泽紧随其后 太白剑宗 那位风头一时无量的年轻哲仙人更是扬言要与武当长教李玉甫与紫须公论道 更要与北梁王徐凤年与小莲花封顶论武 如此一来 加上北梁本地的鱼龙帮 黎阳十大帮派宗门就已经有七个明确参加武当论武了 徐凤年刚刚要举杯喝上一口绿衣酒 就看到酒楼伙计低头哈腰的领着两人走来 不用满脸为难的伙计开口 平桌是吧 没问题 落座两人 老人相貌平平对徐凤年笑了笑 然后坐在了徐凤年对面 另外那名女子头戴帷帽身穿黑衣 腰间悬配了两柄刀销磨损严重的横刀不分左右 而是在右腰一侧交错地方 刀身比起寻常配刀都要更长 女子坐在老人和徐凤年之间面对窗外的一条长凳上 摘下围帽放在桌上露出一张英气不发的面容 哎呀还真是好人有好报 年纪不大的女子听到这句话后没有丝毫异样神情 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 他转过头正大光明的直视那个人 等他看过那个年轻男人的眼睛后 微微一笑 谢谢 他与他都拥有着清澈的眼神 老人哈哈一笑 相比应该是他孙女的年轻女子 老人显然要更为贱谈 相逢即是有缘 这位公子听口音你是梁州当地人 祖籍辽东锦州 不过我家很早就在北梁地居了 哈哈哈哈老朽姓童勉强算是个半吊子的江湖人 哎你喊我童老哥就行了 若是不嫌吃亏啊 叫一声童老伯也可 哈哈还是喊童老哥吧 喊童老伯总觉着见外了 辈分差不太多说话不得见 哎对了我姓徐 这话对于口 等会儿老哥我要多吃两碗饭 哎不曾想在你们北梁开销这般厉害 这才几天功夫就已经快要斗里劲底了呀 要不然我老头子早就去三楼喝酒吃肉了 嗯能吃饱就行 徐老弟这话有嚼头 一看就是读过书有学问的人物 徐凤年 亚然失笑 这么多年了还真没几个人称赞过他有学问 徐凤年赶忙给老人倒了一杯酒 看了眼年轻女子 那女子摇了摇头 徐凤年也就没有帮他倒酒 哎不像我孙女 要他学女工就跟要他命一样 死活要耍头 耍着耍着连个对象都耍没了 都是快三十岁的老闺女了 搁在咱们家乡那边 这岁数别说当娘了 再过几年都能抱上孙子了 哼 徐老弟 你说老哥我能不愁吗 徐凤年忍俊不禁 只不过当着那个女子的面 他当然不好说什么 玄佩两柄刀的年轻女子似乎有些无奈 老人小心翼翼瞥了眼自己孙女 哀声叹气喝了口酒 借他人酒杯叫自己快累啊 年轻女子无动于衷 老人果真如他所说的囊中羞涩 比点了两个菜的徐凤年还不如呢 虽说同样是两个菜 可这价钱就差了一条街了 好在有徐凤年不停地劝酒 老人是酒性极高 但是老人的酒量不幸 酒品也不咋定 才半壶绿衣酒下肚就已经喝高了 面红耳赤大嗓门唾沫似箭偏偏还喜欢掉书袋时不时地来几句让听者哭笑不得的大话空话 啊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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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雨少年饮 spectacular喝 咳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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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iteration 相信报应 相信旧已的状元之众 埋蛇像宰相之荣 你信不信 贫荐人一无所有啊 临死是拖一个燕子 不归人无所不由 命中是担一个链子 自生孰胜孰腹 想来那位高座堂上翻阅生死部的阎王爷 只会哈哈大笑的吧 徐老弟 你说是不是这个礼 徐凤年总算是听明白了 这位同老哥读过几天书不假 但往往是前言不达后语 鸡头不对压嘴呀 简单来说 就是死记硬背 不过要说全然狗屁不通 倒也不至于 老人一只脚踩在凳子上 就只差没拉着徐凤年 划拳猜久了 徐老弟 你别觉得老哥我喝醉了 我没醉 必须的 我醉了 捅老哥也不会醉 年轻女子只是正襟微作 悠悠然下筷子夹菜 细嚼慢咽 老人突然望向窗外 哎呀 话说南方的世子 北方的将 西北的黄土 埋黄上 你们北梁啊 这里明明有着天底下最厚重的土壤 却中不出最丰收的庄稼 好在总算养育出了一只天下无敌 你的北梁铁骑 没委屈了这块土地啊 徐凤年跟随老人的视线望向街上的灯火通明 莫不作声 老人收回视线猛然一拍桌子 老哥我就是个江湖莽夫 沙场时不想管也管不着 徐老弟 咱们算是自家人了 说句难听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啊 这一路走来 对你们北梁那个什么 什么鱼龙帮啊 真是瞧不上 什么十大帮派之意 奢属义务 我就不明白了 就像那南疆龙宫啊 只是阴池王给那纳兰又辞的一座庭院罢了 这鱼龙帮之鱼青凉山又好到哪里去了 无非就是那姓许的年轻藩王第二座庭朝火 哎两三万帮众 跟青凉山饲养的那万维鲤鱼有啥区别 嗯 当然了 江南道上的加古台也一个德行 据说是圣祝国余健康嫡长孙倒过出来的玩意儿 千小的那个瞧着不使人间烟火的柳魂贤 是不是某位大宦官子弟的拼头 老人低头望着杯中酒有些赶上 唉 哪怕是冬月剑池这般拥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宗门 宋年轻为何会死 柴青山又为何会出现在太安城的城头 徐老爹 你还年轻 不像老哥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 很多事情你大概不会懂得的 在那王先知坐镇五帝城 或者说是坐镇整座江湖的那几十年里 那时候的江湖不是这样的 即便是早年与朝廷关系最为亲近深远的龙虎山 也好似山上君王的羽衣亲相能够傲视恭候 更不要说两禅寺当年还有一位能够让黎阳老皇帝亲自结家的白衣僧人 老人不断重复呢喃那句 那时候的江湖不是这样的 最后一口喝光半杯酒 眼神茫然地望向徐凤年 王先知怎么就会输给你们那个年轻繁忙呢 怎么会死的 王先知不该死也不能死 怕这一死江湖就变本 徐凤年之前不是没有怀疑过这个姓童的老人认出了自己 不过很快就被否定了 老人中中叹气一声 嘿嘿嘿嘿嘿 老哥我毕竟是老江湖了 知道徐老弟身份不简单 否则也不敢公然玄佩一把北梁刀随意晃荡吧 如果老哥没有猜错 老弟你是出身梁州数得着的匠主大户 是数得着 这些都不是个事 喝酒喝酒 桌上没酒了 再请老哥喝一会 徐凤年立即招手喊来酒楼伙计多要了两壶绿衣酒 酒楼伙计转过身后翻了个白眼 幸幸然去取酒 不知不觉 这对鬼使神差坐在了一张酒桌上称兄道弟的哥俩已经喝掉五壶绿衣酒了 绿衣酒可是被誉为能够烫伤喉咙烧断肠的烈酒啊 所以那位年轻女子轻声提醒 爷爷差不多了 这酒后劲可不小 哈哈哈哈 爷爷难得偷偷快快喝上一会 你从不喝酒 不知道世间唯有纯酒是清凉药 要不然古人为何要说 功名利路浓于酒 醉得人心死不行呢 然后老人跟徐凤年碰了一杯 又是吃溜一生 狠狠灌下一大口 先前老人举杯晃荡来晃荡去 徐凤年好不容易才碰了这一杯 不过老人比起喝掉第二壶酒的时候 已经口齿清晰了许多 大概是大醉至醉醒了 老人露出一个深意笑意 朝徐凤年挑了挑眉头 头一回用上了徐公子这个称呼 徐公子觉得我孙女如何 徐凤年无言以对 年轻女子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摒弃凝神 眼观鼻鼻观心 别紧张啊 我人老眼不花 虽然你小子会是世上许多女子的良派 可惜却不是我孙女会喜欢的那种男子 我跟你一般年轻的那会儿啊 喜欢闯荡江湖 所以有幸见过很多老家伙 有些好似蛟龙的大人物 剑神李淳刚 风独绿袍尔 鲍春仁刘英功等等 也见过很多江湖事情里头的小人物 如今连我都记不得名字了 可不管怎么说 那时候的江湖啊 从心底里相信被金人视为迂腐可笑的老畏惧 为千金一诺 云以仲侠义而轻生死 所以我不喜欢你们北梁的鱼龙帮 也不喜欢如今的黎阳江湖 现在的江湖啊 就是苗塘街下的一滩死水 就算落地神仙再多 也无趣得很 毕竟江湖人是要走江湖 不是看江湖听江湖 说到这里 老人眼神慈祥地望向自己孙女 可是他喜欢就好 要说最不喜欢的 还是北梁的徐家呀 徐凤年脸色如常 低头浅浅喝了一口酒 二十年前 黎阳江湖不敢在徐家铁骑之前谈风骨 就那么一寸一寸给徐家马蹄踩断了 如今哪 那个人途好不容易去见阎王爷了 可是黎阳江湖仍然不敢在徐家面前自成高手 这江湖好像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当年人途徐霄好歹是仗着所向披靡的无敌铁骑马踏江湖 可如今徐霄的敌长子 他一个人就够整座江湖喝上一大活了 老哥 来 我敬一杯 这是为何 咋的 老弟你姓徐 难道跟清凉山北梁王府占钱太过不成 唉 因为在这酒楼喝绿衣酒 不花钱呐 啥 喝酒不要银子 嗯 饭菜贼贵 而且一碗钱不能少 唯独绿衣酒 不要一颗同钱 年轻女子忍住笑意 老人呆滞当场 猛然回神后吼道 嘿 爹小二 再领两壶绿衣来 童老哥 我我真不能喝了 臭小子 别喊童老哥 喊童老婆 突然那年轻女子伸手 按住一把配刀的刀柄 楼上 有沙气 徐凤年一时间脸色古怪 年轻女子以为 这位气息寻常的 梁州公子哥 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念在他陪着自己爷爷 喝了这么多壶绿乙的情分上 破天荒地继续提醒 徐公子 三楼高手极多 至少有四五股契机 堪称雄厚旁驳 这些足以跻身 一品境界的宗师 一旦交手 我未必能够照应得到你 徐凤年 岂会不知楼上的形式 难将第一人成白霜 刀法宗师毛书朗 龙宫首席客卿 姬鲁安 南照第一高手 唯秒 目盲 琴师 须送官 这就已经是五位了 等到徐凤年回过神的时候 三楼已经传出了巨大的哄响声 徐凤年站起身来 童老伯 童姑娘 三楼有我的朋友 我得去看看 他早就猜出那名女子的身份 南照境内金错刀庄庄主 铜山拳 货真价实的当事女子刀法大驾 他走的五道路数 与五帝城拳法宗师林亚如出一辙 那么他右腰叠配双刀 分别就是天下刀中重器第六和第九 武德和天宝 老人神情凝重 既然如此 就让我孙女陪你走一趟 童老婆好意心领了 放心吧 我知道情重 老人还要说话 突然发现 孙女扯了扯自己的袖子 低头望去 孙女摇了摇头 老人虽然不知其中玄机 仍是忧心忡忡 千万小心 你有不对 大声招 徐凤年刚走出去两步 转身猛然抱拳 最后那杯酒 是我替爹静童老先生的 如果他能够亲耳听到 别说五壶绿一角 就算十壶 二十壶 也要陪老先生喝个痛快 哎 女子 爷刚才说啥了 我忘了 哎呀 不去想了 女子 爷爷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年轻人 不简单 女子深呼吸一口气 紧眠起嘴唇 以言不发 就在他大失所望的时候 老人语不惊人 死不休地抛出一句 他呀 就是北梁王徐凤年 女子怂然大惊 老人低头小酌一口后 嘿嘿笑着 傻闺女 这你也行 天家使者 死在藩王辖境 这既是阴谋 也是阳谋 印寿剑三位莽佛太监 对此皆是心知肚明 只是刺客的毅然决然出乎想象 自杀地点最终放在与梁州城近在咫尺的北安镇 这种选择也太过貌似 可恰恰就是这种近乎不可理喻的愚蠢 为刺客带来了一线希望 率先发难的刺客如玉林军前统领所料 正是掌印太监刘公公面对的那桌男女 二十步两座屏风 当一道身影瞬间凭借力气破开第一座屏风 早有准备的前统领就已经起身 挖出腰间 那柄象征身份的御刺筋道 当刺客气势如虹 以直线路径劈开第二座屏风 前统领不进反退 一刀迅猛劈向那名刺客 其招之前 骑士却是雄爪 如果说先前那名刺客是一刀将屏风劈成两半 那么前统领就是直落一刀将此人连人带兵器 一起从中劈开一刀必敌 前统领对于尖头近乎露骨的恐怖刀痕根本无动于衷 迅速地呼出一口烛气 患上心气 前统领的身后 掌印太监刘公公窥然不动 继续举杯饮酒 掌司太监宋公公双手按在椅盐上 两颊血白肥肉颤颤巍巍 嘴唇铁青好像在念念有词 提醒魁梧如同关外大汉的马公公在前统领出刀迎敌之时就已经放下筷子站起身来脚步沉稳的来到了刘公公身后 这位深藏不露的签书太监在看到前统领一刀分尸之后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惊喜神色 相反的很快出声提醒小心在察觉到九楼三楼的异样后时时刻刻都如履薄冰的前统领自然不会掉以轻心 事实上他等的就是刺客的真正后手 甚至连内一口看似匆忙的唤气也是引蛇出动的假象 所以当那名阴沉女子几乎在男子尸体劈开的同时一掠而至 前统领已比他想象中最少快了七八分的出刀开门迎客 依旧是斩马开山一般的沉重劈刀 而那名女死士根本没有以剑横胸阻挡刀士 依旧是剑尖直刺前统领的心口 他手握三尺轻锋的那只纤细手臂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颤抖 前统领哪怕在千军一发之际让身体威胁些许 躲过了那致命一剑 但那绿莹莹的剑尖仍是在胸口割出了一条血槽 至于那名心狠手拉的女子刺客 已经毕命于前统领的第二刀之下了 这场刺杀从头到尾 从生到死 他与同伴皆是一言不发 这种沉默远比杀气冲天的不杀 更让人感到震撼了斩杀两名极有可能出自哥禄楼的刺客 前统领脸色惨白轻轻颤抖的左手迅速抬起 在胸前挤大翘穴 靠指轻弹 让原本按照正常脉络流淌的体内气血 立即另辟蹊径 因为那名女子死逝的剑尖脆有剧毒 一旦深入深入骨髓 陆地神仙也难救啊 只是如此一来 暂时性命无忧 可前统领也失去了继续再战的实力 在下孙希寂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三百五十八集 前统领唯恐刺客还有蛰伏暗处的侧影之人 所以赶紧转头沉生开口 三位公公 我们必须撤离此地 从第一名刺客披开屏风 到前统领开口说话 其实不过是短短几个眨眼功夫而已 就在此时 一声怒吓从刘公公右手边的屏风传来 言语之间有着道不尽的酣畅快意 太暗沉的烟狗 到了我们北梁地盘药物扬味 还想走 臃肿身躯挤在那张黄花梨木椅的宋公公 连人带椅都向后推移 那位脱去大红蟒服便挤有豪杰气概的马公公 不知何时已经绕到了刘公公右侧 仰头看着飞扑而下 一人一剑 这名魁梧太监一手附后 一手握拳放在腹部轻声冷笑 哼 等着就是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坐姿稳如泰山的刘公公瞥见那名满头霜血的持剑老者后 眼神复杂 轻轻叹息一声将手中那杯绿衣酒一吟而进 右坐屏风后头那张酒桌剩余的众人也都先后跟随辈分最高的白发剑客一起拔地而起 向三位京城公公这边飞来 一时间这屏风之上好似是风蝶纷飞舞 啥是好看 这伙人除了原本摘下刀剑就近搁置在桌面上的机构其余并未起身去悬挂刀剑的木架那边取回兵器 前统领心底没来由感到一股浓重的不安 下意识握紧了手中语道 转头望向那些照例说属于登堂入室的江湖高手却绝不能算是入流的刺客 以狮子不吐之势扑杀而下的年迈剑客突然间是眼前一画只觉得胸口如同大锤壮重来时快去时更快还未落地就已经是一具蹊跷流血的尸体 老者倒飞出去的尸体与他身后一名白衣飘飘的年轻女子撞在一起 掀翻了屏风后一起跌落在酒桌上然后带着一桌子的酒菜碗碟滑落在地 那女子生死不明 小心屏风下方 原来酒桌九人高高越过屏风的刺客只有八人缺少的那一人注定才是压向底的杀手锏了 先是用两条人命的代价抛出右耳作为障眼法然后势敌已弱最后其一正相合这种机关算尽的刺杀 缜密且阴毒以环接一环让人防不胜防 前统领意识到不对劲后的看破杀机已经可谓极快 那位一出手就尽显凌厉无疲的马公公反应也不满 但是那名好似悠哉悠哉从屏风走出的第九人 紧紧脚尖一点身体前略便是快落滚雷 双手向前袖中藏短剑两柄 因为身形前途过于迅猛 长不过五寸的短剑剑气竟是在空中宛如留下了两条纤细却璀的伴侯 索性是听到前统领的提醒马公公后撤了一颗 那两柄袖剑这才没有当场刺透胸膛 但即便如此胸口仍是被刺出了两个鲜血窟窿 怒急返校的马公公瞪大眼睛 虽负重伤一身雄魂气势却不坠分毫 五指如钩抓住那名刺客的脑袋随手一挥 将那颗头颅上钉入五枚钉子一般的尸体摔向了墙壁 袖剑刺客死时 贪坐在地背靠墙壁 掌印太监刘公公的正面和右手边的屏风都已经不在了 那么剩下的那一座屏风就显得格外的突 松公公扶着椅儿鬼鬼祟祟起身 遇上这种他一忙忧郁也不管用的情况 这脚底抹油跑路才是人之常情 可就在此时 刘公公眉头一皱 今夜第一次彻底放下那酒杯 转头望去 一个阴森森嗓音在三位大宦官耳畔 不轻不重的响起 敢在北梁道上蓄意杀人 知道我们鱼龙帮不存在吗 那个嗓音的主人很快露出真容 屏风从中而断 原是被他一记手道当中截断 刘霓荣并没有阻拦这名心腹供奉 擅自插手那场莫名其妙的风波 他虽然不知道这桩刺杀的首尾 但是先前京城咽狗这个说法 已经让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了 刘霓荣作为鱼龙帮明面上的魁首 即便不对清凉山王府俯首听命 忠心耿耿 在这种敏感时候面对几步之外 杀气腾腾的局面 断然没有置身事外的理由 与刘霓荣共作一桌的龙宫首席客卿基禄安 身为实力雄甲一方的武道宗师 看出那几位泰安城烟人 已经到了寄穷于此的惨淡地方 在得到公主林洪源的点头首肯后 基禄安微微一笑伸手一挥 只见桌上五只白瓷酒杯飞旋而至身前 滴溜溜旋转不停 充满灵气的酒杯之间 轻轻撞击的声响 一场清脆悦耳 酒杯一闪而逝 下一刻 那五名刺客还未能接近 马公公和钱统领的身前 就全都脑袋向后一个晃荡 倒地不及了 五只可怜虫的额头处 无一例外都是通红一片 没了屏风遮掩视野 马公公和钱统领得以看到那五只酒杯 返回酒桌后微微的颤抖摇晃 马公公眯起眼不动声色 钱统领倒提玉刺金刀 转身向基禄安保全智慑 原本应该就此落幕的这场血腥风波 因为某人的一个隐蔽动作 又变得尤为的动人新鲜 刘尼戎脸色骇然 就连一直表现的隔岸观火很快乐的林洪源 也是微微错愕呀 俊俏脸庞上带有几分玩火上身的懊恼羞愤 以及那双秋水长毛深处隐藏的忐忑不安 如同年迈如是的南疆第一高手 成白霜更是皱紧了眉头 眉宇间浮现清晰怒意 原来谁都没有想到 鱼龙帮那位前去救驾的供奉 竟然对着那个刚刚战战兢兢起身的胖子宦官 当头拍下 这一掌下去 以他轻描淡写的一记手刀 还不得轻而易举的拍烂整颗头颅 一直看似低头沉闷喝酒的毛书朗 其实已经按住刀柄 只是突然间又松开了手指 毛书朗中途放弃拦截 成白霜那是措手不及 南疆两大宗师都没出手 那么照理说这一掌下去是铁定要鲜血四剑 只不过失心疯的鱼龙帮供奉 的的确确是把手掌拍了下去 只是却没能马到成功而已 因为他的胳膊断了 远处一座屏风后方 一位木盲女琴师身前的桌上 露出那架古朴的胶围古琴 而他为止弯曲 正是由北莽进入西蜀的女子琴师 薛耸官 刘公公瞥了眼从鬼门关打了一个状 却是满脸茫然的同僚 在这位掌印太监的长久凝视下 后者终于收敛起那份江湖门外汉的滑稽表情 黑黑一笑阴沉而自负 一切尽在不言中 直到这一刻 马公公才意识到 这个灵人一般的可笑同僚 竟是修为不在自己之下的舞蹈高手 今夜这眼花缭乱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以及种种出手和未曾出手的荡公在下 到底还有没有尽头啊 马公公心情复杂 左右雅间之间的过道上 一位衣衫鲜亮的中年男子 鬼哭狼嚎的嗓门骤然响起 这这这到底是闹哪样啊 怎么死了这么多人 我们久了还怎么做生意啊 然后当他看到满脸冰霜的刘妮容后 更是死了爹娘 结果又死了儿子一般满脸绝望 大掌柜的 你听我解释 这些人杀来杀去 这真的跟我无关啊 这是无望之灾啊 马公公瞥了眼中年男子 随即转头死死盯住了刘妮容 好一个鱼龙帮啊 宋公公也一边揉着脖子 一边扭头 好一个北梁鱼龙帮才对 刘妮容的脸色瞬间苍白无色 他身边那名年轻供奉满眼怒意杀气腾腾 开杯手赵山洪则有些幸灾乐祸了 这场一团江湖却精彩分成的刺杀 刘妮容到底是不是得到清凉山的授意 他不关心 他只知道 这场刺杀失败后 刘妮容清白不清白都不重要 在北梁道如日中天的鱼龙帮 很快就要迎来一场大换血 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至于刘妮容这个娘们儿还能不能活着卷铺盖滚蛋 估计只能靠求香拜佛菩萨保佑了吧 刘妮容没有向两位印寿件大宦官解释什么 只是望向那个不断哭爷爷告奶奶的酒楼二掌柜 郭玄我只问你一句 精业之事你到底有没有参与 名叫郭玄的中年男子 算是新鱼龙帮的元老人物 资历之老 别说开杯手赵山洪 就算比起他身边两年前进入的年轻供奉 也要胜出一筹 只不过郭玄武力平平 但是善于商骨经营 也算是走了条中南捷径 得以很快脱颖而出 最终成为了北安镇这栋酒楼的二掌柜 事实上的一把手 刘妮容甚至有意明年 要将他提拔为鱼龙帮的实权直视 位不高却是权重啊 能够掌握鱼龙帮上下的半数生意往来 郭玄几乎是带着哭呛啊 刘帮主 我就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老百姓 放着日进抖金的大好生意不做 杀人图什么呀 大掌柜 二掌柜 你们这是要唱白脸黑脸吗 是不是有些晚了 九楼外街道上马蹄阵阵 那种铁蹄推进的沙场杀气与江湖宗师一人敌国的杀气是截然不同 却同样让江湖肝胆欲灵 就在此时 一个带着明显笑意的温纯嗓音在整座三楼响起 充满了不合时宜的打趣意味 宋公公 话可不能这么说 否则今晚的绿衣酒就要收你们银子了 这个声音其实就在郭玄耳边 但是他全然不知自己身边怎么就多了个人呢 收你娘的银子 这九楼绿衣酒收不收钱 老子说了算 然后他看到一张英俊的年轻脸庞 再然后看到此人双手拢在袖中 腰间悬挂了一柄北凉刀 这个年轻人笑眯眯看了眼 郭玄玄环视四周 在北凉都是我说了算 此时此刻气氛微妙至极 牡芒女琴师薛颂关那边 屏风已经被衣裳绚烂的苗人少妇虚空一手拍到 他双腿盘坐在椅子上神采奕奕 盯着配刀公子哥的那张侧脸舔了舔嘴唇 曾俊哪 作为他男人的那位男赵武道第一人为秒 笑着点头已是赞同 而西蜀王国太子苏苏 在又一次见到那个家伙后 心情复杂 醋未翻诱 刘尼蓉那周除了毛书朗 只是放下酒杯 却依旧没有起身 程白霜和姬路安都已离开椅子 如今贵为南疆龙宫之主的林洪元 更是一谈而起 那位被称为宋公公的胖子 如遭雷击 脸颊血白肥肉颤抖的厉害 却是说不出半个字 被姬路安一支酒杯砸得倒地不起的那位中年刺客 咬牙切齿道 徐凤言 几乎同时 今夜落座后 就再没有起身的司礼剑掌印 刘公公 终于缓缓起身 咱家见过北梁王 先前在龙居河渡口 是咱家有失礼数 还望王爷海寒 后知后觉的郭玄正要将功补过 就听到年轻藩王轻声笑了 二掌柜的 行了 别演戏了 杀人何须用武功 躺在地上的那帮三角猫也好 割禄楼的四名刺客也罢 甚至加上蛰伏在鱼龙帮的那名供奉 都不是真正的杀招 到头来 还是要靠你这位主心骨 靠你在他们韭菜里下的毒 对不对 你最玩的模样剧 眼光也剧 远处那位苗江女子拍手叫好 郭玄脸色阴晴不定 最终是如释重负 悄然挺直了腰杆 转身正是这位年轻藩王 哈哈哈哈 不愧是五平四大宗师之一 不愧是北梁王 不愧是人徒徐霄之子 徐凤年再次环视四周 已经死绝的哥禄楼刺客 那些亡了国的春秋移民 站着的印寿间宦官还有更远一些的林红元那一种 都是技术活儿 郭玄嘴角冷笑不已 竟是毫无距异 你重金购置或是精心调制的这种毒药 毒性发作极为缓慢 病入高荒后应该是在他们到达清凉山前后发作身亡 曾是春秋南唐朝廷专门针对江湖宗师的手段 号称可以轻松摧破金刚不坏之身 怎么 王爷觉得能从我嘴里撬出解药的秘方 不奢望 有些事 道理讲不通 郭玄嘴角突然渗出一丝血迹 漆黑渗人 在他倒地而亡之前 这位苦心故意营造出这场刺杀的春秋移民 小声嘻喃 我郭玄狗活半生 死得其所 地上那名喊出徐凤年名字的中年男子高高举起手臂 就要极力拍碎头颅以求自尽 可是倒在他身边不远处的一名妙龄女子神情崩溃 别忘 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 为了报仇 我已经付出太多了 我已经不欠下足什么了 此时三楼一声怒吓打断了那女子哭腔 闭嘴 女子顿时愕然 然后由撕心裂肺的哭号转为地盛抽泣 那个出生的中年刺客对着年轻女子吏色的我重申宋家世代忠良 绝无让祖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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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这些中年男子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神色最终还是猛然抬起手臂狠狠拍向了那名女子的额头 那名女子虽然可以鼓起勇气向北梁王求饶 却是耗光了所有精气神 此时再没有任何勇气抗拒家族长辈的愤然狠手了 一直还算言语温和的徐凤年突然间是勃然大怒 下一刻就出现在地上那名男子身前一脚踏在那个仕途大意灭亲的男子脑袋上 这名瞬间毕命的刺客道华出去了数丈远 徐凤年深呼吸一口气 看向刘妮容身边的那名年轻供奉点了点头 后者 默然向前打了一个晦涩手势 随着这名年轻供奉做出这个动作 三楼很快就走出了三名身份截然不同的男女 一位邻居青楼出身的陪酒清官 一位肩头搭着棉筋 手里还提着一只酒壶的年迈伙计 还有一位原本正陪着一群新结交的外乡豪杰 看热闹的北梁本地江湖人物 四人一起开始清理战场 将地上那些还活着的春秋移民全都拎走下楼 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看出这四个人的身份 那就真是脑袋让吕给踢过了 这酒楼是鱼龙帮的 但是他刘尼蓉始终都像个局外人 徐凤年转头望向印寿见三位公公 中毒的事情不用担心 还有 你们到了清凉山把圣旨放下 就可以返回泰安城 刘公公没有说话 率先走向楼梯 只是经过年轻繁忙身边的时候 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脚步 阎山中充满询问 徐凤年好像打哑弥一般 跟他说 他很好 刘公公直视前方 不过微微弯了一下腰 然后这才加快了步伐 等到这会儿权柄显赫却略显狼狈的京城宦官下楼离去 徐凤年走向了刘妮蓉那种 落座前对苏苏他们招手 苏银 学姑娘 哎 还有奇大叔 来来来 都一起坐这来 人都热闹 徐凤年第一个落座 灵红元毛书朗 成白霜 姬鲁鞍 刘妮蓉 赵山洪 另外一名鱼龙帮的年老共奉 再加上苏苏 薛颂关 曾经赠送给徐凤年那把名剑春秋的奇姓铸剑师 维苗 还有苗江女子 身穿一袭珠红大袍的女子自然是徐英 而那个先前倒挂在窗外晒月亮的女鬼 显然就是呵呵姑娘假家家了 他们二人都是今夜才赶至北安镇 理由很简单 接人来了 一张酒桌最多只能摆下九张椅子 但是现在却有这么多人 自然不可能人人都有位置 好在徐英和呵呵姑娘 根本不稀罕坐在椅子上 两人略知不远处 一座幸免于难的屏风上 徐英站着 少女蹲着 在徐凤年之后 苏苏搬了条椅子过来 第一个坐下 赵珊红则是第一个跪下 双手撑在地上 鱼龙帮赵珊红 叩见王爷 嗯 起来吧 然后徐凤年转头望向鱼龙帮帮主 哎 怎么不做啊 难道是当上了大帮主 就摆谱了 原本只想站着的刘尼蓉 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坐在原先的座位上 凑巧就在徐凤年的右手边 赵珊红起身后 低眉顺眼的 悄悄来到刘尼蓉身后 与那名同样满脸素目 恭敬的老供奉 并肩而立 有些同病相连 九楼三楼除了他们 走得是干干净净 徐凤年打开一壶绿衣酒的泥风 只是给靠近自己的刘尼蓉和毛舒朗 各自倒了一杯酒 再给自己倒满后 哎 我就不客气了啊 大家各自倒酒都随意 酒品如何都是自个儿喝出来的 劝酒劝不出来 至于劝别人喝的人 酒品更是不行 姬鲁安向年轻藩王举杯 一饮而尽 龙宫姬鲁安 有心见过王爷 南江草民成白霜 这杯酒与姬兄一样 没名 徐凤年各自回敬一杯 林洪元刚想要举起酒杯 不知为何 跟年轻藩芒视线交错后 就放弃了 苗江女子 不用酒杯 直接拎起酒壶 仰头灌了一大口酒 直愣愣地盯着徐凤年的脸庞 哎呀 你模样烈莫俊 你良意已经长得很好看 嘿嘿 这位姐姐 一看就是耿直人 唯秒会心一笑 唯独苏苏 双臂还胸 冷哼一声 徐凤年斜瞥了眼 这位相识于北莽的老朋友 哟 苏炳 哎不对 如今啊 得尊称你一声苏大侠了 听说在西蜀南照江湖闯下了弱大的名头呀 咋的 这趟来北梁也是参加武当论武 你就不怕有你在 其他人都只能去争天下第二了 秀徐大 放你的狗屁 哎哎 不愧是打遍鼠肇两地无敌手的苏大侠 我得先喝杯酒压压惊啊 我喝你大呀 秀徐大 找萧是不是 兰萧 兰萧 我求你萧 君子动口不动手 在经过苏苏这么一闹后 原本略显沉闷的氛围轻松了许多 一张酒桌各自背景复杂 自然不好深谈什么 徐凤年约莫喝了一壶半后 就说要下楼跟人打声招呼 结束了这桌酒局 徐凤年重新回到二楼 果然看到空荡荡的二楼 只剩下了坐在原先那张临窗酒桌的 爷孙儿人 看到徐凤年安然无恙地返回 老人如是重负 金错刀庄庄主同山泉 虽然看似面无表情 却也是眉头悄然舒展了几番 老人在徐凤年坐下后问 如何 没事了 出门在外靠朋友 虽然楼上动静很大 但我的朋友摆得平 同山泉重新皱起了眉头 方才有一人气势尤为雄壮 至少是天象境界巅峰高手 肯定是那个维苗 那家伙投靠了那位蜀王以后 底气也就更足了 放着好好的江湖宗师不足 非要去官场当走狗 算我瞎了眼 早些年还觉得他是条响当当的汉子 对此 徐凤年不至于此 刹那之间 同山泉已是起身 左手按住右腰间一柄长刀的刀柄 出窍寸 徐凤年有些无奈 三人临近的那扇窗户 此时正倒挂着两颗脑袋 目不转睛的盯着他们三人 徐凤年揉了揉眉心 同庄主 不要误会 他们都是我家里人 同姓老人呆若目击 看了看那位徐老弟 又看了看窗外那两颗脑袋 以同山泉不动如山的坚毅心性 尚且微微张开了嘴巴呀 贾家家呵呵呵了三声 撇撇嘴一闪而逝 徐英也依葫芦画瓢笑了三声 也消失 接下来气氛尴尬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好在这时候 苏苏一行人走下三楼 呦 信徐大 又跟陌生姑娘花钱月下来 呦 真忙啊 然后苏苏提高嗓门 对同山泉一脸真扯 这位姑娘 千万别搭理那个色皮 她家里早就有三妻四妾了 连孩子都能爬出掏鸟窝了 你 滚 你先教我 徐凤年做事要起身 苏苏干脆利落地一溜烟跑了 唯苏和苗江女子要比苏苏 薛颂关和傅侠住建师三人稍晚下楼 同性老人转过头重重冷哼一声 这让原本想要跟老人打声招呼的唯苏 只好继续下楼 倒是那位身段妖娆的苗江富人 对徐凤年抛了个肆无忌惮的媚眼 还不忘伸出大拇指 在徐凤年登楼后 就一直没有喝酒的老人 下意识伸手去拿起酒壶晃了晃 空老老的 放下酒壶后 徐公子 你给老头子偷个点 给句痛快话 要不然 我再跟老哥喝两壶 否则我怕喝不成酒了 我喝 按照酒楼规矩 有人能够一天喝掉六壶绿衣酒的话 连饭菜都不收银子 我再喝一壶半就成 那就喝 这次换成佟山泉 揉了揉眉心了 二楼已经没了招来生意的伙计小二 所以那两壶酒 还是徐凤年亲自跑去柜台 好不容易翻箱倒柜拎出来的 顺手弄了两碟花生米 两叶加酒壶 双手端碟子 就只差没有在尖头 打一块棉布白金了 佟山泉当时看到他这副模样 爷爷 谁能是那个人 当时本就是跟孙女 随口胡舟的老人 嘴角抽搐 没说话 喝酒归喝酒 沉默还沉默 百无聊赖的徐凤年 只是偶尔在桌面上指指点点 就这么枯燥乏味的喝掉了两壶酒 老人身形摇晃的站起身 走了 那我就不送了 老人摆摆手 大步离去 徐凤年看向同山泉 愈行愈远的背影 敢问童姑娘 哪一柄是世间明刀第六的武德 童山泉停下脚步 右手轻轻扶住 腰间一柄长刀的刀柄 嗯 快刀割水 刀不损风 水不留痕 谢谢 人都离开后 偌大一座九楼二楼 徐凤年独自坐在长凳上 闭眼打着盹 等到徐凤年睁开眼睛后 刘霓荣独自一人站在桌旁 看到她不是自己意料中的女子 年轻翻网松了口气 坐吧 刘霓荣摁了一声 坐在她对面 是不是觉得很累 嗯 大概比你要轻松一些吧 我不劝酒 真的随意 孤男寡女啊 醉到谁都不合适 徐凤年给刘霓荣倒了一杯酒 刘霓荣一笑置之 没有故作豪迈的一口喝光 就是浅尝折止 意思倒了 意味就有 热闹清凉 旨在心境 故而佛国无寒暑 仙都四三春 只是我们终究是凡夫俗子 很难有这份境界 偶尔有 也未必长久 到最后啊 就世上有两种人活得最轻松 一种是真正大毒人 有人骂老朵 老朵只说好 有人打老朵 老朵自睡倒 还有一种呢 是真正小气人 牙字必报 讲究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甚至可以心安理得的 以怨报德 前者只管往后退 后者只管向上爬 那么你呢 哼 我当然是后者里头的 前者 真小人不够分量 伪君子也当不好 两头不抗 所以当下很是忧郁啊 鱼龙帮 知道为什么 我要你做鱼龙帮的帮主吗 你可能觉得我 或者是需要一个 额外的兵源之地 或者是觉得我 寄予你的美色 不是一天两天了 刘霓荣抬起头 结果发现她的神情 其实十分正经 都不是 我当初的念头很简单 觉得咱们北梁的江湖 需要有一两个 我年少时所憧憬的那种女侠 她武功高不高不重要 但是她满身正气 神采飞扬 意气风发指点江山 她天生就有一副狭义心肠 愿意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然后我找来找去 就只找到一个小帮派里 那个叫刘霓荣的女子 她刚好也是喜欢江湖的 也曾经跟我一起患难与共 你看 就这么简单 我相信 因为你傻啊 所以别人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刘霓荣自嘲一笑 没有否认 徐凤年这一刻才知道 她是真的累了 如果是当年那个 走标北莽的刘霓荣 早就跟自己针锋相对了 哪怕心虚 也喜欢降嘴 鱼龙帮帮主的位置 我会找个人顶替你 还要麻烦你跟老帮主 替我说声对不起 毕竟鱼龙帮这三个字 是他老人家一辈子的心血 刘霓荣点了点头 好似终于无视一身轻的他 判若两人 今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能说说看吗 过江龙 大胡椒 山野马 洞口蛇 池塘里 感觉都凑齐了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在我还是尚未世袭罔替 仍是北梁世子的后期 其实就已经没有几个傻瓜 愿意跑去清凉山 自己找不痛快 在我当上这个王爷后呢 又成了武平大宗师 很大部分心怀死至 隐藏在北梁的春秋移民 都接近绝望死心了 他们既然无法去清凉山刺杀我 更不可能在关外铁骑的虎视 丹丹下白白送死 怎么办 大概就只能满腔愤懑地等死了 然后鱼龙帮火速崛起 当时又有传闻 我跟你的关系临不清 当然就有很多人死马当活马医 潜入鱼龙帮伺机而动 这座九楼的二掌柜郭玄呢 便是其中之一 他本名郭玄像是旧北汉忠烈之后 其父与樊小柴的爷爷同为一国砥柱 一文一武享遇春秋 只不过浮水坊也没有想到当年连尸体都确认过的郭家幼子竟然还活着 而且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至于你们鱼龙帮那名势头一掌拍烂硬兽间长似太监脑袋的供方隐藏更深 就连化名齐汉时待在你身边的那名养婴坊死士 直到今天也没能挖出此人的真实跟脚 如今一死啊就很难顺藤摸瓜了 那个自称崇山宋家的中年人是旧南唐明门望族出身 虽说南唐灭国是顾建堂做的 但为何最后会把账算到我头上 其中曲折想必也会有他们宋家的理由 那四名刺客应该来自那个叫歌路楼的门牌 风格鲜明不容小觑 我想那些春秋移民请得动歌路楼一般杀手 却绝对请不动那种水准的歌路楼精锐死士 所以这里头的门道到底有多深不好说 但肯定不算浅 说到这里徐凤年微微一笑 从袖子里抽出手捡起一笔花生米 丢入嘴中 别人暂且不管 但既然这歌路楼有胆子在江湖上开宗立派 又敢大摇大摆跑的北梁给我掰手办 那我就当收下一封生死自负的战帖了 你要亲自当门 两莽大战在极夜 我跑去中原做什么 不过当初吴家剑种派遣了百骑百剑赋粮都归我调遣 不是所有剑士都愿意战死关外 在这有不少人也想着返回故土 大概有二十余期吧 原本我是想让他们象征性去幽州葫芦口外厮杀一两次 每人杀敌百人就当双方都有台阶下了 现在 刘尼戎也弯腰伸手 捏起一粒花生米 放入嘴中 让那吴家二十旗 直接去找歌路楼的麻烦 当然不是 北莽蛮子还得杀够一百人 然后再去中原踏平歌路楼 你倒是会做买卖 哼 这叫燕子咸泥 持家有道 杨杨得意说完这句话后 堂堂北梁王高高抛弃一粒花生米 仰头张嘴接住 刘尼戎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一小碟仅剩花生米 很快就被二人刮分干净 刘尼戎思量许久 终于还是忍不住问 那些人明明连刺杀你的念头都没有了 为何还有这般不择手段 难道他们就不知道 一旦北梁黎阳为此交恶 真正吃大苦头的 不仅仅是北梁铁骑 就算中原百姓 我前面在楼上不是跟那个郭璇说了吗 有些是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这道理是讲不通的 刘尼戎脸色慧暗 欲言又止 唯有一声叹息 有些人的确是什么都没了 活着嘛 就只是硬生生靠着一口气吊着 你要他们把那口气咽回肚子里 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所以你能说什么 你没有真正经历过春秋战事 有些东西比较难体会 我呢 只因为是我爹的儿子 才比你多一些 不管怎么说 父辈的恩恩怨怨就摆在那里 负债子还 天经地义 不过呢 谁如果真有本事杀了我 我认 但假若没有本事就找上我 那也别怪我杀人不嫌刀子快 道理往深处想总是好事 可麻烦往简单了解决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就这么心平气和地说这些事情 要不然能咋办 啊 别人都拿刀子捅我了 我还要让那些大侠好汉 先把刀子放下来 先讲一讲冤家一解不一解的道理 嗨 明摆着浪费气了 心还累 何必呢 很早以前啊 我就想通了 为这种事生气犯不着 不然就以我那小肚鸡肠的臭脾气 早被那些个死的一个比一个理直气壮的王八蛋兔崽子老魂杖们气疯了 刘尼荣脸色古怪 徐凤年突然眨了眨眼睛拍了拍腰间那柄良刀 徐骁留了这个给我 我怕谁 退一万步说 就算哪天真要被气死 我肯定也死在那些人后头 最少一百年 哦 你早点睡吧 要不然眼角周温更多了 请滚远一点 这位女侠果然是性情中人 不等徐凤年拍完马屁 刘尼荣已经站起身 双手护后脚步轻盈地转身离去 在下孙养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359集 徐凤年 离开九楼走在大街上 离开九楼青楼越远 就越发地寂寞安静 然后徐凤年看到了那个身影 他明知道他会等待自己 却又最不希望他出现 他原本舒畅几分的心情逐渐沉重起来 两人结伴而行 虽是闲聊 只不过毕竟双方身份摆在那里 不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 而是涉及到类似广陵道战士的近期走势 黎阳照够对时下江湖的大力渗透 顾剑堂麾下两辽边军的最新部署 最终谈不上近欢而散 也谈不上不欢而散 总之就是不温不火 徐凤年今夜就要离开北安镇 而林洪源则要返回镇上客栈 之后还要以龙公公主的身份 参加武当论武 所以是徐凤年破天荒 先把林洪源送到客栈门口 后者受宠若惊的同时 漂亮脸蛋上也写满了 你徐凤年不是想要老娘 帮你暖被窝巴的忧怨表情 徐凤年当然没有那份闲情意志 转身就走 林洪源曾经有过喊住他的念头 但到最后也没有开口 之前在酒楼 很多事情徐凤年跟刘霓荣都开诚布公了 但有些事情徐凤年没有说出口 比如为何林洪源四人会临时起义 最终选择北安镇作为见面地点 为何又恰好是在印寿间太监下榻青马翼的时候 又为何你刘霓荣更恰好在路上耽搁了一天路程 小夕儿 你想当皇帝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到北梁 来这里请我喝顿酒 然后直接了当地跟我说 兄弟 那张龙椅我照住坐定了 如何 哼 但是你没带酒来 却是灵洪源到了北梁 世间呢 没有不散的沿袭呀 徐凤年走出北安镇后 向西一掠而去 徐英和呵呵 姑娘只是远远跟随 他前往人际罕至之地 当空长掠如虹的徐凤年突然飘落在地 高高举起手臂 双指并拢作剑 两袖青蛇 一抹璀璨剑纲 滚动如青龙 在深沉夜幕中 尤为惊艳壮观 徐凤年一次又一次重复喊出两袖青蛇四字 于是在北安镇和梁州城之间 天地之间一道道青红连绵不绝 剑气冲笑 我有一件空日土侠吞江树月 我有一件起开地震 生动天发 我有一件摧山汉城千军辟邑 当徐凤年临近梁州城 汉流浃背的年轻翻忙 阳面躺在地上拼命大口喘气 徐凤年使劲望着天空 无纯灵美人 不愿来此人间 无快见至有 不愿老子江湖 杨碧秋老头 你说得真好 这个降伏三年的秋天尤为多事 中原烟尺王赵炳 蜀王陈之暴共同起兵 广陵江以南的半壁江山进县 黎阳朝廷不得不让卢生相和吴仲轩再度领兵南下 兵部侍郎徐巩代替因并请辞的蔡南升任节度使负责截至北梁道与两辽之间的所有北部边军 朝廷赤丰北梁王徐凤年为大驻国 同时大肆追风刘继奴王陵宝在内所有关外战死英烈 并且在北梁道破格设置了两名副经掠使和节度使 原梁州刺史陆东江一跃成为了北梁文官的二号人物 徐卑职与杨慎兴一起担任副节度使 密云山口一役 曹维与一名原本岌岌无名的谢姓武将一举歼灭崇潭不齐军 仅有下纳波崇潭率领十余名崇家荆旗突围而出 此役成功破时已经接受北莽国师称号的烂陀山倒戈 两万僧病持缘刘州清仓城 御兰刀率领万鱼青旗绕过君子馆瓦柱数座 孤赛州边境重镇 孤军深入直查北莽南朝腹地剑指西京震动北莽两朝 北莽王庭传出消息 女帝听闻密云山口惨败后怒极攻心 无我并不起太子耶律洪才临时主持南征事务 三朝元老耶律洪才领西京首府贤辅佐太子殿下 王丈成员耶律东床破格担任西京兵部右侍郎 同时授封镇国将军 截至君子馆瓦柱在内四座重要军阵 随后 黎阳两位藩王的叛军并未立即向北方展开攻势 而是迅速蚕食广陵江以南的广袤版图 但就在整个黎阳官场和军舞都误以为烟尺王将自立为帝之时 传言两大藩王将要把那位因忠心赵氏正统而享誉朝野的靖安王赵寻 服上帝位 世人的眼光和心思都放在这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变故上 烟尺王世子赵柱依旧是不动声色 不为世人所瞩目 在刘州成为被黎阳朝廷认可的北梁道第四周之前 清凉山其实就已经开始打造两条大行义路 分别起始于空厄梁州西大门的清源军阵 以及灵州西北的姬脖子关隘 通往刘州刺史府邸所在的青苍城 战况惨烈的密云山口战役才刚刚落幕 便有三支车队在关内惊奇和浮水坊死事的联手严密护送下陆续进入了青苍城 三支车队的主心谷皆是一周刺史和将军 梁州有十福白玉 幽州是宋颜黄府平 灵州则是长岁寒劳山 六人当中 三位刺史又都是在这个降服三年上任 尤其是白玉这个新鲜出炉的梁州刺史 让北梁道内外官场都大吃一惊 谁都没想到龙虎山的白莲先生竟然会成为一位许家臣子 而在三支车队由东往西进入青苍城之际 没多久便有一拨人从西往东挤持入城 加上刘州刺史阳光斗总计七位风疆大吏 连妹出城相迎 城门事业所及是人人复健的八十余气 斜铁一杆铁枪的徐远兵 还有两位浮水房大当头 弥凤杰和樊小柴 以及不知为何没有披挂甲咒也无配刀的二十余气 马队在城门口外停下 为首一辆马车掀起帘子后跳下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文官 在向诸位刺史将军微笑致意后 便转头望向第二辆马车 到了 跟随着年轻文官的视线 这些秘密会晤于青苍城的北梁道高官看到一双缓缓下车的男女 年纪不大 相貌姿色也都不出众 男子身材高大 腰靠北莽权贵独有的鲜卑头余带 女子身段偏风雨 腰间别有一枚看似薰衣趣会的精致香囊 秀有半面琵琶装女子花纹 只可惜破损的厉害 围绕这一架马车的那二十级如临大敌啊 每个人都是神情戒备 坐在马背上摆出随时要展开冲锋的决然架势 腰靠鲜卑头余带的年轻男子用北莽话平淡开口 下马 那些旗族虽然满脸不干 却还是毫不犹豫的下马落地 很多人显然都负伤在身 可是人人腰杆挺直 两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都是北莽人士 前者正是原北莽北院大王徐怀南的孙子 如今以北梁道富杰度使身份 拜访烂陀山的徐北纸 而后者是北莽下纳波崇潭崇家的嫡长孙 北莽庙堂上数得着的新一代名将 应了那句老话了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啊 先前在幽州葫芦口突出重围的重谈 这一次却被徐彦兵领着吴家建种八十旗 成功拦截在了孤赛州边境 然后与徐北纸在林瑶军镇会合 一同来到了青苍城 当重谈凭借珠网谍报 分别辨认出城门口的那些人物 本就沉重的心情愈发沉入谷底 直到这一刻 重谈才完全确定 北梁是铁了心要在刘州有一番大动作 所以秘云口战役绝非是两位年轻北梁将军的临时起义 在来青苍城的路上 重谈与徐北纸这两位分属不同阵营的一武一文 有过几次开诚布公的谈话 重谈大致知道沦为阶下囚后 自己的脑袋暂时不至于被北梁边关铁骑用来祭骑 或者是直接砍下来丢到葫芦口那边 去给那些座巨大金官添砖加码 所以一路行来重谈没有任何自讨没趣的小动作 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心知肚明 除非是北蒙军神拓跋菩萨亲自领军赶制 否则以徐衍兵和那八十骑无家剑士的恐怖战力 当真是陆地神仙也救不了了 就在此时一辆马车从城门处驶出 从马车上走下三人 北梁道副经略使宋栋明 副节度使杨慎姓 还有北梁王徐凤年 年轻藩王和阳光斗等人略微寒暄过后 就来到徐北纸和重谈身前 看着这位北蒙夏纳波和他的贴身侍女 用地道纯熟的北蒙官腔开口道 当年何锡周持节令府邸一别 咱们又见面了 如果早知道王爷的身份 当初我怎么都会留下王爷 哼 当时我虽然境界不高 但是就算你和这位来自公主坟的 高手尽力拦走 也未必拦得住我跑路 王爷别忘了 当时我父亲和小叔都在附近 徐凤年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言语 事先说好 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一直很好奇 你叫重谈 你弟弟叫重贵 你叔叔叫重梁 都是两字姓名 为何你爹叫重神通 重谈皱了皱眉头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徐凤年让宋冬明 杨善幸与那些刺史将军 先行去往刘州刺史府邸 他则拉着重谈和徐北纸步行入城 年轻藩王和黎阳最年轻的副节度使并肩而行 重谈和侍女流道骨 这对主仆紧随其后 重谈看着那个背影 敢问王爷 我是死是活 死是何时死 活又能活多久 这得看你自己 如果王爷是想说服我崇家 镇前倒戈 既高看了我重谈的身份 也小觑了我崇家的家风 徐凤年忍不住停下脚步 转头望向这位神色坚毅的下纳步 这话说早了 刘州这边 北梁用谁针对黄宋仆大军 用谁孤军植入植本西京 徐凤年放缓脚步 与重谈并肩前行 原本是用我弟弟黄蛮尔和刘州将军叩江淮针对黄宋仆 可现在 就要加上泄西锤领军的烂头山僧兵了 玉栏刀的幽州骑军也会有曹维部骑军遥相呼应 共同进入你们南朝腹地 刘州境内战士 你们北梁本来是勉强能战 如今却是勉强能胜我们大好行事功亏一篑 崇将军是大功臣呀 崇坛神色淡然 而他的那位贴身侍女可就没有这份老僧定力了煞计四亿 先前我说你话说早了意思是你不用着急如果北梁关外战士不利比如拒北城失守那么你重弹肯定会死但若是关外战士走势出人意料 比如我们北梁铁骑能够在明年重新夺回虎头城那么你自然而然就有分量 那我拭目以待了 哼我当年去北莽那趟从头到尾都必须说着你们北莽言语你重弹运气比我好呀到了这青苍城也不用说中原官腔 重弹一笑置之倒是那位公主坟女子高手冷笑道听说北梁徐家与黎阳肇事恩怨极深不料王爷倒是有一副以德抱怨的菩萨心肠死心塌地的为黎阳皇帝看家护院道过女子眼山阴沉嘴唇紧紧抿起毫无拒议 徐北纸不轻不重了下一句 这种话说不得有些伤感情了 太厚当 将刘道谷拽到身后重弹第一次流露出认输服软的神情 还问王爷赎罪 徐凤年瞥了眼他腰间的那枚破旧锦囊 喝没喝过我们北梁的绿衣酒 早年喝过一次就再不愿喝了粗劣得很不过下毒的绿衣酒我倒是想喝 王爷记得到时候别太小气一杯不够来一壶 刘道谷你想死别托上我 行了你们主仆二人就别演戏了 一个想着自己血尖当场死了好让那王爷减少怒呼 为主人多赚一线生计 一个呢 想着跟贴身丫鬟撇清关系 以免被人迁怒 说到底你们俩呀 比绿衣酒的滋味粗劣多了 徐凤年从他脸上收回视线 继续向前走去 而重弹和他在被揭穿后皆是哑然无语 临近刺史府邸 重弹刘道谷和那二十余崇家惊奇在弥凤杰和樊小柴以及几名浮水房碟子的护送下离去 徐北纸站在关底外的阶下望着那一行人的背影 本来我都想好了措辞 赶忙为其亲自解夫啊 哼 讨我一颗 哎 你说重弹有几颗脑袋 说笑话 一点都不好笑 幽州葫芦口内有卧宫城鸾鹤城两座城 可他重弹脖子上只有一颗脑袋 不够分呢 那就先留着吧 反正说不定也会有大用处 一旦北莽真被我们逼得内乱横生 重弹所在的崇家确实可以添一把大火 嗯 哎 重弹也就罢了 怎么连那名北莽女子也没杀啊 赤连香西域不称 这我可就得说说你了 那名侍女的姿色那么平庸 你果真吓得了嘴啊 哎 你这话说的也不太好道 很快这位柿子就搂住了橘子的肩膀 还难道你刚才没发现那女子看似誓死如归 其实早已经是汗流加倍了 而且我当时那么重的杀气 你也没察觉到吗 我当时都差点忍不住提醒你一句 我杀气太重 快躲开 滚 徐凤年撇了撇嘴 徐悲止收敛神色 重弹有句话 说得真妙 拭目以待 北莽西县主将王遂 何西州持节令 贺连五威 太子耶律红才 新任西京兵部侍郎 耶律东床 以及深深扎根在北莽版图上的某些春秋棋子 如今再加上一个重家 真是 黎阳这边也有蠢蠢欲动的顾建堂 两怀道经略史寒陵 焦东王赵衰 冀州韩方杨虎陈 所以真是 好多的杀气啊 武当山脚的桃鼠镇 因为是烧香南山道的骑士 又由于传闻是齐家节 那万里一见的收官之处 加上临近武当论武 一座原本名声不鲜的小镇 顿时就变得热闹非凡了 小镇外的官家大道一侧 有座茶摊 正值赏武 茶摊贩卖武当著名的定神凉茶汤 加上香气弥漫的春小饼 生意火爆 六七张油垢桌子都坐满了外乡茶客 显然都是奔着武当论武而来的江湖人 两张桌子围坐着八位身前各自放有古征空喉呼雷等乐器的妙龄女子 一张桌子坐着并无携带兵器的轻壮汉子 一言便知是登堂入室的外加权高手 一张桌子上的年轻人每人都背有一根白杆枪 如果不是那种吃饱了撑着的装神弄鬼 那么这四位用枪的年轻人必然是师出名门啊 这四张桌子众星拱月一般 围着居中那张主桌 坐着看似年龄悬殊的三人 年轻女子 腰配一只晶莹剔透的轻欲长笛 婀娜动人 双鬓微双的男子身负长短两只不能 中年男人身材矮小比前者足足矮了一个脑袋 但是神色间固盼自雄 其余两张桌子大概都算是这五桌抱团人物的外人 位置也相对靠近道路 此时有一辆马车缓缓停下 三名骑士担任马车护从 年轻马夫转身掀起了帘子 车厢内弯腰走出一位身穿白衣的俊雅男子 习惯性眯起眼 窃窃私语过后 男子返回车厢 年轻马夫跳下马车 从一名护从手中接过马匹江上 而那名护从接手成为了马夫 马车继续向小镇驶去 三名护从仅有一起跟随年轻马夫留在原地 是一位腰间配刀的年轻女子 容颜出众 可惜脸色阴冷 白白清减了许多风采 这对年轻男女牵马走向了插摊 正巧也有两位与他们年龄相仿的男女 从远处河畔散步返回 女子背着一只裹在西蜀文锦套内的琵琶 婉约且妩媚 只是那名结伴而行的男子就要逊色太多了 长了一张相当辟邪的蛤蟆脸 为时太过少年老成 笑起来的时候怎么看都不像一位江湖俊艳 属于那种哪怕有良民蝴蝶在身 也会被城门护卫当作采花贼的角色 当两对年轻男女同时走向茶摊 蛤蟆脸小眼睛滴溜溜转动 狠狠打量着那名马夫身后的女子配刀护从 当他发现那名陌生女子投来冷冽的眼神 他微微咧嘴挑了下眉头 然后就察觉到他竟然单手握住了刀柄 一副拔刀相向的架势 他更是乐不可知了哟 哟还是比阴之烈嘛 蛤蟆脸忍不住习惯性的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这个动作惹来佩刀女子的一声冷笑 居中一桌三个人几乎同时是摒弃凝神 如同二胡相遇于一山 长风回来 与此同时 先前给人担任马夫的年轻人也停下脚步 拍了拍身边女子的肩膀 后者顿时神医内敛杀气尽些 蛤蟆脸满是姓姓然 和嘴唇宣宝尤为给人印象深刻的女子 一起走向了长辈桌子 刚好临近官道的一桌客人结账离去 那对男女便顺势坐下 只要了两大碗定身汤 那名助言有数的女子 是淮南道飘渺风的宗主陆杰军 二品宗师修为 不知为何与北派练气势渊源颇深 得以身负两种指悬神通 如今与灰山大雪平交好 和丽阳刑部关系也不错 刚才开口的男子叫冯宗喜 扶水坊谍报记录 此人曾经在永辉末年 败在五帝灵权法大家鸭手上 交手了四十余回合 丽阳江湖人称中原神权 与飞禅仙子陆杰军 紫潭僧等人 并列为十六散仙 至于那名背负枪带的男子 从他与随行弟子的行囊推测 多半是降服十二魁之一的枪魁 李厚仲 同时也是四方圣人之一 扶水坊先前对于此人事迹并无入当 是心境冒头的中原武人 三人之中 其实也就李厚仲 还算有几分真本事 红桌男子正是护送白玉离开刘州青苍城 去往桃鼠镇的徐凤年 背对那一桌的徐凤年 摁了一声 虽说比徐远兵还差许多火候 但应该跟寒劳山修为相差无几 露数也相同 都是大开大合 而且大气晚成 有机会成为枪先王秀那般的大宗师 你与他交手 胜算不大 我只知道自己绝对能够杀掉他 以命换命的赔本买卖 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樊小柴莫不作声 徐凤年瞥了眼不远处 那位独占一桌的青山年轻人 浮水房没有此人档啊 没有 太安城齐家节和北莽剑界靖黄青 还有五帝城舍道求术的楼荒 遇上旗鼓相当的死敌 皆是满身剑气 世间登堂入室的剑客大半如此 剑气远远重于剑意 即便反扑归真后 不险山不漏水 可一旦出手 便会一览无欲 只有极少数剑客 才会天生意气风发 也就是那种所谓的天然剑配 这种罕见的天才 只要开窍 再加上一点器语 往往可以到达陆地见仙的成交 变观春秋之前的江湖 历代见到魁首 莫不是如此 樊小柴用眼角余光 打亮着那名貌不惊人的年轻人 皱了皱眉头 他也是 这些年走了那么多位剑道宗师 自然有人应运而起 例如顾剑堂和南疆卢玄朗突然死了 大概只需五六年 就会有人一鸣惊人 樊小柴眼神古怪 瞥了眼腰间还悬挂着梁刀的年轻藩芒 你这位使刀的五瓶大宗师若是死了 又会给谁带去那份滔滔如广陵江的气数恩责呢 猜出他心思的徐凤年狠狠瞪了他一眼 樊小柴一手端碗喝茶汤 桌底下那只手则按住刀柄细细磨索 当真不登山 我就算了 不过你要是想凑热闹 就不用随我去聚北城 楚庐山那边我帮你打声招呼 我觉得你不妨去趟武当山 毕竟这种盛况以后未必见得着了 武当山再高 有你高 拍再多马屁都没有 我就算一年早逝也不会把气运过度给你 樊小柴一笑置之 喝过了那碗定神汤 猛然间握紧刀柄气势薄发 那名他看不穿深浅的年轻见识 起身端着茶碗向他们走来 很不客气的一屁股坐下 跟年轻繁忙相视而坐 徐凤年微笑着并不说话 那人落座后神情肃穆 一本正经 啊 不料世间竟有于我一般英俊的男子 幸会幸会 樊小柴忍不住嘴角抽搐 见过不要脸的 还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然后 那人转头凝视樊小柴 姑娘的刀好 刀法更好 只可惜刀势不尽如人意啊 哦 我家乡那边盛产一种大家闺秀 钟情的青花鸭手杯 握于手中微微外撇的杯盐 正好压合于手缘 大小分量适中稳贴合手 固有鸭手之欲 无论饮茶喝酒都可运贴女子体量 反观姑娘 先天体魄并不出众 只是凭借家学渊源或是宗门底蕴 融会贯通靠着气圣心胸才有今日修为 但是长久以往必然伤身 须知气势气势最重顺势而自姑娘修行却是反其道行之恰似酒量平平的女子故作豪迈以大碗饮酒绝非常久之计你是我爹自然不是不过我可以做姑娘的夫君徐凤年听到这句话后差点一口茶水喷出去 樊小柴微微一笑好似并不恼怒这个灯吐死的浪荡言语 只是这刀却已是出窍寸鱼 那人原本右手提挽左手搁在桌底膝盖上 这个时候他的左手突然高高举起 分明只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平常动作 竟是让杀人如麻的浮水坊头等杀手 刹那间头皮发麻 胜出一股荒诞不惊的错觉这刀出窍之时即是死 樊小柴握刀的那只手微微颤抖 哪怕是对上无论是武道境界还是对敌经验都胜出一筹的迷缝结 樊小柴都不曾有过这种悚然的感觉 关键是他自认从不畏死啊 年轻剑客没有趁势出手 只是转头跟茶摊老板喊了声 添三碗定神汤 厉害 徐凤年看向樊小柴 不用紧张 这位公子没有恶意 樊小柴脸色苍白 眼神愈发阴沉 等到茶摊掌柜的把三碗定神汤端到桌上后 当然没有恶意 我自入江湖以来 一直以为会与灰山大雪平那位轩辕子 樊小柴深呼吸一口气 五指死死握紧刀柄 结果那人给出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混账答案 他的神色无比认真 我找你 樊小柴眼神中透出视死如归的毅然决然 不顾一切的拔刀出窍 就在刀尖即将彻底露出 浑身气势攀至顶点的瞬间 一只脸色刻板的年轻剑客 破天荒的微微一向 身体微微前倾向樊小柴 左手双指并拢 点光火石之间 指向了樊小柴眉心 停留在距离他眉心寸余的位置 动静之中大有意味 樊小柴身体迅猛厚仰 试图避其风芒 但是那人松开双指后 手掌轻轻按住他的肩头 樊小柴嘴角已伸出触目惊心的腥红血色 徐凤年 眯起眼 内人这一手不再招式惊奇或是气势高绝 而是其心意之身 樊小柴抬起手臂随意擦拭掉血迹 年轻剑客依然扶住他的肩膀收敛了笑意 姑娘 论及气势雄壮 浩然正气势 胸邪力气也是 区别在于前者就如这条异路 数计并肩也无妨 后者却是那仅有立锥之地的独木桥 掉头不易啊 人知欲气尘磕 击重难返 为何世人有不吐不快一说 便是此理啊 我被武道修行 无论刀剑还是拳法 都是长久事 哪能一股作气登顶的 任由你是陆地神仙 与人死战 也需要换上一口心气 樊小柴嘴唇紧闭 事实上此时此刻他已是满口淤血 连说出一个滚字都做不到了 徐凤年叹息一声 举起刚刚送来的那碗定神汤 往先前那只空碗里倒了大半 这才递给樊小柴 樊小柴犹豫了一下 这才接过白碗 抖落那人按在肩头的手掌 转过身去低下头 鲜血吐入茶碗连同茶汤 又一饮而尽 那名年轻剑客望着樊小柴的背影 语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能说出什么话 他转头看向徐凤年 你要么是不曾习武的平常人 要么是擅长练气的顶尖人物 否则我不至于捕捉不到 你气急流转的独到之处 但既然你有胆子 玄佩良刀招摇过世 身边又有这位姑娘同行 相信身份不简单 那么敢问这位姑娘的方名 以前叫樊小柴 柴子的柴 如今叫樊小柴 柴货的柴 如我所料 都是好名字 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终于又遇着脸皮厚度 不相上下的对手了 算了 本来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 现在不需要了 反正去不去武当山 已经无所谓了 为什么无所谓啊 难道你真不去跟那位北梁王 一争高下 你知道我是谁 徐凤年点头 已然猜到了年轻剑客的身份 他揉了揉下巴恍然大悟 你能够仅凭相貌就猜出我的身份 殊实不易 不过话说回来 也在情理之中 徐凤年开始有些理解樊小柴的心情了 樊小柴已经转回身 白晚歌放在桌面上 死死叮嘱那个人 我必杀你 随你喜欢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从不与人开玩笑 真正喜欢一个人 难道不应该正视一见钟情才对 我想不是相濡以沫才会喜欢上一个人 而是喜欢上一个人后才会相濡以沫 怎么 你不信 徐凤年看着这张年轻脸旁 有些恍惚 他想起了羊皮球老头和那位风都绿袍 哼 我相信 你是谁 徐凤年情不自禁地揉眉头 果不其然 对面这个家伙又开始伤人于无形了 小柴姑娘 我喜欢你 与你喜不喜欢我 没有关系 然后他对樊小柴眨了眨眼睛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喜欢你了 不要奇怪 樊小柴的情绪几近崩溃 你到底是谁 太白见宗 陈天元 所以 我不喜欢你之时 只有陈天元间断之时 附近那几桌 只要是刚好在喝茶汤或是嚼饼的年轻男女 无一例外 都当场一口喷出 太白见宗 折仙人 陈天元 百年江湖 群风静秀 可思春秋见甲李纯刚之后 陈天元仍是当之无愧的 见到天赋最高 破镜最快 徐凤年满悠悠举起茶碗 没有急着喝茶汤 举目远望 正正出神 曾经有位喜欢抠脚的糟老头气哼哼说 什么老健身就是健身 曾经有位穷得叮当都不响的木剑游夏儿豪气万丈说 如果有天江湖上出现了一位姓温的绝代剑渴不用怀疑 那就是我了 徐凤年回过神后 放下茶碗 对那边战战兢兢的茶摊掌柜喊去 有没有绿衣酒 来两壶 你请哥 你请我定神汤 我回请你绿衣酒 有何不妥 没有不妥啊 只不过我不喝酒 天底下还有不喝酒的健康 我就是啊 徐凤年看着桌上的两坛绿衣酒 有些尴尬 徐凤年陈天元那一桌之外 心情最为复杂的人物 肯定是蛤蟆脸 薄纯女子这些心高气傲的年轻人 他们心知肚明啊 自己更多是靠宗门靠师傅 才得以风风光光走江湖 但是陈天元截然不同 这位在同龄人中 一起绝尘的年轻剑客 是有资格与他们的靠山平起平坐的 至于前程更是不可估量 黎阳江湖公认四小宗师之中 无疑以陈天元未来成就最高 蛤蟆脸向那位绰号响当当的全法宗师冯宗喜 以小声问 师傅 这位太白剑宗的年轻人 如今五道修为真的进入 只悬界了 应该不假 长风 借此机会跟你说一桩密室 你可知为何天下剑道登顶之人 往往能够成为那一代江湖的天下第一人 嘿嘿 师傅请说 头弟显耳光听着呢 习武之人千千万 抛开三角中人不言 这就是世间见识最重气数 此小笔掌都在争一个意志独秀 说到底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寒睡 斗长风 似懂非懂 坐在飘渺风 陆杰军身侧的薄纯女子柔声问 是不是就像陆地神仙的人数 都有定数 身负止玄秘术的陆杰军微笑点头 哦 那跟官场差不多嘛 六部尚书六把交易 一个萝卜一个坑 双柄双白的血炉枪盛 低头喝茶 扯了扯嘴角满事不屑 师傅 我去折星人那一桌坐坐 哎 就当是沾上心气了 冯宗喜 摁了一声 这位蛤蟆脸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 在下斗长风能否与 陈天元根本就没有理睬这位 黎阳江湖心平十大公子之一的俊艳翘楚 直接转头望向了冯宗喜 他先前几乎与这个姓斗的同时看到樊小柴 斗长风的那副嘴脸 陈天元都清清楚楚记在心头 与飘渺风陆结军同样在大雪平积身前列席位的全道宗师冯宗喜 心底对于这名风头一时无两的晚辈有些不悦 但是脸色如常 只不过却也没有按照陈天元的意思把热脸贴冷屁股的徒弟斗长风喊回原位 有师傅撑腰的蛤蟆脸斗长风顿时是心思大定 既然拉拢不了这位太白剑宗的天才剑客 那么借势踩上计较 毁掉一位江湖名声还要在自己之上的家伙 哼天大的美事一桩啊 一袭青山的陈天元缓缓站起身 脸色平静 今儿起 我配见更名为木柴 这句话显然只是向樊小柴一人说的 徐凤年忍住笑意 瞥了眼他 后者像是全然无动于衷 冯宗喜则皱了皱眉头 如果是中原江湖那边的不成文规矩 假若冲突双方实力并不悬殊 有都知根知底的话 肯定都是坐下来谈 不坐下来也行 即便最后还是要打 可也会站着先抹一抹嘴皮子 他没有想到 这辈后起之秀根本就不懂那套礼数 斗长风是唯恐天下不乱 程公子 我并无他意 为何连这点面子也不给 好 就算程公子你不愿与我斗长风解释 算我自作多情便是 没关系 但是我师父与雪庐宗主和飞禅仙子都在场 你又何必曝出剑名咄咄逼人呢 背对樊小柴的陈天元柔声说 放心我不会输 我来北凉本就是找你一站 你难道不清楚 樊小柴这会儿是想着你给人乱刀砍死吗 一人撑起一座宗门的年轻人在说完这句话后气势浑然一变 哪怕连剑柄都不曾握住 满身无剑气 剑意 雪冲销 腰悬三尺 如挂大将 徐凤年抬头望向武当山大莲花风方向 有些头疼了 这一刻冯宗喜忠于神情微变 他自认已经有意勾估这位剑道哲仙人了 可现在才知道仍是低估了很多呀 在下孙希记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三百六十集就连年以五十高龄却貌若十八的飘渺风陆吉君都不得不站起身充当何事了他嗓音沙哑 陈公子 萍水相逢吉士园 何须刀剑相向 离在我这边 剑在我腰间 年轻人啊 真是不晓得江湖的水深水浅 你陈天元赢了这位中原神拳又如何 冯宗喜在黎阳江湖津津津夜夜私混了三十年 才攒下了当下那份口碑声望 可谓好友遍及大江南北 尤其是与大雪平大馆市黄放福相交慕逆 太白剑宗既然已经积深时大宗门之一 将来必然要与中原江湖牵扯往来 偏拘异于的太白剑宗本就没有地理优势 一旦与冯宗喜交恶 就不怕中原江湖门派地方官府甚至是太安城刑布衙门都对你们太白剑宗怀有成见 说不定下界江湖平就会抹去你们 给人感觉没心没肺的陈天元不知是灵光乍现还是如何 这一次竟然直指人心 我太白剑宗既是剑宗 就当以剑立身提剑平秋鹤指向直中去 说得好 就在冯宗喜和陆杰军都犹豫不决之际气态森严的血炉枪圣李厚重已经摘下两只大小枪囊 枪名大雪锥 徐凤年突然火急火燎的跟樊小柴说 我得先走了 你帮忙盯着这个家伙 如果需要就出手 当然不是让你杀他 是帮他 实在不清你就报出身份 走了 徐凤年刚起身准备封锦扯户 一个清脆嗓音就在众人头顶遥远处清晰传来 信徐的 没道理啊 这么愿意看得见我 已经因病暴毙的隋珠公主赵风雅 如今恰好就在武当山上 而小泥人也在 更凑巧的是 这两位公主殿下 早年就在山上针尖队卖芒果 徐凤年 哪里想得到 赵风雅进入北梁后 铁了心要在武当山隐聚 又哪里想到 小泥人更是铁了心 要在山上打理那块菜谱 徐凤年可不觉得他们两位会同病相连 不打架就烧高香了 陈天元侧过身 扬起头 第一次握住了那柄原名为大义的木柴 他是为百年难遇的天生剑配啊 而那一位更是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望向天空 有女子 傅侠欲见 凌空而来 他从大莲花风 破开那壮阔云海中 如同仙人下凡 飞掠而至 只不过这位女子剑仙 在众人瞠目结舌之中 飘然落地后的举动 就更让人呆若目击了 他没有继续神仙风采的御剑归侠 而是直接提着那柄大梁龙雀剑 用剑劲指着某位笑脸牵强的家伙 想跑 怎么可能 我刚刚还想着上山 跟你带壶绿衣酒的 徐凤年坐回长凳 理直气壮 江泥瞪大眼镜 他回瞪过去 貌似是毫不露怯 江泥始终仗红着脸 怒气冲冲 大眼瞪小眼 旁边还有一大堆人 陪着这两位 一起瞪大眼镜 最后他瞥了眼 桌上一壶尚未起风的绿衣酒 你自己结账 哎呀 我知道你出门喜欢携带钱囊 先借我 回头就还你 见他就要举起长剑砍人 徐凤年立即低头摸出一只钱袋子 哎 明明记得我没带银子呀 陈天元看到这一幕后 觉得这人呢 真不要脸 江泥重重冷哼一声 欲见而返 徐凤年还不忘高声提醒 慢些 天上风大 等到他身形消逝于滔滔云海 所有人转头望着那个没有骨气的家伙 他一拍桌子 恼羞成怒 怎么了 男人心头媳妇有错啊 江泥这一趟欲见来回 无疑给冯宗喜一伙人找了个台阶下 真正见识过年轻折仙人的建议大事 就再也没有切磋的心思 冯宗喜四任 捉对厮杀 肯定要输给陈天元 这位江湖声势正直如日中天的后起之秀 若是与陆杰军联手对敌的话 俩人家在一起都活了九十多岁了 合伙欺负一个 还没到儿历之年的年轻晚辈 算怎么回事 就连先前已经曝出 大雪追名号的雪卢枪圣李厚众 也犹豫了一下 在瞥了眼徐凤年后 重新收起了内感与王秀刹那 以及陈之豹梅子九齐名的名枪 陈天元 看那雪卢枪先没有了生死厮杀的念头 也就顺势做回原位 心思更多放在那名遇见女子身上 武当山何时多出一位隐居的女子见仙了 徐凤年当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收起签囊 一手拎起一壶绿衣酒 然后丢了个眼色给樊小柴 后者默默掏出一粒银子 放在桌子上 准备跟随徐凤年登山 陈天元犹豫了一下 刚要开口 结伴而行 就被樊小柴转头冷冷瞥了眼 有信心 一人力敌三位江湖民宿的年轻剑客 顿时就有些气馁坐在原位上喝了口定神汤 突然远处有人骑毛驴沿着一路悠然而来 提声滴滴答答 比起马蹄的雄壮秘迹 毛驴踩踏出来的声响实在是有些软绵滑稽了 徐凤年愣了一下 看着那名骑毛驴看山河的中年人脸色复杂 樊小柴不认识中年人 可是他从年轻翻网脸色的蛛丝马迹里猜出了那名剑客的身份 骑毛驴腰配剑 且能够让徐凤年驻足等待 世间见世唯有一人了 不料陈天元在看到这位中年剑士后 面瘫一般的表情绽放出惊喜的神采 猛然起身大步前去 抢在徐凤年和樊小柴之前激动万分 见过师父 说过多少次了 我不是你师父 而且我的徒弟只有一个 认不认我做徒弟是师父的事情 我认不认师父是我陈天元的事情 也亏得你还算剑术小成 否则就凭你这种不掏醒的执拗脾气 早就给人打得你爹娘都认不得了 中年剑士牵着毛驴走到徐凤年身前 打量了一番 不就是一个红静年吗 怎么这么惨 挨了拓拔菩萨轻力一拳 没死已经是赚到了 后来陈之暴在淮阳关找到我 又点到极致地打了一架 稍稍耽搁了奇迹修养 啊 这样 这次轮到心比天高的陈天元 目瞪口呆了 红静年加上拓拔菩萨 再来个陈之暴 这都没死 这还是人吗 徐凤年想了想 决定先不登山 领着牵驢子的中年人走回查摊 瞥了眼他腰间的佩剑 最早在东海武帝城外 第二次在北莽敦煌城 还有上次在太安城 三次见面都不曾见你佩剑 这次怎么 大秋天的上哪儿去折桃花之鸭 难不成北梁这会儿 还有桃花盛开 唉 桃花剑神也好 折仙人陈天元也罢 为什么这些剑客 宗静环说些不好笑的笑话 那剑是我徒弟孝敬师父的 如何 理清情义重 二十两银子呢 可不轻 厅朝阁其实还有几把好剑 如果想要新铸之剑 我与幽艳山庄还有些交情 如今他们龙岩剑炉 和水龙银剑炉也都在铸剑 我要那些剑做什么 知道你肯定不要 可这些话还是要说的呀 不愧是徐霄的儿子 可希腊虽无素的相貌 徐凤年有些性性然 啰嗦后开口 喝酒还是喝茶 到了北梁道 邓太阿就入乡随俗 要了壶绿衣酒 邓太阿起风的时候 斜眼陈天元 这副模样是怎么回事啊 陈天元笑了笑 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扯掉那张天衣无缝的生根面皮 露出了一张英俊至极的容颜 不输西楚宋玉树 不输北梁玉鸾道 徐凤年终于理解为何这次见到自己后会惺惺相惜了 原来还真不止是因为脸皮厚啊 江湖传闻你教过他剑术 我本来还不信 谈不上传授剑术 在李春刚万里借剑之后 我从北蒙返回 刚好在南兆境内见到死人在一座山顶误剑 就点拨了几句 后来东海仿仙归来 从南海观音宗登陆 顺道又见了他一次 哦 难怪 难怪陈天元能够在剑道上一日牵连 李春刚不愿飞生 死后身负剑道器远 自然而然散落人间 而小泥人因为当时坐拥西楚王朝气运 不可能继承杨皮球老头的这份江湖气数 想来那个幸运儿就是邓太阿找到的陈天元了 于是徐凤年脱口而出 陈天元 你想不想学两袖青蛇和剑开天门 为何要学 你敢不学 我又何不敢 是李纯刚的成名绝学如何 你是徐凤年又能如何 徐凤年与陈天元之间的剑拔弩张 后者浑身剑意薄发如蓄日东升 让原本以为稀释宁人的几桌人都如临大敌 我来北梁本就是找你一战 一向在江湖中置身室外的邓太阿破天荒开口 不可退让的必死之战 拔剑也就拔剑了 无谓的必输之战 拔剑作身 是他咄咄逼人在先 不学就不学 估计杨皮球老头的两袖青蛇 你这种人想学也学不来 天底下就没有我陈天元学不会的剑招 徐凤年转头望向樊小柴 你有没有觉着这家伙长着一张欠揍的脸啊 樊小柴点了点头 只是他有大不敬嫌疑的补充了一句 跟某人一样 陈天元倍感欣慰 女子的胳膊肘果然往自家拐呀 徐凤年忽略了樊小柴一件双雕的忤逆言语 瞥了眼陈天元 你长得这么丑 比李纯刚差远了 彼此彼此 谁跟你彼此彼此 你陈天元有名正言顺的媳妇吗 陈天元看了看近在咫尺 却像远在天边的樊小柴 看了看小人得志的年轻藩网 有些忧郁 邓太阿到了仙旅一久在手心转过身去 那头老毛驴马上屁颠屁颠凑近舔进那酒水 怎么来北凉了 黎阳北盲怎么打仗我不管 甚至凉盲怎么死磕我也不上心 结果徐凤年等了半天 邓太阿始终是话说一半没有给出答案 邓太阿好不容易才意识到年轻藩王 他在等自己开口 这才开口道 这吕已久真烈 让我缓一缓啊 然后徐凤年和邓太阿不约而同地抬起头 只不过两人抬头方向 截然相反 陶鼠镇方向是东越剑池柴青山龙虎山骑仙霞 而一路东面则是一辆马车 年迈马夫背负长剑而非腰剑配剑 柴青山和骑仙霞连媚而来 很快就被冯宗喜陆杰军认出身份 所以当柴青山出现 冯宗喜陆杰军两人都迅速起身 神情恭敬 斗长风和那些飘渺风弟子更不敢坦然而作了 此时此刻 五平四大宗师有徐凤年邓太阿两位 心五平四小宗师也有陈天元齐仙霞两人 与此同时 冬月剑池和吴家剑种的当家之人事实上也都到了柴青山无剑 马车停在一路旁 无剑缓缓下车 背对老人的邓太阿冷哼一声 他这位横空出世的桃花剑神 对于那座剑种可是从来没有半点的好感 老人很不客气地坐在徐凤年身边的长凳上 小太阿呀 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邓太阿板着脸低头喝酒 不乐意说话 徐凤年面对这位娘亲娘家的长辈 语言又止 感觉古怪 老人伸出干枯手掌 轻轻拍了拍徐凤年的手背 然后对邓太阿和蔼笑了起来 生不同祖堂 确实是我吴家对不住你在先 你离家时扬言死不共焚山 难道真要如此啊 怎么 堂堂吴家剑种 还需要我一个姓邓的外星人来撑起脸面 你若愿意认祖归宗也是可以的吗 邓太阿估计是差点就要骂脏话了 好在还是忍下 咽回肚里狠狠灌了一口酒 老人眼神似乎有些恍惚 我吴家剑山之巅 曾经树立有四箭 木马牛 太阿 大梁龙雀 凶义 老人接过徐凤年递过来的酒碗 低头浅长折指望向武当山那边 木马牛给李纯刚拿走 算了幸好素丫头取走那柄 大梁龙雀还算完整 也有了继承之人 素王剑本是我的配件 后来假借六顶之首送给了翠花那孩子 唯独古剑兄弟不曾认住 至今更是孤零零插在剑山之顶 不仅仅是徐凤年邓太阿和柴青山这位剑道宗师 就连路杰群冯宗喜都听闻远处有剑鸣于侠内 足可见附近必然有一柄绝世鸣剑藏于侠中且微颤不止 邓太阿脸色冷漠 无动于众 老人唏嘻不已也没有继续劝说邓太阿 邓太阿放下酒壶 我所当年在剑山救我之恩 我早已在东海五地城救徐凤年一命就已欢清 我所传我吴家剑术之恩 我亦以十二飞剑赠送徐凤年 亦以两清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只是替那柄太阿剑感到遗憾罢了 他何尝不是弃儿啊 邓太阿终于抬头第一次正是这位老人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独自苟活在死寂如同阴曹鬼斧的那座剑山之上只有饥饿之时才下山觅食 否则就是待在万箭丛林之中任由森森剑气侵袭替破一次次晕厥一次次醒来 那些年里只有两人登上剑山 徐凤年的娘亲无素 变着花样传授他最基础的剑术 还有一人便是眼前的老人 曾经背着昏死过去的少年登顶剑山俯瞰剑种 直到离开剑种之日 邓太阿才知道那个古怪老人的身份 剑名大阵几乎刺破耳膜 除去老人徐凤年邓太阿和柴青山四人而已 就连陈天元齐仙霞李浩仲都皱起眉头 风宗喜陆结军更是气急流转不停 以此来抵抗那股动人心魄的无形剑气 斗长风之流更是拼了命的捂住耳朵 倒是茶摊老板这位普通人只觉得那个声音嘈杂了些 并无丝毫受伤 老人没有转头 只是伸手指了指马车那边 三十余年来内秉剑三次自行飞离金山 第一次是你离开吴家 他被你强行留下 第二次是你登上东海武帝城 挑战王贤之 第三次是你在北蒙与拓跋菩萨死战 在泰安城你与徐凤年曹长青三人之战 他并未离开军中 只是在原地悲鸣而已 大概是觉得主人此生都不会将他握住手中了 自古传世重气皆有灵 我相信如太阿剑这般可怜 也算屈指可数了 哎同为五平四大宗师之一 本来曹长青死后 等我重返巅峰 三人之中拓跋菩萨很难更进一步 我自然最为接近天下第一人 老人看了看徐凤年和邓太厄 哈哈 反正都一样 邓太厄重重叹息一声 老邓啊 矫情了不是 就是 邓太厄神色落寞 老人收敛玩笑意味 别忘了啊 你邓太厄先祖曾是大破北蒙万骑的吴家九人之一 更是主持见阵之人 关外距北城之北 交给我一万北蒙铁骑 一万少了点吧 两万别先多 一旁的老人扯了扯嘴角 果然跟徐孝一个德行啊 邓太厄猛然抬起手臂 一道白红飞掠而止 邓太厄手持太厄剑 剑气满人剑 三骑一缕绕过陶鼠镇 来到武当山山脚那座牌坊 徐凤年樊小柴和陈天元一起翻身下马 邓太厄落地后则拍了拍老驴的背脊叙续续念念 陈天元抬头仰视吕祖亲笔的武当当兴四字 不似寻常炼剑之人那般流露出高山扬指的神色反而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徐凤年突然转头对樊小柴说道 你去一趟黎阳东南 如果两年内能够找到那个家伙就帮我捎句话给他 说当年欠我的银钱得还 按照浮水房的谍报 那边村庄镇子兴罗旗部 十里不同阴百里不同俗 凭借先前那些零碎线索并不好找 大海捞针啊只能看缘分了你当做是静人士即可 我其实也不奢望你真能找到那个家伙 能不能换一个碟子我擅长杀人也只会杀人找人一事 浮水房有很多人更适合哼不能 樊小柴眉眼之间隐隐约约有些怒意自然是敢怒不敢言 说不定不用两年你就能听到我的死讯岂不省心省力 世间第一等快事莫过于手刃仇人头颅 哼你也就只敢在我面前这么表露心计若是鹿球儿在场你有这份胆识 主鹿山在吗所以说呀恶人唯有恶人魔 樊小柴深深凝望这位年轻藩王一眼重新翻身上马 犹豫了一下伸手握住腰间刀柄 这把过河族暂戒而已一样得还 樊小柴快马离去 陈天元被这一串渐行渐远渐轻的马蹄声惊醒回神 他怎么走了 我让他去中原那边做件事 陈天元哦了一声 等到视线中那一人一起彻底消失这才上马 牧师他身影逝去的方向 豪气横生 愿世间之我见 唯有三者 青山 绿水 樊小柴 哈哈哈哈 有本事 这种话亲口对他说去 这种惹他厌的话我说个甚 可我和你的半个师父也都不爱听 陈天元附上那张生根面皮后撂下一句 关我屁事 快马加鞭扬长而去 我倒还好 我是真受不了这位年轻折仙人的脾气 说不定李纯刚初出茅庐那会儿也是这般惹人厌 据我所知江湖上的女侠仙子偏偏就吃这一套 不能吧 邓太阿一笑置之 徐凤年重重叹了口气 唉 当下 有些忧郁啊 你这是等人 嗯 虽说当年宋年轻曾经携十四星剑杀我 但不妨碍我对冬月剑池一致心怀好感 至于接手剑池的柴青山 也算不打不相识 江湖上有种人 无论敌我都恨不起来 柴青山是如此 相反城外的王明寅也是如此 神武城外的人猫韩生轩更是如此 邓太阿 默然无声 那位与他和年轻藩王都有身后渊源的吴家剑种老祖宗 在送剑之后就已反身中原 想来应该是彻底退出江湖 邓太阿仿佛是后知后觉 有些好奇 为何要让那名女子在此时离开北凉 是希望她能够带着陈天元去往中原 主要是找人 顺便正好把那位碍眼的哲仙人牵走 一举两得 年轻藩王按住刀柄 站在那座牌坊下 清风拂面 飘然欲仙 桃花剑神随他一起并肩眺望远方 腰间一侧玄太阿 当是剑仙第一 杨皮球老头 王老怪还有曹长青 他们都曾遗留气数在人间 老黄当初也留了一部剑谱给我 邓太阿 你呢 这位以剑术入道 即而与吕祖李纯刚 比肩而立于剑林之巅的桃花剑神 我邓太阿生前不想死后事 真是潇洒 邓太阿看到远处柴青山一行人缓缓而至 显然没有陪着徐凤年一起等人的意图 千驴转身 帅心登山 徐凤年左侧肩头突然给人重重拍了一下 他转头望去 无人 转向另一方 仍是无人 徐凤年故作惊讶状 很快就有位蹲在地上的小姑娘哗啦一下跳起身 哇 哈哈哈哈吓到没有 徐凤年眯眼微笑 嘴角翘起笑意尤为温柔 他每次见到他从初遇到重逢到再相逢都只有开心 徐凤年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呦 长个子了 他双手插腰高高扬起下巴使劲挺起胸膛毫不遮掩他的洋洋得意 哎 南北小和尚呢 笨南北啊 正跟一个叫渔府的小道童叨叨叨呢 我不乐意带他们玩 你是不知道 一颗小光头一个小学鸠 这俩待在一起最喜欢鸡同鸭讲 比以前咱们家那些大光头老光头凑在一起讲经吵架还无聊 那你爹娘呢 嗯 丑死我了 前不久山上有个从江南来的女乡客 不知怎么认出了我爹 哭得那叫一个泪眼朦胧梨花淡雨 把我娘给气的 那叫一个蹊跷生烟 我爹都主动洗了好几天衣服了也不管用 昨天还跟武当山牛鼻子老道士借了些铜钱 说是让娘下山买些腌制水粉 然后你娘没啃 哪能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娘跟谁较劲都不会跟腌制水粉较劲的 拿到钱就下山去山脚镇上 满满当当回到山上 在屋子里捣鼓了差不多个把时辰才肯见人 你爹给吓着了 屁嘞 我爹一个劲说我娘国色天香美若天仙 可惜啊 我娘好不容易才消了气 那个女乡客就借口辞行找到了我爹娘 瞅见我娘的妆容后那女子倒也没说啥 就是斜撇了我娘一下 然后嘴角一翘 最后就不搭理我娘了 只顾跟我爹客套寒暄 他在离开的时候 我瞧得挺真切 又对我娘悄悄撇了撇嘴 如此一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李萨 你娘算是遇上对手喽 唉当时没觉得 现在回想一下 的确挺伤人的 其实也怪我 我娘往脸上狠狠抹胭脂水粉那会儿 我没怎么上心 要不然我娘肯定会更好看些 没事 你爹觉得你娘好看就行 话是这么说 可没奈何他有笨南北这么个徒弟啊 当时我爹实在没法子了 就问了一句 笨南北 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师娘是天底下最好看的女子 你猜怎么着 笨南北回答了一句 师父你说过 出家人不打狂语的 接下来就是我娘扯我爹的耳朵 我爹扯笨南北的耳朵 唉 这仨真是 都跟长不大的孩子似的 把我给愁得不行 唉 徐凤娘 要不然你带我去青凉山玩玩呗 梁州城的肉包子可好吃了 就是贵了些 徐凤年哭笑不得的看着歪脑袋的少女 又不愿她失望 便弯曲手指在她额头轻轻一刻 去青凉山玩可以 不过得经过你爹娘答应 唉 到了山上见着我爹 你记得只要看到我爹转身回屋子 你立马跑路 徐凤年一头雾水 这几年我爹没事就喜欢磨刀 徐凤年无言以对 此时 恰好柴青山一行人临近排风 柴青山站在台阶下 老人点头致意 身旁齐仙霞 他泰然自若 不卑不亢 而冯宗喜和陆结军这两位如今赫赫有名的江湖大佬 其实相较于柴青山这种真正享誉朝野的武道宗师都属于后起之秀 两人此时都毕恭毕敬向那位年轻藩王抱拳行礼 朗生自报名号 徐凤年伸手虚抬 哈 今日本王只是武当山的香客而已 诸位不用多礼 李东西偷偷做了个鬼脸 徐凤年慧心一笑 他不轻不重地咳嗽一声朝徐凤年眨着眼睛 徐凤年忍住笑意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姑娘 最是行侠仗义且武艺高强 江湖人称 徐凤年略作停顿 迅速转头望去 也朝他眨了眨眼睛 徐凤年看清楚了他的口型后 不露痕迹地接着说 江湖人称通玄仙子 只因李姑娘刀枪剑棍无衣不精 容柱易卢 故自成一家 足可开宗立派 我的清宫呢 清宫别忘了说 徐凤年只得乖乖查漏补缺道 啊 李仙子的清宫也是一绝 可谓独步武林呐 逢宗喜露杰军这些老江湖 何等火眼金睛啊 虽然不清楚年轻藩王到底是在唱哪一处 但仍是很捧场的跟那位小姑娘做足了一套江湖礼数 一板一眼还礼之后 过足了女侠隐的他给乐得合不拢嘴啊 突然他小声道 徐凤年还记得咱们当年的那个约定不 徐凤年笑着点头 他很不客气地拍了拍徐凤年肩膀 徐凤年对众人打了声招呼 不好意思 本王要先行一步 然后他蹲下身 背起李东西后 身形如飞鸿起于平地 两人到了大莲花丰山顶 徐凤年依旧背着这位女侠 就像当年他疲乏了要他背着一半 他爬在徐凤年背上 徐凤年 你一直把我当妹妹 对不对 嗯 嘿嘿 没关系的 这话伤感情了 他用额头撞了一下他的额头 徐凤年重新转过头满是笑意 他抱紧他的脖子 徐凤年 如果我带着奔南北离开北梁 你会生气吗 当然不会 打仗这种事情 你一个闯荡江湖的女侠 南北一个吃斋念佛的和尚 掺和什么吗 李东西抽了抽鼻子 我以后一定找你们打敲风 他没有说话 临近少女家 即一栋匆匆忙搭建的茅屋 一个原本坐在屋前小板凳上 哀声叹气的白衣僧人 见到这一幕后 正在给自己媳妇洗衣服的中年僧人 顾不得搓衣板了 猛然起身大踏步走向那栋简陋毛 李东西赶紧跳下后背 对徐凤年大声喊了一句 风景扯呼 徐凤年完全是二话不说 就直接脚底抹油跑路了 白衣僧人很快就手提彩豆 气势汹汹冲出了屋子 举目四望 傻气腾腾 少女根本不理会爹 双手复后哼着小曲儿 悠哉悠哉去别处闲逛 唉 这可不知道心疼爹的闺女啊 白衣僧人重重叹息一声 放回菜刀坐回板凳 继续搓洗衣服 等到南北小和尚回到毛屋前 听到师父在那里自言自语 小和尚搬了条板凳坐下 师父念经呢 算是吧 比较难念而已 家家户户四四妙妙 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师父 可是老方丈说 天底下就属经书最好念了 所以方丈才是方丈 你呢 就只能是方丈的徒弟的徒弟 唉 师父 徒儿以后要是找不到徒弟咋办 如果咱们四眉卫风扇倒也简单 找个月黑风高的日子 师父陪你戴上只大麻袋 随便抓个小光头回来就是了 现在就难咯 师父 我的徒弟 比起老方丈的徒弟 真是差远了 师父 你直接说徒儿不如你好了 那不行 哪有这么不要脸的师父 师父 今日渔府给人解钱算卦 还帮人写雷锋家书 那两位老人家一定要给渔府银子 渔府怎么退脱都没成功 知道我们师徒经常要开销 就把银子塞给徒儿了 徒儿这就把银子还给他 南北啊 师父能说你这么个徒弟 其实心里很是骄傲的 师父 这钱我肯定是要交给师娘的 唉 对了 师娘呢 啊 你师娘啊 睡觉的 世人皆爱睡 生安其中三昧者 少之又少 要不然古人为何会说书外论教睡最先 你师娘啊 比师父还厉害 师父啊 徒儿只知道师娘的呼噜声很厉害 师父能够睡得比谁都香 更厉害 嗯 河南北 有掌镜啊 一大一小 两颗光头 几乎同时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白衣僧人摸着脑袋望向远方 你师娘头上的一根根青丝 就是师父心中的一座座寺庙 他眼角的皱纹 是师父看不厌的经书 他睡觉的憨声 是师父听不厌的佛法 小和尚目瞪口呆 不知为何师父突然间这么有诗情画意 然后只听得师娘在两人身后轻横一声 哼 死呀 小和尚转头瞥了眼走回屋子的师娘 再看向满脸安详的师父 师父呀 白衣僧人没有回首 低头搓洗衣物 你师娘 觉得自己涂抹胭脂其实并不好看 只是想听师父说他好看而已 可是他不知道 在师父眼中 他总是那么好看 不能再好看了 师父师父 师娘已经走远了 烦恼清静远不远 不远 世锦西天远不远 不远 阴阳生死远不远 不远 那么师娘与师父自然很近 师父 你真有慧根 白衣僧人在笨徒弟光头上打赏了一颗板栗 找导 哪有徒弟 成在师父 有慧根的 小和尚 一脸无辜 背对茅屋的中年僧人放低嗓音 哎 你师娘 真走远了 小和尚 转头 再回头 都只在刹那间 显然这个动作早已娴熟至极 师娘把屋门都关上了 中年僧人 呕了一声 小和尚 哀了一声 搬动水桶和搓衣板 白衣僧人微微一笑 徒弟啊 你也很有慧根 小和尚不说话 白衣僧人笑了笑 摸着自己的脑袋 哎 立地成佛 花开两朵 各表一致 若是站在视野最为开阔的大莲花风顶 俯瞰下去 摸间接踵的南北两条登山石道 宛如两条蛟龙 微微然卧于武当山 作为武当山颇为著名的风景圣地 喜相池更是人头攒动 家眷结伴的游人相克 在此流连忘返 一个年轻公子哥 尖挑水桶 目瞪口袋 站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外围 哎呀 这想要挑两桶水的话 还不得杀出一条血路才行啊 罢了 还是回去给脚泥人的菜谱浇水吧 徐凤年沿着一条幽深的青石板小径 原路返回 回到那栋女主人暂时不知所踪的毛 放下扁淡水桶 拿过一只葫芦瓢 弯腰从水缸底摇起一瓢水 缓缓走向菜谱 悠悠然浇起水来 察觉到一股故意流露些许的熟悉气机后 他站起身走向茅屋 看到了千驴而来的邓太厄 站在那堵矮小的紫竹围栏外 等到看到主人 这位桃花剑神 才轻轻推开 记好江上 坐在年轻人搬来的小竹椅上 满屁股的凉意 徐凤年因为背着李东西飞略武当山 反而比时机而上的邓太厄要更早登顶 去过李祖廷了 嗯 如果不是那块碑 还真忍不住 自如 没意思 当年下山前 我连一品境界都没有 意气不足也正常 邓太厄环顾四周 宜然自得 这会儿 武当山上的武道宗师真是烂大街了 仅是南疆一地啊 就有刀法巨匠毛疏朗 试图击身儒家圣人的成白霜 见到宗师基禄庵 蜀照两地也有唯妙和薛颂官 方才我登山时见着了顾建堂 随后在旅祖亭内又看到了轩辕清风 顾建堂登山 我毫无察觉并不奇怪 只是轩辕清风近在咫尺 太阳城外一战 曹长青好像对这名拦络女子青睐有加 轩辕清风因此受益匪浅 如今大概只有一线之隔 原来如此 这位大雪平女当家的机缘一向不可以常理论之 刘松涛 刘松涛 赵皇朝 最快的桃花剑神突然这么菩萨心肠 就在徐凤年百思不得其解的关头 邓太阿轻轻咳嗽一声后瞬间消失不见 徐凤年下意识妄想 当紫竟炸了那边竟然连那头老毛驴也一病消失了 脸色铁青的徐凤年僵硬转头 举目望去 果然 茅屋东北角的那块菜谱内有些原本掌饰喜人的绿意 已经给啃得荡然无存了 徐凤年咬牙切齿的跑回茅屋 火速摘下那把悬挂在墙壁上的梁刀出屋后是愤闷至极啊 邓太阿有种就别跑 老子今晚骑你吃驴肉火上 同为五平大宗师 邓太阿一旦刻意掩饰契机 就算是徐凤年也无法捕捉到蛛丝马迹 徐凤年蹲在地上长须短叹 真的娘子是好大一桩无望之灾啊 当徐凤年眼角余光 瞥见远处 姗姗而来的一席衣裙 如遭雷击 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徐凤年是当机立断 别管什么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了 能躲一天 那就是多活一天 于是在徐凤年长掠而去的时候 背后传来江泥那满腔悲愤的嗓音 姓徐的 你今天死定了 江泥背负紫潭大侠 猛然欲见升空 气势如虹 他踩在大梁龙雀健身之上 飞剑骤然悬停后 他红着眼睛俯瞰整座大梁花蜂 杀气之重 惊世骇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相障